徐良拿住王顺 邵华山的群贼就要起会 藩江淑蒋平在旁边一看形势不妙 急忙就蹦出来了 冲着冯徽章就抱拳 哈哈哈哈 我说总侠大带主 咱们一笔写不出俩路林来 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利 我记得方才咱说得很清楚 如果白云瑞和徐良献出来决议 能抓住王顺 民绝不竹篮 这话您说过没 哎 我说过 好 我希望您画赴前沿 不然的话 后果可不堪设想 冯徽章这脸就一红了 他可并不傻 他一想这个形势对自己不利 邵华山的周围全是大宿朝的军队 开放府虽然说来了四个人 但是这是礼节性的拜访 但是这是礼节性的拜访 人家大队人马都没来呀 如果真打起来 我说话不算数 我这座烧华山还能保得住吗 思前想后 权衡利弊 风亏让终局打定主意 冲着讲评去报权 四老爷 您别往下说了 我姓冯的 是牦房拉屎 里儿朝外的人 实性的事不是咱们干的 话说一句 王顺交给你们了 邵华山的人 谁也不准出来 哪一个要设置障碍 我是格杀物论 好 干净利落 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 要不说光贵 长在嘴上 好马出在腿上 话是蓝鹿虎 医生是肾人毛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让蒋平啪啪啪几句话 把裙贼给吻住了 封徽章吩咐一声 来啊 舍白酒宴 还带四老爷 你看 蒋平还不能拨他的面子 酒席白好 大家团团归作 封徽章是频频敬酒 在酒席宴前 他跟徐梁白云瑞 一个劲的套进口 各位 我冯某人 不是表白我自己 别看我落草为寇 战山为王 小明是个贼 但是扪心自问 我没做过坏事 不信 您到邵华山周围去了解了解 就知道我怎么回事呢 我赶成是公道大王啊 冬天舍眠 夏天舍丹 二八月开周常 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日子 我还召集两米和铜钱 可是我走这条路呢 也有难言之言 我希望各位老爷 回到开封府 上福包青天 如果能高抬贵手 不咎既往 允许我冯徽章存在 我真是感恩不敬 方叔安啊 把一杯白酒喝到肚里 晃着大脑袋 先说话 我说冯的老爷 你甭往下说的 他说我刚老这几个人不了解你 我可了解 你刚才说的句句事实 你放心 你是毛方拉屎 里儿朝外的人 我们也不能里儿朝里 怎么说的就怎么办 一定在包青天面前 跟你说好话 允许你绍花山存在 也就是了 莫甘老 老叔 四爷爷 你们说呢 是啊 是啊 叔阿姨说的对 我们几个都是这么想的 封徽章大喜 要命人天菜不久 白云瑞那是多聪明 云瑞养住一段 心说月长梦多 持则生变 这个地方不能求待 因此他用手捅了一下徐梁 徐梁何等聪明 知道老兄弟的用意 小生跟蒋平一嘀咕 四爷把酒杯放下 站起来 大哉主 多谢盛情款待 我等还有公务在身 不便酒流 青山不倒 露水长流 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我们可要告辞了 别家 菜还没上完呢 改日 我相信咱们还有聚会的时候 告辞了 告辞了 说着 四个人带着王顺下了少华山 冯徐梁章 也看出来了 他们几个人心里的没底 也不便勉强 率领六十四寨的寨主 列队相送 一直送出十几里地 才公首告别 那么到了后文书 这个冯徐梁章干了哪些事 他是不是就学好了呢 咱们另有交代 安协他 咱先不说 但是说 蒋平 徐梁 白云瑞 方书安 四个人压着王顺 方书安给出几主意 拿了条绳子 把王顺这脖子给勒上 拴到马屁话 后头 四个人骑着马 就在后头跟着跑 他这样做有两种用意 一个呢 他恨王顺 这小子太缺德 应该叫他受点罪 另一方面呢 这样他不容易逃走 一旦发生意外 双脚一点凳 马往前一催 就能拖着他 活活的把王顺就拖死 别人抢也抢得死倒 书说简短 一路之上 四个人脾心吊胆 就回到徐庄 刚一进庄子 家里人知道信 南辖玉猫斩雄飞 东方侠贺妖湖智华 率领的小七杰 小武艺 各个弟兄 全都接出来 大伙一看把王顺抓来了 乐得直奔 好像众星捧月一般 把徐良云瑞 接进庄内 到庄内 展兄飞就问他 少华山的经过 蒋平 滔滔不断 把经过介绍了一遍 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 徐良 跟展兄飞说 咋的说 这个王顺 好不容易抓住了 可不能叫这个小子跑了 你要派人压家看管 梁子 你放心吧 他要跑了 你要我的脑袋 我早都做好准备了 世杰呀 在 明杰 卢世杰 你们三个人负责啊 把他压到空房里头 刑具不要撤掉 外边加上二十名港少 轮流守 一定可不准叫他跑了 准备 就这样 徐良还不放心呢 还到空房子周围转了一圈 一看果然戒备森严 也迈说人跑 鸟都飞不出去 他这才放心 当天晚间没什么话 到了次日平民 蒋平和展兄飞 着手处理后事 现在王顺被抓住了 可以奏凯班师了 无需要在此多逗留 那么这些大摊的事怎么办呢 需要处理处理 他先把总兵大人冯元奎给请来了 首先 首先向冯总兵表示了感谢 冯总兵也客气了几句 蒋平说您哪 把军队全带走 我们现在是完毕归照 那么因为公务在身 也不到知府衙 向知府邓久如物辞行去了 请你见着邓知府 转达我们的谢意 风元奎扁头 就这样收兵撤队 人就走了 蒋平把电饭账开发了 该谁的欠谁的 样样全都铺派好了 然后又找了几个木匠 打了一辆坚固的秋车 这秋车是个大木头笼子 往王顺搁在里边 里边还有个小板道 他往里边一坐 脑袋在笼子的外头 转圈给他垫点布 恐怕把肉皮给他磨坏 把这笼子架在车上 展熊飞和蒋平一上 派小四节小武艺 什么事也不管 专门看着他 有打这儿到东京 沿路护送 以防万一 其他的人 压着车辆 带着东西 准备了战马 浩浩荡荡 起身回京 在路过奎华港的时候 山西燕徐良把马带住 手打凉棚 看了看八宝跌晕风 轻松狼牙剑 新潮澎湃 很不是资 徐良心说 这个地方风景无画了 多好 可是往日光拼命了 风景再好 也无暇观赏 今日才发现 这祖国的大好河山 是何等的绚丽多彩呀 想起自己二次学艺的经过 酸甜苦辣 一起涌上心头 白云瑞也有同感 他们到了奎华港殿房里 一打听 雅霞女颜颜云 已经提前三天回了东京了 人家这块的事 全都处理完了 因此蒋平他们 在奎华港打了顿奸 休息片刻是继续登坑 咱这么说 大伙儿 是晚晚的启程 早早的休息 每到一地 都严加戒备 特别是蒋平 告诉小武艺小四杰 对待紫面金刚 王顺的掩饰 要及时供应 不准亏待他 什么原因 因为他的案情太重了 必须活着 把他送回东京 这死在半道上 就不好交代了 王顺这小子 也知道好不了 心说 这回啊 到了东京 就得把我剐了 我活一天呢 算捡一天 不吃 白不吃 这小子没事 还点菜呢 什么榴虾球啊 靠大虾呀 榴鱼段 红烧海参 他想吃什么 这就供给他什么 这一路之上 这小子不但没瘦 还胖起来 脑门子吃的倍量 大人说 这一天 路过一个地方 叫大柳屯 在江苏 河南交界的地方 有两条道 聚会于此 这个地方是非过不可呀 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离着大柳屯 还不到十里面 两面是山 山县徐良在马上 仰面看看 小子这个地势 非常险要 他把马往前一提 靠近白云瑞 老笑的 你看这个地方 可够吓人的 可不是 四大爷 住点牙 我看这地方 山多灵密 容易有匪人出没 弟兄们 多加谨慎啊 蒋平也喊 注意 前队后队 都精神这点 蒋平的话音 还未等落地呢 就听这脑瓜点上 好像天塌了似的 蛤 从左边的山头上 扔起一块巨石来 这块石头要上秤 夹呦 没两千斤也差不多 站领着大伙 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骑马的也好 步行的也好 往两旁一跑 这块石头摔到道当公 摔成了八半 只把几个人面皮给绷伤了 就那碎石头这 你说这大块石头 整个把路给拦住 紧跟着 路两边的大树还倒了好几棵 把道路是整个给拦住 从种种迹象表明要出事 果不出所料 正在这时 就见左门的大树之上 撤下十一个人来 在石篮子后边 草宠之中 又撤出一百多来 这些人 全用黑灰磨脸 圈爬兆头 手中拿着刀枪棍棒 拖着强弓硬弩 把道路给横住 为首的是俩人 走到最前边的 此人身高八尺挂领 面似银盆 一步怨然飘洒千辛 高网牛心发短 见眉大眼睛 手里拖着五金的拐杖 大伙一眼就看出来 来者非别 正是开封府的死敌 非剑仙 朱亮 在朱亮的身后 跟着个出家的和尚 哎呀 这和尚长得挺叫人恶心 什么原因 这人个可不乃 能有八尺多高 精绑也挺宽 就这个脑袋长得特殊的小 要跟方叔安俩比在一块 那就比没了 脑袋小到什么程度 就好像小孩那拳头差不多 顶多比那能大了三圈 不注意 好像个小头鬼 剃得倍儿亮倍儿亮的 脸上还有十七八个黑色的麻子 你别看这样 两个小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 在肩头上 承着龙虎方便铲 就好像凶神恶煞一般 把道路拦住 再往后头看 还有个五十多岁的人 压为金 英雄厂 手里托着圣金的三截棍 看半天不认识 至于那一百多人呢 那都是打手了 翻江书讲平 早就有思想准备 就知道回京的路上 不能太平了 因此也并不感到意外 赶紧把马匹带住 两腿一飘 蹭 他跳下来 站住 把车护好 各位小英雄 各拉家伙 把紫面巾 刚刚王顺的秋车 给包围了 谁也没有大头鬼 方苏安吉吉 拿着小片刀 蹦车顶去 你别弄 王顺 你小子被他妈 高兴得太早了 哦 你盼着有人 砸秋车 皮目龙 把你给救了 妄想 我告诉你 要没人救你 你还多活两瓶 要有人救你 就是催命鬼 我可叫你 明白点啊 如果飞剑仙 朱亮 往前一凑合 我这小片刀 先把你眼睛给抠下 然后就给你脑瓜子 拉起来 方苏安说得出来 办得出来 王顺的小子 扎着大嘴 心里 蹦蹦去跳 心说 这不是老剑可 朱亮 甭问 在大柳屯等着救我呢 哎呀 能不能救得了啊 我王顺 还有没有出头之日 方苏安这小子 在我旁边待着 他说得出来 干得出来啊 如果谁往我跟前 一凑合 他一小刀就得把我宰了 这这这这这这这怎么办 所以王顺的小子 装得若无其事 最后把眼睛一闭 他不看了 行事平天又命 爱怎么办 怎么办 那位说 飞剑仙朱亮 从哪来啊 前文书咱说了 八宝跌云风 轻松狼牙剑 展开了混账 朱亮这小子 凭着武艺高强 杀开一条血路 他跑了 他跑到后山 罗汉洞 钻到个山洞里头去 朱亮就没敢露面 他的意思是 如果王顺火鱼贵 打了胜仗 把三峡五翼的打跑了 那我还归队 相反的 我就逃之遥遥 好不容易 他瞇到第二天 偷偷地从山洞出来 找了个高坡 望下 一看 真好比武雷轰顶啊 他一看 蝶云风 狼牙剑的旗 换了 飘扬着大宋朝的国旗 他一看 全是官兵 就知道王金龙 他们大势一去 朱亮就没敢露面 仗着他地里非常熟悉 走一线天 过悬壁谷 离开跌云风 朱亮等离开危险之地 找了没点地方一坐 心里这难过劲就甭提了 心说就凭我飞剑线 堂堂的剑客 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啊 可我上哪儿去呢 难道说 就此善罢 甘休了不成吗 不行 人为一口气 佛为一度香啊 不报此仇啊 不报此仇啊 事不为人 后来啊 他打定主意了 他敢奔河南登峰口 找嵩山禅于寺 找谁啊 找金掌佛禅僧 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小脑瓜 他就是金掌佛禅 禅于寺的老当家 他就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 朱亮又跑到那儿搬弄施肺青 等见着金掌佛禅 佛禅盛清捆带 老剑客 您这是从哪儿来 朱亮未曾说话 口大口大爱声 老泪纵横 难尽呢 别哭 别哭 哎呀 老剑客呀 您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快把经过详细讲来 好 我说 我说呀 老师傅 我这次到河南松山 我不为别人 我为你徒弟王顺来的 王顺他现在怎么样 凶多吉少啊 不用问 不是死的开封府的人手下 就是被人家 就是被人家生擒活 活拿呀 别看我们爷儿俩 岁数差的悬殊 脾气 秉性 非常合得来 如果王顺有个三长两短 就好像把我的心摘掉了 我怕老当家都不知道 特别来给你送信 持续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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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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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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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啊 撒心扔 这下有理了 别 愁鬼 不亲假亲 不进假进 你少给我来这套 主良 我看你好像疯狗差不多少 连骑马的扔轻 你全都不动了 方才我蒋四夫 说的都是精识良呀 可惜你中压逆耳 看来你离这死是不远了 好吧 谁让咱们两个人有冤呢 干脆我替你收尸吧 你放开 急拐杖 飞剑尖蹦起来是轮拐杖就砸 徐良一闪身躲开了 你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 吊耳郎当 可要伸上手 那是两回事 就见得身随人转 把青色大衣甩掉了 大拇指硬崩凰 咔崩苍凉凉 拽出金丝大环头 把刀在怀中 你捧 冰子不如你沾 这件事 好良严拿圈该死鬼呀 既然你非要找死 也怪不了杀戏人了 你瞧吧 怪了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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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爛 这朱凉眼珠子都红了 望前一进身 这一口气 就砸了徐良十八拐锅 再看徐良 就像水里那条鱿鱼似的 巧妙的穿梭在拐杖的空隙中间 朱良累的脑门子都是汗 没打着 徐良这招叫以待劳啊 还故意气他 朱良 你再松心打吧 也许这回你能碰上 小辈我将你耍贫嘴 又是十二拐杖 又没打着 朱良气急了 蹦起来又十几拐杖 还是没打着 在这儿他浑身上下就见了汗了 徐良心中暗笑 这回该我还招的时候 再看着把大魂刀石展开望天一半 霞光万道锐财千条 跟朱良就站在一处 这个飞剑仙朱良可不是省油灯 这老家伙有六十几年的豪功底 经验丰富 徐良当年跟朱良碰在一块 没法比 也卖说徐良 金晶浩斗没两组 神行无影 盗气驴的剑客 古云飞 也不是朱良的对手 就因为徐良二次学艺 这能量猛增 所以才跟朱良打了个平平 不输啊 这就是什么便宜 因此两个人打了六十回合 没分胜败 这军长佛禅在后边关阵 佛禅一看 朱良够意思 为了我徒弟 人家破了命了 我这当老师的 能无动于衷吗 哎呀 这个臭鬼这把刀可够厉害的 冷气逼人了 一旦把朱老健哥给伤着 对我也不厉 想到这儿 他告诉左昆观阵 把龙凤大产一晃滑 他就帮上去 口诵佛号 拿弥陀佛 吵鬼 拿弥来 华 轮产变砸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看 干什么 俩打一个 那那行 云瑞早就收拾好了 甩掉英雄厂紧丝软带 银娃娃似的 刚才还真没注意 别看这小伙 长得漂亮 眼角眉梢 带着千层的杀气 身前身后 有百步的威风 娃娃 什么人 要问我 要问我 小有名气 人诵 绰号 玉面小达摩 白云瑞 听说过 佛禅没离开 禅于寺 就听别人对他讲过 心说 这就是白云瑞 紧毛鼠白玉堂的儿子 白云剑客 夏侯仁的得意门声 怪不得这么横 我认为他岁数不定多大了 闹了半天 是个光嘴巴的娃娃呀 因此金掌佛禅 带着三分轻视 白云瑞 你知道贫僧我是谁吗 我倒要领教 我乃金掌佛禅事也 白云瑞大吃了一惊 这家就金掌佛禅呢 人有古怪的相貌 必有古怪的能为 我听我老师跟我说过 这佛禅的金连掌 在江湖上站着一绝 要怎么叫金掌佛禅呢 今天遇上 我可要多加锦善 云瑞坐的心里都有数 把掌中刀一横冷笑离声 佛禅大师 我不明白 你是一出家之人 大慈大悲 因何拦住官差 莫非你的佛教 还高于王法奔成 白壮士 贫僧有难言之言呢 我这次来不为别的 我想救我徒弟王顺 你看你们不答应 这才发生了戒斗 假如把王顺给了贫僧 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 白云瑞啊 不要伸手了 伸手你也白给 别看咱两个人没见过面 对你的出身 我料之一二 有个谁 我们少林寺 有个风僧 最菩提灵空 教过你能的吧 还有个叫功也寿长的 教给过你能的吧 还有夏侯仁老建客 你受三位名师的真传呢 确实不含糊 但不管怎么说 你岁数在这摆着呢 经验还不是那么丰富的 归付归付 得到一定程度才行啊 因此说 你要想跟贫僧动手 你是非吃亏不可 看在林空大师 和白云剑客的份上 我不能跟你计较 我也不希望跟你动手 快些把道路闪开 把王顺交于贫僧 白云瑞冷笑一声 呸 佛缠 你手出狂言 白云瑞那脾气够多爆 比当年的白云堂 还爆上三分家 蹦起了六尺多高 双手捧刀是肉头就多 金掌佛缠 一看来势甚猛 赶紧使了个举火烧天使 望上招架 抬 斜着拿龙凤大产 望上一架 宝刀正披到肠杆上 半悬空中 知闪火星 把佛柴下了一闭眼镜 急忙背大产跳出圈外 仔细观看 呦 让白云瑞的宝刀 把大产给剁了个口子 没有半寸身 也差不多 仗着他这条产太粗 要细啊 这下给剁蛇了 白云瑞也吓了一条 这才知道人家是宝产了 恐怕把兵刃损伤了 跳出圈外 拉过金瓷龙林闪电 批仔细观看 一看刀热跟当初一样 他这心才放弃 不过夏的鼻子全是冷汗了 心说我这人太茅草了 再动手可要多加谨慎 就这样 荣瑞大战佛禅 徐良大战飞剑仙 四个人战成了两对 打了个难解难分 金掌佛禅一边打着 一边挑大指称赞 老子英雄而好汉 强将手下无绕兵啊 这白云瑞年纪轻轻 果然超出一般 这也就是贫僧我 要换个旁人 也能是他的的位手 我也得谨慎啊 不然 不死即伤 看来不动点 真格的还真不行了 他们四个人打的时间 也太长点了 这个左坤 左少良 就有点沉不住劲儿了 左坤一想 我这手下有二百人呢 我们卖不了的书该 都在这戳着 这大清白日的一会儿军队要来了 一看这干啥 对我们可不利啊 杂丘车 皮目龙 这活得快点干 速战速决啊 可是呢 朱料 佛禅 都没发话 他又不敢随便行动 因此急得的知冒汉 在对方 蒋平 展南侠 智华 也急坏了 心说我们手下也一百多人呢 都在这儿杵着 就指着徐良和云瑞 倘若他们两个 有点闪失 我对得起孩子吗 因此大家一商议 就打算群殴 乍着人多失重 干脆拼了就得了 谁也没想到 正在这么个时候 顺着那山辣子 后边 树林里边 溜得出一个人来 这人身高八尺挂领 满脸资厘 胡子都赶得沾了 身上穿那个衣服啊 跟油布 差不多少 补丁 罗着补丁 赠名刷亮 腰里几根破袋子 一个裤腿长 一个裤腿短 光着脚丫子 塌的一顺草鞋 身后背着个黄布的破兜子 鼓呼囊囊 也不知装的是什么 左手拎着个猪肝 右手拎着个唐锣 往脸上一看 这人还是双目失明 哎呀 走起路来 真困难 顺山石拉的拐过来 来到战场的 一边走 一边还敲着唐锣 他拉拉拉拉 他拉拉拉 算灵挂 算灵挂 大刘运挂 未不先知 不灵不要钱 算灵挂 他拉拉拉 他拉拉 单说小义是爱虎 他正护着秋车呢 听着这个声音 掌声去一看 哎哟 中卫啊 世外的高人 来了 徐良和云瑞 仗然大战 飞剑仙朱亮 和金掌 和金掌佛蝉 正这时候 来个拾目的老先生 这个人呢 还是算卦的 一边往前溜达 一边嘴里的念念有词 说着就来到出事地点 说着就来到出事地点 他来这地方 正好是左坤 左少梁 领人 竹扎的震脚 这左坤 回头一看就去皱眉 手提三极棍 紧走两步 哎 瞎子 你往哪儿走 滚 你眼瞎 你耳朵还聋吗 你没听见这打仗的吗 要把你伤着 你倒霉不倒霉 那边去 去 这石墨的老人 闻听不走了 翻着两个大白眼根 在这发愣 自言自语地说 人心不顾啊 什么事都有点反常 我说这位 您说话客气点 好不好啊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 又是个残疾人 你干什么 要五贺六的 要把我下个好歹的 你不觉得缺德吗 对 废话少说 瞎子 快滚 我您这话又说错了 听着错人 别说短话呀 本来我是残疾人 你一张嘴瞎子长 瞎子短 你这么讲话 可有点过分啊 你就敢保 你这后半辈不瞎吗 哎 人说话得留有余地啊 再者一说 你们打你们的仗 我算我的惯 井水不犯河水 你用得着发这么大脾气吗 他 他 算灵挂 算灵挂 哎 他说着还往前凑合 有两个庄客不耐烦了 手中拎着棒子就跳过来 那个意思啊 打算推这位老盲人 哪只的手 还没挨在人家身上 就见这老盲人 左手的青猪肝 望上一撩 蹦 正戳在这两庄客的花盖穴上 再看这二位乐子可大了 直着脖子 瞪着眼 温丝不动 就好像泥台相似 左坤一看 呀 我那这猪肝里头有什么 莫非 你是徐良一挡 后边的话还没等说出来 这老盲人把手中的青猪肝一晃 你也别动 崩 神棍无敌 左少梁也动不了了 就见这位老盲人 得谁捕了谁 凡是被猪肝碰上的 全动不了 眨眼间 有三十多人 全都站到原地 其他的人却吓跑了 因此阵脚大乱啊 飞剑仙朱亮和金厂佛蝉 打着打着 听这声音有点不对劲 用眼角的余光一看 啊 我发生什么事 莫非 徐良他们两路派兵超了我的归路了 我可不能掉以轻心 说着飞剑仙把五金的拐棍虚晃一招 撑 跳出圈外 金掌佛蝉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虚晃一铲 也跳出圈来 单手道题大铲 我们口诵佛号 阿弥陀佛 什么呢 正这时 这拾木的老先生 来在他们二位的中间 把糖螺往地上一放 两个手煮着青猪肝 一阵的冷笑 二位呀 你们都听好吗 嗯 朱亮和佛禅一看不认识 你是什么人 肉人 和你们一样 有血有肉 大活人一个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问你是谁 叫什么名字 方才 你应该用点穴方法 贬住这么多人 哦 你问这个 朱亮啊 你是聪明人 怎么说糊涂话 你应该明白 我是哪头的 相而易见 我打你的人 我就是讲评徐良那头的 好啊 老家伙你招鬼 朱亮蹦起来 赵这石墓的老者 就是一拐 他认为呀 他非躲不可 嘿 想错了 这位石墓的老先生 一不躲 二不闪 钉着布往水一站 把掌中的青猪肝一横 接了这一下 拐棍正砸在猪肝上 耳朵中就停下 把朱亮的五金拐杖 编起了有三十多口 朱的飞剑仙是绑壁 酸麻 往后倒退了七八步 他这才明白 石墓的老盲人 手里拿的不是猪肝 而是五金的一条冰刃 从外表上看向猪肝 就见这位老盲人 身子连晃动都没晃动 照样谈笑风生 朱亮 佛缠 方才我给你们二位算了一挂 这挂可不好啊 你们俩人现在走备运 主凶不主击啊 但是呢 挂象之中还有火 进一步山穷水尽 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希望你们二位悬崖勒马 要不听 可危险了 朱亮一听 这位绝不是普通的盲人 肯定是有来历的 因此他不敢打了 老先生 我请您倒个腕 怎么样啊 既然您想给解决这件事情 您把明信挑明白吧 到那时 我在考虑何去何从 阿弥陀佛 朱老剑客 言之有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看 我跟你们二位没法比 和你们二位还聊得起吗 飞剑仙 云飞子 朱亮 那多大的名望 金掌佛禅 那家在松山少林寺 金连掌站着一绝 可我是个残疾人 本来我不想报名 既然你们二位飞逼 那也没办法了 要问老朽 我家住冰山 北极岛 我有个大师兄 姓雪啊 叫雪 朱连 我是他亲师弟 人送绰号 医生罗响镇 千坤 挥泻老人 我姓周 叫周锐 周华 长 真是人的名书的影 这个老头不报名 环子罢了 报名之后 再看飞剑仙朱亮 和金掌佛禅 连二句话都没说 把脑瓜一扑了 啊 你就是走老剑客 正式 回头去 他们俩比兔子跑得还快 钻进山林 一溜烟不见了 拾目的老人是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呦 我认为这二位有什么能耐呢 这一报名 就都吓跑了 好吧 日后有缘分 再见面吧 那位说 这老头说的是实话吗 一点都不假 他就是封上人 雪珠莲的亲师弟 邹锐邹话畅啊 祝灵的挥泻剑客 本来他不想 他会这种功夫 把眼一瞪 气一闭 哎 同人反悖 你怎么看 怎么丑是残疾人 可到时候他把眼珠要转过来 比正常的人 锐利的要多得多呀 要是一般的人 不知的邹锐的名声 因为他身份太高 但是作为朱亮和佛禅 那可知道 因此逃之夭夭 在前文书咱讲了 邹老健客 路过少华山 帮了方树安 爱虎的忙 指点迷途 大伙才到少华山 抓住 假雪梁 没人家帮忙 这事根本 办不到 那么邹锐 邹老健客 是特为来给徐良他们帮忙的吗 不 他是在这路过 他本身有件事需要办 巧了 遇上这个事给帮的忙 邹老健客本身有什么事 到后文书 咱再交代 但说 朱亮和佛禅跑了之后 满天云彩可就散了 徐良和白玉瑞 赶紧把刀收起来 把衣服捡起来 穿好 老少英雄一起过来 给邹老健客施礼 邹老健客一礼相还 方树安挤的最前边 我老爷子 您可真有意思啊 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啊 你没事装大门瞎子呢 我您把您的眼珠转过来 行不行 哈哈哈哈 我本来就是个盲人 你叫我怎么转呢 算了 这事谁也别提了 我说 我说徐良啊 嗯 在 白玉瑞呢 在 我听说你们这俩小伙子是后期之秀 了不起 了不起呀 不过呀 我要正告你们 解交 解造 我的话你们懂吗 我们懂 哎 人可不能骄傲了 傲者必败呀 只要你们两个人虚心向学 将来前途 不可限量 可话又说回来了 你们俩要一骄傲 就得身败名裂 别忘了 露脸和线眼紧挨着 就好像一层窗户纸 等这脸露的一定的程度 要保持不住 可就要现眼了 是是 我们记住了 好 哎呀 不耽误你们的事了 你们快点压着贾徐良 回东京 老朽 我还有点事需要办 咱们是后会尤其 说什么也留不住 走老江客走了 这才叫高人啊 神龙见首不见尾 来无踪去无痒 来得匆忙走得还快的 蒋平把小脑瓜一晃 真高人也 比不了比不了啊 可这件事过去了 左昆他们怎么办 有三十多人 全用点穴发给点到这儿了 方树安过去 把腿抬起来 一脚一个 踢到一个穴道就破了 拿伤给捆上 后来把左昆也给抓住了 哎 这左昆呢 长了一张好嘴 见识不好 他是剃泥横流啊 各位老爷 各位老爷 饶命啊 各位老爷 我是好人啊 不信你进大柳屯去打听打听 我是个善人啊 可不过我倒了没了 认识个朱亮 他又是我本门的师叔 这回求的我的名下 我不敢不答呀 这才给他当了帮凶 结果审犯了国法 到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 各位老爷高抬贵手 饶了我们 各位 大伙儿就瞅是个熊货 怎么办 不答呀 还得找人批笔 弥定罪状 给他送交有私衙门 现在哪有功夫干这事 蒋平跟徐良一商一算了 但能容忍 妾容忍 咱就本着这么个原则 多个朋友 比多个冤家强得多 把他饶了得了 就这样把左昆给饶了 哎呦 左昆带领庄客 感恩不尽啊 非要把徐良他们 接到庄子里盛情款待 众人恐怕发生意外 也就谢绝了 这左空赶紧命人 回到庄子里头 拿了不少的好吃喝 用酒毒入 灌了不少好酒 另外呢 还给弄出好几十斤酱牛肉 他怕大伙儿对着不相信 酒他先喝 肉他先吃 让大伙儿看看有没有毒 然后把这些东西送给拆官队 临行之时 他还赠送了一千两白银 蒋平说什么也没有 规劝了他几句 这才分别 咱们简短结束 离开大柳屯 赶奔开封府 这一段路 平安无事 这一天就来到东京的风秋门 蒋平等瞅着城楼了 眼泪掉下来 哎呀 没想到 还能回来啊 各位啊 你们这阵是什么心情 方叔安挤得最前边晃着大脑袋 嗯 我说两句吧 西湖间 清生丧命 大兴春 两世为人呢 我各位 咱们是大难不死 必有厚福 在外呢 咱们都福大命大 造化大 回到京城 为好好祝贺祝贺 对 应当好好祝贺 大家高兴的是手舞足蹈 进了风秋门 顺着棋盘大街一拐弯 来到开封府 开封府啊 早就得着信了 以红笔师爷公孙策为首 带着开封府的众位拆官 张龙 赵虎 王朝 马汉 董平 薛霸 李贵 娄青 耿春 杜顺 江帆 黄茂 李财 包兴 等等 都在府门列队公后 一头的蒋平他们回来了 公孙策吩咐一声 放鞭 放炮 快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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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哎呀 住在开封府附近的 以及往来的行人 围了个风雨不透 简直比耍龙灯 过春节都热闹 公孙策把蒋平众人接近府中 徐良告诉公孙策 公孙下声 这个秋车里的装的就是紫面金刚王宿 我们千辛万苦就是为了他 终于把他捉拿归案了 这个事就交给你了 又押家抗管 三将军 放心吧 跑不了他 来 暂时押到开封死囚牢 这个王顺呢 没个跑 往死牢里他一关 三道大索 要带着那么重的刑具 那还有个跑吗 单说公孙策 带着张龙赵虎 把老少英雄接近拆棺棚校围所 这个校围所呀 分东西两面 二十间房子 非常宽大明亮啊 众人到这就到了家了 毫不拘束 摘帽的脱鞋的 烫脚的洗脸的 干什么的都有 大家搂脖子抱腰啊 谈不完的心里话 蒋平和徐良简直有点接应不暇了 公孙先生瞅着白云瑞 还有几个人有点发愣 瞅着几个人眼生 蒋平这才给做介绍 公孙先生 其实说起来没外人 只是没见过面便罢 你看这小伙子长得像谁 公孙策一乐 太像白五爷了 对了 他就是锦毛鼠 白五爷之子 叫白君锐 新出世的英雄 人送绰号玉面小大摩 哦 你是个瑞啊 孩子 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 你五岁的那年 我还抱过你呢 说话之间公孙策眼泪掉下来 看着今天的白云瑞 想起当年的白玉堂来 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 蒋平又把钟林 蒋昭 蒋小义 等等众人都给挨个做了介绍 大家落座 吃茶 有人到里边给包的人送了心 哎 时间不大 大总管包心 乐乐呵呵来到校卫所 朴莲蓉进了一抱拳 四老爷 徐三将军 各位 相爷听说众位回来了 特别高兴 本来今天应当上朝 特为命人请了假了 如今在书房公后要接见众外 大家跟我请吧 大伙一听 相爷在百忙之中要接见大伙 能够高兴 一个个心情非常嫉妒 把这个变装就脱了 头上有功名的 过去受封为官职的 全穿上官服 那像白云瑞了 方硕安了 钟林等人了 他们新来的 皇上没有加封官职 只好穿变装 大家分成了两队 赶奔书房 白云瑞这心是非常嫉妒 要看一看局势文明的包青片 这时 包青把这门链高高挑起来了 各位请吧 大家走进书房 一口包的人 这个书房也太宽敞了 来一百多人 显不出来拥挤 以蒋平为首 众人跪倒在地 纷纷给相爷问案 包的人身穿着变装 满脸是笑容 挨个给搀扶起来 各位辛苦了 请起 请起 四亿是相爷 徐三将军 嗯 相爷 你们回京的消息 我已经奏命当今圣上 皇上龙岩大跃 欢准备在乐舞楼接见各位 包大人在书房 接见了老少英雄 给大家道了辛苦 然后让众人归坐 蒋平把新出世的几位英雄 诸葛的向包的人做了介绍 当介绍到白云瑞的时候 包的人拉住云瑞的手 心里都非常难过 一看这骨血的关系 可真了不得 这白云瑞怎么活活的像白玉堂啊 越看越是锦毛鼠 看着现在的云瑞 想起当年的白老虎 包的人这心呢 真是难过极了 看看自己的胡须 已经发白了 人哪能没老呢 这白玉堂的后人都成人了 问了白云瑞学艺的经过 又问了他母亲的身世 以及最近的情况 白云瑞一一做了回答 蒋平在旁边补充 相爷 云瑞可立了大功了 老子英雄而好汉 自从他出世以来 给国家立的功劳是无期待数 我业余筑条的都给他记上了 请相爷过目 包的人接过来 这是一份功劳簿 像流水仗似的 就仔细的看了一遍 然后包的人设便宴 款待各位英雄 白瑞心里纳闷 他觉着包的人这么大的官 这架子不定得多大呢 结果这么平易近人 说话这么随和 心里头真感觉到非常温暖 怪不得我四伯父蒋平 我三哥徐良 他们为开封府这样卖命 跟包的人用人得当 有一定的关系 云瑞猜的一点都不假呀 这个用人 那是一门技术 又是一门高潮的艺术 不会用人 别人骂你祖宗 有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出来 会用人 别人玩了命 也没有怨言 包的人就会用人 你别看脸黑 胸怀锦绣啊 用的这些人还心服口服 各尽其才 有多大劲 十多大劲 鲜言少叙 吃完了便饭之后 包的人一时高兴 让公孙策 把开封府的明优 请进府中 特例的唱了一出大戏 给大伙开开心 然后包的人吩咐 放假三天 大家好好休息 如我修下本章 奏明片子 哎呦 大家可得到休息了 有的洗澡的 有的在校卫所睡觉的 有的安排住处的 有的办自己私事的 咱们不一一交代 四天之后 圣旨下来了 要在金龙宝殿 接见各位英雄 头一天呢 公孙策就忙上了 交给各位英雄眼里 那见皇上 不是随随便便的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一抬头一皱眉 那里都有蚊帐 要不怎么叫 有尺寸的地方 怎么磕头 都有一定的规定 但是这些人 非常聪明 无数都能小到身上 何况礼节呀 因此不到一个时辰 都学会了 到了四日四更天 包的人早早的起来 升作文华大教 怀抱象牙护板 前护后拥 赶奔金链 老少的英雄 在大教左右 保护着 一直先来到朝房 包的人下轿 众人跟随 走进东朝房 方树安和白云瑞一看花 这到了戏园子了啊 啊 这些唱戏的都在这儿呢 有顶盔的 有戴纱帽的 什么模样的都有 再看这些人 在看这些人 纷纷过来 跟包的人打招呼 包的人也把云瑞叫过来 挨个的做了指引 大家在东朝房 大家在东朝房后指 日头四出来 没出来的时候 也就在银石刚过 就听见 金钟三声响 玉鼓六声吹 让大家听着 庄严肃目 这时 文武百官赶紧站起身来 正贯 抖袍 温东武西 排班战好 就见 三道进门开发 大家顺着汉白玉的荣路 走进八宝金链 以蒋庭 徐良为首的众人 没敢动 都在朝房后指 没有皇上的旨意 没资格进去 单说包的人 来到班部之中站好 一看皇上升坐九龙口了 君臣 见面之后 文武百官 行了大礼 山呼万岁 然后归班 就见四帝人宗 是满面春风啊 包清 承扎 你的本章 朕 看过了 蒋瓶 徐良 他们已经 奏 凯 昏朝了吗 正是 现在 何处 都在朝房 后指 没有万岁 玄兆 不敢 随便 进来 哦 包清 替朕 传旨 不管是谁 凡是立有战功者 一律带上八宝金殿 朕 要各个问话 成 宗旨 包的人来到朝房 先把蒋瓶叫过来 江平啊 皇上的心情非常好 已经传些圣旨 让你等进阶 你们可千万多加谨慎 是 中文啊 听见没听见 可不幸找麻烦 啊 现在要见皇上了 那是人王地主 皇帝陛下 说话也好 动作也好 不经允许 不能任意行动 明白吗 众人点头 也按照文武百官的意思 分了两大队 左面有蒋瓶领着 右面有徐良领着 赶奔 八博金殿 方树安在人群里边 偷着翻眼一看 我明明 我这地方也太好点了 也不光说方树安感到吃惊 白云瑞也不例外 再看这院子 非常宽大 平整 脚下 全是汉白玉的条石铺的 两边有花池子 也不知栽的是什么花 就觉着阵阵香味扑鼻 往里边一看 汉白玉的涌露两旁 有二十四头巨像 就那燕渡大象啊 但人这象是干净的 白毛 瞅着像大白段子似的 身胚着紧装 脖像下挂着紫金铃 瞅着那么庄严 过了象群之后 是五百名金甲武士 一个个头盔闪着汉光 手里边大刀长矛 弯弓 母剑是全身的戎装 一个个脸对脸站着 连眼睛都不眨门一下 不知道的 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半 那么大的龙瓶 鸦雀无声 方树安再往上一看 汉白玉的栏杆 分九层 每一层都有宝顶和铜柱的仙鹤 里边轻飘飘的冒着香烟 提鼻子一闻的还真挺香 可能是贬得贪香 再看 无数的美女 就好像月宫的仙子相似 是排般战力 虚无缥缈 给人以画外之感 就好像直升于天上人间 大伙顿时 搅着心旷神仪 飘飘然 燃飘飘 都不知道卖哪条腿 走上金卷 包的人用手一指 大家跪下 事先早都训练好了 有蒋平带头 我等 残剑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当然了 粗声的戏声 这什么声音的都有 四地人宗赵真 首夫龙书案 往下注目观看 看完了之后是非常高兴 让包的人站到龙书案旁边 桌子上呢 放着功劳布 每个人的经历 姓名 这上的写的清清楚楚 那么见过的 还封过观的 就不必细说了 还有些生人 皇上没见过的 人宗赵真用手一指 哪一个叫蒋昭 蒋小义 蒋昭一听 赶紧一扬脸 最臣就是 抬起头来 是 皇上往下看了看 一看这小伙长挺带劲 包卿 陈赛 他就是蒋平的 执而不成 仗势 好 我看这上写得很清楚 蒋昭 也为国家立了不少功劳 是 大功小功 一共二十一届 人宗满意的 扁扁头 蒋昭 难得你 小小的年纪 有如此胆量 能为国尽忠 为朕效劳 朕非常高兴 家房里 六瓶带刀 校尉 支支 蒋昭一听 啊 我当六瓶官了 徐良 登了他一下子 心说你愣什么 你还不谢恩 蒋昭这才明白过来 赶紧磕头 谢主拢恩 万岁 万万岁 蒋平在旁边也屁侦高兴啊 那位说六瓶官太小了 啊 小 脑 脑多少年脑不上的 还有的是呢 何况是练武的一个武夫啊 再者说 像这伙人 要想升官 那来得非常快的 这一见面就给六瓶官 皇上够大方的 蒋昭 磕完头 磕完头 谢完恩 不说 皇上翻了两瓶 眼光要落到钟林的名字上 哪个是钟林 臣赞 皇上一哈哈 我这小孩 黄面晶晶晶 细高条 大个 是央兄的气概 看着心里就高兴 朕问你 你可是钟雄之子 正是 老子央兄 而好汉 好啊 朕也加封你六瓶带刀 孝未知之 臣谢恩万万岁 皇上翻了一篇 眼光落到房书庵身上 其实房书庵呢 是房屋的房 不是姓方 这人叫白了 管他叫房书庵 皇上看完之后 哦 这是个贼出身 对这个人很感兴趣 看罢多诗问 哪一个叫房书庵 哎呦 房书庵一听个坏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 一着急 没词了 光拉屁 因为说拉什么屁 他没鼻子 不都疯 房书庵晃得大脑袋 这一下可不要紧 把满朝文武斗的全都乐了 连四里人宗赵真 乐的也以袍袖掩面 这一想 这怎么查这是 这为什么毛病 教会什么 把包的人吓得脑门子冒汗了 赶紧给解释 陛下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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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由于他太激动了 您这一扁他的名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另外这个人五官还不全 鼻子受了伤了 故事发出这种嗡嗡的声音 哦 真不怪 既有事 皇上一瞅 这位岁数不小了 挺细个脖子 挺大个脑袋 饼子脸 还没鼻子 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像那么大的脑袋 你戴个大点的帽子 包还戴个小帽子 就在脑瓜顶上顶着 让人看着滑稽可笑 但是挺有人缘 黄生瞅着还挺高兴 你就是房淑安 正是罪民 你咽和口称罪民呢 万岁有所不知 我呀 长这么大 没干过好事 我从小就没爹没娘 跟坏人在一起长大的 偷鸡摸鸭子 是什么坏事 我干什么 这事为什么呢 人贫质短 马寿 毛长 又倒是良心丧于困地 真是实在没办法往我逼的 话又说回来了 我但能吃上一口饱饭 我也不至于干这缺德事 就这样 我就出了到沟里去 食神于贼了 我办了不少坏事 按我所作所为 扒皮 草炫 灵池 连天灯 全都够 你看这套词 皇上还没听过 你看别人说话 咬文 嚼字 说话呢 还有音律 唯独房淑安 说话 不受拘束 皇上听着还特别爱听 包子人有几次制止方淑安 都被仁宗给拦住了 叫他随便讲 真爱听他说话 这方淑安更拉开话匣子了 有打过去讲到现在 特别是讲到他这鼻子怎么没的 怎么骂徐良 叫徐良把鼻子给拉下去了 后来怎么败的干脑 把私底仁宗乐得 眼泪都出来了 满朝文湖也捂不住劲的 全乐开了 像这种事情 在庄严肃穆的八博金殿 这还是绝无仅有的 最后仁宗收敛了笑容 房淑安 你罪名在 我很喜欢你 你方才讲的都是大实话 没有虚假 人呢 就要诚实 虽然你过去做了不少坏事 但你能改恶向善 这就不实为好人 李英家讲 方才朕看过了 自从你投靠了开封之后 立了不少战功 因此朕 家放你 五品 带刀 效尉 支支 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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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几品 五品 你比 钟林 和蒋昭 还高着一品 是吗 哎呀 我的名字 甭问 我们家那祖坟 冒青烟了 我们家那老人 不定哪一辈做了好事 哎呀 他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 赶紧望上磕头谢恩 方说 按这个事过去之后 最后是白韵瑞 皇上特为 欠身离作 来到白韵瑞的进前 刺平身 拉住他的手 看了半天 韵瑞啊 你还记得不 你五岁那一年 你母亲带着你赶奔八宝金殿前来辞行 朕 欲比亲批 让你们回原济浙江金花府白杰港 朕 朕 我相见 朕是非常的高兴啊 你娘可好 托万岁爷的福 我娘很好 家中可好 一切平安如意 好好好 这就不错呀 赶紧 赶紧 朕要重重加封于你 白云瑞贵岛 华上今天呢 确实是记忠 加封白云瑞 二平将军之之 这一句话就二平官 鹤立鸡群压到一切 另外加封山县徐良 二平将军挂总兵匠 这总兵是五官的最高头 挂总兵匠吃一等俸禄 比云瑞高着半计 白云瑞一看 那行 我刚来呀 我比起各位了 我差的多的多呀 因此云瑞一再请辞 要求皇上收回成命 我不配当这么大的官 但是 皇上说话是金口欲言的 说出去 就不能忘回收了 包的人让云瑞谢恩 皇上又传指 让老少英雄 骑着马 在东京要夸官三日 京城要放假 吴天 以示众后 包的人请指 假徐良紫面金刚 王顺 已经压到开封了 请指定夺 皇上一听 王顺这个小子 罪以恶 滔天 要不是因为你 我能得罪徐良吗 插一插 杀了我的忠臣啊 你这个小子 烟损毒辣 可杀而不可留 因此皇上 欲比 亲批 把紫面金刚 王顺 交给包的人 全权处理 给死者报仇 然后把人头砍下 挂到云阳 适口适中 皇上把龙袍 一摆 退了电了 老少英雄 回到开封 刚才授封当官 这些人 也穿好了 官服 哎 看白云瑞 钟林 蒋昭 人家穿上官服 特别好看 唯独这方叔安 怎么看 怎么变的 把大伙乐的 眼泪都出来了 这时包的人 把徐良 蒋平 白云瑞 请到书房 商量 惩治 王顺的办法 蒋平说 相爷 对他不能心慈手软 抬堂摘心 徐良也说 八皮草炫 活剥了他的皮 云瑞说 给死者的老三位 寄灵 包的人全同意了 就定在第二天 开封府戒备森严 包的人把桌子一拍 来啊 在死囚牢 提王顺 不 包的人生作公堂 三峡武艺 小武艺 小七节 老少的英雄 全都到齐 包的人把虎斩一拍 张龙 张龙赵虎 在 在 提罪犯 王顺 干 两个人 赶奔开封 大牢 先 先 找着 提 劳官 验过火票 登了计 从死号里头 把王顺 就提出来了 这些日子 以来 王顺 就知道 准死无疑 因此 吃饱了 就睡 所以 他不但没瘦 还养肥了 上乘 摇一摇 还能长 十五斤肉 今儿个 他一看这形势 就预感到 末日 来临 张龙赵虎 吩咐一声 把他的刑具 撤掉 变成了绳子 单三扣 双三扣 拿扣 不仅 用脚蹬 啪啪啪啪啪 哎呀 把那绳子 还能都勒肉里去 把王顺 疼得是 呲牙咧嘴 从死号里 提出来 先到院里 院里有个 不大的小庙 叫玉神庙 让他往庙前一跪 先给玉神爷 磕了头 紧跟着有人 把他的发际 给抖了开 站着胶水 把这头发 重新给输了输 输了俩小鸡 转圈 插满了纸花 这标椒一干了 这人这个难受的滋味 就甭提了 这也不知道是谁 留下着繁琐的规矩 之后 刀斧手架着他 才拖上开封大堂 到了现在 王顺也不横了 老老实实 往堂口下一跪 包的人赵丽 问了他的姓名 年纪 季冠 祖宗三代 核实完了 又问他的罪证 王顺也不含糊 凡是自己 所犯下的罪行 一一招任 最后包的人 叫他化供 化完了供 验名正身 然后把猪笔拿起来 在王顺的名字上 啪啪一勾 这就算判处了死刑 历历就得出绝 但是呢 王顺罪太大 不能这么便宜他 要命人 把他架到开封的跨院 这会儿王顺呢 早就成了狗熊了 三魂 跑出里哈欠 光剩一个了 他就脚着两腿发软 黄黄乎乎 往院中观看 就见高大的陵棚 陵棚里头有金山 银山 金车 银车 铜男 玉女 晚连高挑 其他的他全看不清了 这是张龙赵虎 领着柜子手 把他带进灵堂 面对着三口棺木 让他跪下 这棺木当中 正当中的 钻天属卢方 上锤手 彻地属寒张 下锤手 村山属 徐庆 徐三叶 自从他们老三位死了之后 这尸体啊 已经不像样子了 经包的人批准 把他们火化为灰 装进古瓷蝉 而后装进棺木 不然的话 这么长时间 那不都腐烂了吗 因此 保持得干干净净 每一天 都有专人负责 在这清扫 由于今天是大报仇的日子 昨天晚上 就有人做好了准备了 因此 这灵堂布置的是 庄严肃木 而且 充满了杀机 以巴王前岁 赵的方为首 派出来 派出来四十八处 都从文 到开封府来致哀 愚者 兵 行 公 立 护 礼 六部九卿 十三科道 每个衙门口 都派来了代表 即使不来人 也送来了碗联和祭品 开封府的跨院 都堆满了 王顺把头一滴 在这等死 单说包的人 腰里系着根白袋子 亲自到灵堂碾香 祭典之后 家属们开始痛哭 徐良头顶马棍 身披重笑 先给两位伯父磕完头 又给父亲的官国磕了头 哭的是死去活来 在场的人 无不累下 哭罢多时 开始拿王顺开刀报仇 这掌刀的就是徐良 再看白眉大侠 秀面高安 手贴一把匕首尖刀 来到王顺的进前 咔嚓 把他的衣服给撕开了 而后一刀刺尽前心 把他开一趟该心 这些事咱不必细说了 接茶大伙又哭 哭完了喝完电酒 包的人传话 把王顺的人头砍下 挂在云阳市口 让老百姓观看 这件事 惊师都震动了 简短结束 超渡完了 又过了几天 烟消云散 下一步干什么呢 徐良 韩天井 卢真 向包的人提出请假 要运送灵鹫 回元祭 得把老人入土为安 这个事在情理之中 因此包的人 豪为犹豫 马上赵主 给这三个人 每人一百天的假期 回家把丧事办完了 就赶回开封镇治 当山县徐良临起身的时候 白云瑞 方淑安 小七节 小五役 大家送出城外 是恋恋不舍呀 白云瑞拉着三哥的手 三哥 您可得早点回来呀 您一日不在我身边 我就叫他心里都没底 徐良也乐了 老小的 瞧你说的 你放心 我回去赶紧把伤事处理了 让老人家入土为安 然后我就返回来 另外老兄他 我走之后 这枪金重担 可就落在你身上 你还年轻 为人处事 可多加加点 有个大四小枪的 要请示我假死属 小弟 记住了 三哥 一路保重 属小弟 不能远送了 瞧回 瞧回 细波大头鬼 方淑安 还只抹磨眼泪 干老 别 按理说 我应当跟你一块走 可包的人不准嫁 我空有其心 没有其力 我干老 您在坟上替我爷爷多磕几个头 带出我的份来 干老 早去早回 徐良点了点头 就这样 卢贞 韩天锦 徐良 都走了 徐良呢 回山西太原府 齐县 徐家庄 卢贞跟韩天锦 回的是悬空岛 卢家庄 你看这几轮 这一走啊 开封府 就好像倒了半边天似的 人们觉着无精打采 头些天 连说笑的人都没了 哎 过了十几天之后 哎 他逐渐的恢复了 在此期间 开封府什么事也没有 东京便凉 也平安无事 白云瑞感觉着当官 这玩意不错啊 吃饱了没事 到校围所坐一会儿 然后到街上就溜达 乐意洗澡就洗澡 乐意上饭馆吃饭就吃饭 无拘无素 可是就在这一天 白云瑞早早的起来 还没等吃饭呢 白云瑞从外边进来了 少爷 什么事 有人给您送了一份请帖 哦 拿来我看 白福把请帖往前一递 云瑞接过了一看 是一封烫金的请帖 大黑丑 闹了半天 是太师府送来的 老太师庞吉的三儿子 也就是三国舅庞虎 今日完婚 请遇面小达摩二品将军白云瑞 前去复习 云瑞就是一愣 虽然说他跟太师庞吉没打过交道 但是他有耳闻呢 他深知 这庞吉 乃是大宋国朝 陶一等的奸臣 这个老家伙 账瓶女儿 嫁作西宫 陪王半嫁 悬秤卖官 非亲不娶 非钱财而不重用啊 跟开放府的包子人是熟一伙 不通路 念得喝心不喝 心说我跟他素无往来 他儿子结婚 请我干什么 我是去 我是不去呢 要一想 这事 我得问问我四伯父蒋平 他拿着请贴出了门 来到蒋平和展兄妃的屋里 正好这二位正在那闲谈 云瑞先行了礼 把请贴往前一地 四大爷 您看看这个事 我是去好 是不去好 我看看 爷爷爷 我这老太师庞吉 儿子办喜事啊 啊 就是这样 还得说人的名树的影 开放府这么多官人 他不请 专请你遇念小达摩 可家孩子 你是隔着窗户吹喇叭 名声在外 四大爷 我是问你我去好 还是不去好 这 哎呀 这么大的事 我也难以做决定 还是请师请师相爷吧 就这样 蒋平展兄妃陪着白云瑞来见包的人 包的人听完之后也是一愣 心中暗响 老太师庞吉 自从被我本餐之后 皇生动怒 将他学职为名 在家闭门思过三年 而后 皇上又大发善心 下了一道旨意 把他官服原职 太师庞吉扶职后 跟自己 没看出有什么毛病来 反正不笑 不说话 尤其又铜殿称臣 短不了磕头碰面 包的人一想 也许太师庞吉 有意跟我套近乎 让云瑞前去复习 要不去 对他的脸面上不太好看 我肯定是不能去的 那么开封府再不去个代表 显见着交代不下去 因此包的人思前想后 做出决定 有人说呀 在 既然老太师看重你 确知不公 你代表本格 到帐房支二百两银子 赴宴去吧 另外见着太师 要代替我 向他祝贺 遵命 白瑞刚要走 方叔安一条链进来 能呢 能呢 我向爷 老叔啊 刚才我才听说这件事 我说 庞吉这个人 狗改不了吃屎 跟这种人打交道得千万留神 不然 就您吃亏 别看我老叔能耐大 可是初次到东京来 人生地不熟 在这种场合上 难免还是短练 相爷 我斗胆请示一下 我陪我老叔去一趟 您看怎么样 包的人乐了 说 既然你有此意甚好 那你就陪着云瑞 一起去吧 多谢相爷 和把方叔安乐的 都美到云菜眼里去了 跟云瑞两个人出来 到校卫所 自己的住处 先更换了衣服 迎去祝贺 表示庄重 没穿便衣 都穿着官服 银俩也没骑马 离开开封 赶奔太师府 这趟大街 住的都是 达官显贵 他是把头这一家 光他这座 太师府 前后就十七层院子 光房子就多达 数百间 门前 有一对石头狮子 非常敞亮 一丈五尺多高的照地 这座府门 是无为高大 云瑞和方叔安 到了之后 再看车马扬门 府门外 扎着牌楼 踩灯高挑 人寒马丝 那人是拥挤不透 光是送礼的 都得排着号 白瑞一皱眉 回头问方叔安 叔安 咱们应该怎么办 老叔 这事您甭管 您是主人 我是奴才 全交给我了 您在后边听信 这方叔安 拎着银子 画着大脑袋 挤进人群 哎 我哪位管事啊 我哪位收礼啊 其实啊 今天他也是 武广收礼的人 那就好几十个 里面 里面还有几个总头 别看手里 显着不爱 谁往前一凑合 这就连吃的在乎 别别别别 我们是公布衙门来上里的 拿衙门也好 好 我们摘着去 没轮到米班上呢 哎 是是是 喝 方叔安一看 还了不得呢 常言道 官不打送礼的 狗还不咬拉屎的 你看这太师傅 这个钻的横劲啊 连送礼的人都呲呲呲呲呲 我胖胖 方叔安画着大脑袋过来了 冷不定把桌子一拍 啪 把这位帐房先生吓一蹦 我问你什么毛病 什么毛病 上里的 你 你哪呢 看看这个 方叔安一伸手 把开封府 无品带刀校尉的 龙边信票 往桌上去放 这玩意还真好使会 一看开封府撒字 这位先生乐了 哎哟 闹了万天上 方的老爷 实敬实敬 哈哈哈哈 怎么 你也上礼来了 对了 不单我上礼 往我身后瞅瞅 这是皇上亲口加封 二平将军 二平将军 玉面小大摩 白云瑞 代表我们包的人 前来祝贺来了 是啊 哎哟 实敬实敬 这位先生站起来 回首叫过一个小伙计 跟他耳语几句 这小伙计撒脚如飞 进了府了 时间不大 太师庞吉府里 大总管 名叫庞喜 从里边接出来了 在太师府当总管 那都不简单 再看庞喜来到方树安 和白云瑞进前 一躬到地 白的将军 方的将军 欢迎欢迎啊 说实话 这两天 我们太师爷 就提念到二位的名字 特别是白的将军 说实话 就怕您不来 您这一来 给太师府给贴了金了 里边请 里边请 白云瑞一看 人家蛮热忱 也就不能端着架子了 赶紧笑脸相迎 说了几句客气话 先得上礼 就这样 白云瑞代表包的人 上了二百两银子 他个人上了一百两银子 方树安鼓了半天劲 上了一两银子 白云瑞也不好意思乐 心说这点钱 你拿得出手去 方树安心说 他们家有的是钱 我就上一百万两 他也绝不出多来 干脆就少点来吧 可手里的人 不敢说别的 如书给写上之后 只手往里相让 这庞喜 一直把云瑞方树安 让进东夸院 二位将写请坐 如我禀报 太师 白云瑞往院里一看 哎呦 这院这个人 没有老百姓 是上这儿来的 都是六瓶棺以上 他就像穿梭似的 出了一帮进去一帮 乱乱哄哄的 等了要有片刻之功 这庞喜 这庞喜真把太师庞吉 给请来了 就见老庞吉 身材高大 面似油粉 一部花白胡须 这肚子简直 大的都出了汗 今天他穿了一身 便装 头戴金翅软相襟 身穿软烧的团花袍 腰里素质凉带 大幅便便 一走一喘 由庞喜陪着 来在书方 白云瑞和方书安 赶紧站起来 你不管心里的多不痛快 人家的身份在那排着 白云瑞这个将军 跟太师庞吉 那怎么比 那从天底上 比得低比一些去了 庞喜赶紧给介绍 玉面小大摩白云瑞 强步欺身 赶紧施礼 太师在上 卑职白云瑞 叩见老太师 说着就要磕头 方书安在后的也紧白 老太师一向可好 方书安 我给您磕个头 不不不 请起请起 哈哈哈哈 庞吉拉住 他们两个人的手 不亲假亲 不进假进 特别是他注意着白云瑞 孩子 我可不是套近乎 看着你 我就想起你爹 白云堂来了 哈哈 没想到长江水后浪 催迁了 城市上一辈新人 替旧人 你都这么大了 罢了 我听皇上跟我说了 自从你出世以来 给国家立了不少的战功 真是我朝青天博玉柱 家还紫金粮 太好了 云瑞啊 我怕你不来 你这一来 老父非常高兴 快坐 快坐 云瑞心里暗想 都说 旁级不是东西 这人这不挺随和的 一点锅架子都没有 你看见着我多亲热呀 可云瑞又一想 且慢 凡是这种人 都是咬人的狗 不露齿啊 我呀 可多加监点 千万不能 调以轻心 不但云瑞这么想 房淑安 翻着小母狗眼 心里打算盘 心说 旁级 你就说的多么天官赐福 你也不是个东西 一会儿我劝我老叔 喝口水赶紧离开 是非之地 不然 我们爷儿俩是非倒霉 不可 太师旁级 非常热情地 换带着云瑞和方淑安 究竟这老家伙 心里怎么想的 实在叫人难以琢磨 后来啊 外边又来了客人了 庞吉这才起声告辞 林行之时 对白云瑞说 白的将军 你既然来了 你可不能走啊 今天得多吃多喝 老凤还要向你敬酒呢 哈哈哈哈 十陪 十陪 他转身走了 云瑞本来想走 方淑安也不累在这待着 但一看这庞吉太热情了 就这样抖着抖着一走 显着礼貌上交代不下去 时间不大 庞喜来了 二位将军 外边开席了 请二位到外边吧 两个人跟着庞喜到了大厅 又一看着人那就更多了 来的人 都是五府六部九青四巷十三科道八的朝臣 公里公外的人 公里公外的人不下千十余号 一个个珠光宝气 光彩多梦 云瑞和方淑安站在人群里头 时间不大 婚礼开始举行 就要见三国旧庞虎 冒叉公花 十字披红 身上穿着男袖平津的大红袋子 袍裤 这新娘子 凤冠霞 珠光宝气 在男女伴郎的陪伴下 在鲜花虫中 大败天地 这些繁琐的理解 咱不必戏表了 十万里之后 新娘子被人扶着回新房了 新郎官留下筹谢来宾 这时候庞喜又跑过来 让白云瑞方淑安坐到第二张桌上 这张桌上 没有白云瑞啊 最小的就是方淑安和白云瑞 剩下有九成兵马司 五军都体府的元帅 都在座 跟云瑞他们打了招呼 时间不大 罗列背叛 这些仆人们像穿梭似的 一样一样往上端菜 方淑安提着鼻子一闻 心说真香啊 没等吃呢 这穿味就钻到里边去了 他往桌上一看 猴头燕窝杀鱼吃 竟是没吃过的好东西 心说罢了 老庞吉真活得出去 可也难怪 你哪来的钱 还不是挂尽了民脂民膏吗 哎 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方淑安一想啊 我长这么大 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今天别白来 我还花了一两银子呢 我就捞捞本 您看这位 甩开腮帮子 掂起大槽牙 这顿吃 人在座的人 都有身份 大家互相谦让 唯独这方淑安 不管这套 他吃了个老板 有时候云瑞 就拿手推他两下 觉着他 他有点失礼 方淑安心中爱笑 老叔啊 你待这讲什么理 不吃白不吃 我这就对了 你说方淑安多有意思 背着别人不知道 把手绢拿出来了 挑那最好的点线 还包了几块 揣到怀里 正在这时 老太师庞吉 跟三国旧庞虎 来敬酒来了 庞吉 先给做了指引 庞虎见过云瑞和方淑安 白将军 欢迎您光临 别人 我敬一杯酒 您可得例外 我敬您三杯 云瑞一笑 散过酒 小可不胜酒量 哪里哪里 央雄海量 您这叫客气 来 我要先敬您一杯 普人拖着个牌 把银杯放在这 三国旧庞虎 先给云瑞满了一杯 云瑞一看推辞不了 一阳波喝下去了 他又敬了第二杯 云瑞就不想喝 庞虎说 哎 你看 老叔啊 喝就喝呗 今天是喜酒 一阳波就下去了 云瑞一横心鼓打 又喝下去了 庞虎又敬第三杯 云瑞就像喝汤药似的 咧着嘴 又喝下去了 庞虎大喜 八了 白将军您真傻了脸了 改日 我还得请您多喝 方老呀 多喝多喝啊 失陪失陪 说着跟他爹 要到别的桌敬酒去了 白云瑞就叫他 头重脚轻啊 心里灯灯直跳 那么多好吃的 吃不下去了 他就打算走 可一看这桌上 别人都没动 自己这一走 别人还得送 给别人找麻烦 因此云瑞耐着性子 在这等着 哪知道酒宴吃完了 还没完事 庞虎站到大厅之中 就喊上了 各位来宝瑞耐着 我们老太师 为了酬谢各位 在后花园中 准备的大戏 各位都别走啊 到后花园看戏 云瑞一看又走不了了 随着人群 到了后花园 这太师旁 一只花园 太大了 正中央有一座楼 叫文光楼 文光楼前 大的大戏台 前头摆着桌椅 云瑞和方树安 坐的第七排 把头 前面又插和插和 摆着各种 刮过厘头 水果点一下 时间不大 开封府 著名的艺人 纷纷登台卸议 演的还真精彩 一开始云瑞看不下去 后来呢 还真入了迷了 在这儿 红轮稀坠 玉兔都生 天黑了 太师府的花园里 火树银花 掌满了灯火 比白天更显着热闹 他跟方树安 一人俩正在这儿看着 云瑞就感觉到身边 好像来了个人 不回头一看 可不是吗 从人群之中 挤进了一个小个 打冷眼看 好像蒋平 食指啊 比蒋四爷的年纪还大 小眼睛辨儿亮 多少有点阴钩鼻子 西不冷冷的胡须 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 倒显着个精神还挺绅士 冲着白云瑞一乐 哈哈哈哈 请问 您是白的将军云瑞吗 啊 是我 您是 在下姓耿 单字 名四 耿四 云瑞心里想 这名叫着很生啊 在头脑之中 好像没这么个名字 您找我有事 哎 白的将军 府门外 您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 等了您半天了 让我到太师府前来请您 他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 要对您说 如果您方便的话 跟我到外边去一趟 白云瑞有心细打听 可这阵大伙都在听戏 如果在这儿一句说话 显着不礼貌 云瑞就站起身来 告诉方叔安 说 你先等会儿 我去去就回 其实法叔安也听明白了 点了点头 就这样云瑞 跟这个自称叫港寺的人走了 法叔安一说嘛 大概不是开封府的事 要开封府有事啊 也得连我一块找着 哦 我老叔的熟人 背不住 他现在有名望 不亲的人也得亲了 不近的人也近了 等着吧 一会儿老叔回来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可等啊等啊 六出戏都唱完了 都到了半夜呢 白云瑞也没回来 方叔安这心呢 可就没柄的 心说老叔你不对 你怎么把我给蹲这了 你办完事回开封府睡觉去了 你得带着我呀 可我今儿来是陪着你来的 你这个 哎 方叔安一想 我别傻老婆等灭汉子了 这戏我也看够了 他一看也有走的 干脆我也走得了 就这样的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 正在这么个事 可了不得 就听见太师府的冬院 就开了锅了 大总管旁喜 声音都变了味儿了 跑进花园子 冲着台上一摆手 别唱了 别唱了 出人命了 三国就叫人家杀了 就这一嗓子真好像晴天霹雳 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 方叔安一听 是什么 不是我听错了 东方出事了 三国就被人杀了 又这事儿可太突然 大家沉默了片刻紧跟着开了锅了 纷纷地跑向新方 方叔安也有好奇的心 因此随着人群 也往新方跑 究竟要看看怎么回事 书中代言是真的 真的 三国就果然被人杀了 这事情就发生在半个时辰以前 方才这么说呢 新郎新娘败了天壁 新郎官旁虎 留到大厅上给来宾满酒 新娘呢 想回到新房去了 这个新娘子是谁呀 就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女儿 号称三仙女 名字叫李玉秋 人样子长得不错 而且这个人品也端正 李天祥也是祝祢的奸臣 跟老太师庞吉 狼狼狽威奸勾搭连魂 相处了这么多年了 由于这个缘故 双方才结了亲 其实旁虎啊 广西府就娶个四次 可不知道为什么 娶一个死一个 后来找个算卦的 说他命硬 得找个命大的人才行 第四方 第四方就娶的李玉秋 西娘子呢 被缠进新房之后 半娘都退出去了 把房门倒带 西娘一直在这等着 到了掌灯一大后了 玉秋这心里头 就想三国舅的事 说这三国舅 跨马轮刀 文能批笔 这个人也堪称文武全才 找这么个丈夫啊 也不算亏了自己 从今以后 我们要夫畅复随 我们夫妻好好处着 他这个心呢 就想未来这些事 可后院正在唱大戏的时候 院里头鸦雀无声 突然门一开进来个人 这人高抬腿轻落足 声音极其轻微 就来在床边 挨着新娘坐下 一开始新娘子认为的是三国舅 心里头还挺不痛快 心说国舅 咱是夫妻 光明正大 你干什么这么狗狗窃窃的 你敢把我吓了一跳 那位说他怎么胡猜不看看呢 不行 因为他脸上带着盖头 这个盖头啊 得新郎官亲手给他摘掉 他不能摘 有这么层布挡着 他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呢 好像不是三国舅 这人穿着一身白 三国舅是穿着大红的喜服 有新娘的心就一动 正在这时候 这个人一伸手 把李玉秋 洁白的手腕子给钻住了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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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 按理说 你是我的人 replies 哎 我们家夏拼李 在老庞家之前 哼 万没想到 老庞家 比我们势力大 叫他儿子撬航 给你撬走了 但是我可不甘心了 我早就把你相忠了 你是我的人 今天我利用的一个空隙 先来接你 趁着现在无人 你我先成就了美事 然后你随我远走高飞 说着话着一伸手 把新娘子抱在怀里 拎着手就没老实了 新娘子一听不醉 这不是三国旧 情急之下 他自己把盖头撩开了 借着桌子上的蜡灯 他才看清 挨着他坐的是个漂亮的小伙 头上戴着月白段的扎金 身穿月白段的剑袖 英雄场 没记飘带 敞着怀 在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 是斜跨白不囊 面似银盆 人长得还挺漂亮 但是 这俩眼神显着不占 把新娘子吓得魂不附体 刚要喊来人 被这主把嘴给捂住了 妈 你胆敢抄着我要你的命 方才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了 你是我的人 活着是我的媳妇 死了是我们家的鬼 你懂吗 那新娘子能干吗 因此两个人就发生了撕打 你想李玉丘 一个弱小的女子 怜气在害臊在害怕 哪来的劲儿 就被这个人摁倒在床上 正在私大的时候 这个人就把新娘子戴的手溜 金镯子 头上的缝钗 脖子上挂的宝石的项料 全给撸下去了 一共大大小小 二十一件 然后用新人粉红色 就筹子手绢 把他一包揣回来了 不但把这些东西 他抢过去 而且还要拔新人的衣服 这新人就叫我开 正在这时 三国舅回来了 原来这个三国舅 早就想回新房 但是被一些好朋友 活活把他拖住了 灌起来没完呢 他现在喝的 也是宁丁大醉啊 走起路来 脚底下没根 所以啊 屋里都发出四大的声音 他都没听见 哎呀 他喝太多了 一推门 他进了屋 就在这时 他脚的眼前 好像有两个人在折他 你别看他醉 他没昏迷 他就发现 有个小伙子站在窗边 把新人已经摁倒在床上了 三国舅 就有点醒酒 问谁 谁字还没等出口 就见这个人 你转身 来到三国舅进前 把刀就拽出来 谁 嘿嘿 你好好看看我 我就是开封府二贫将军 玉面小大摩 白云锐 这话说的一字一板 新人李玉秋听得清清楚楚 还没等三国舅言语呢 这把钢刀从内叉子就给扎进去了 三国舅就惨死在门前 这个凶手作案之后 本来还想对新人无礼 偏感这事打惊的道理 怎么回事 我谁叫唤他 这小子见识不好 一脚把窗户蹬开 飞身上方式 逃之遥遥 你想这窗户一蹬开 能没伤吗 这几个打惊的往屋离开 哎呀 哎呀 国舅爷这是怎么了 琴跟着新人就哭开了 来人哪 新房出事了 打惊的到屋离开 坏了 三国舅就倒在雪坡之中 这些人吓得魂不覆体 因此这一操操太师府都知道了 老太师庞吉正高兴呀 一听说儿子死呢 把这老家伙吓得 俩眼睛一翻顿时就没气 等众人把他急救过来 他哭着跑进新房 一看儿子这模样又轰过去了 太师府可就乱了套了 单说房书安 瘫着大脑袋往屋看了 看 房书安就一皱眉 心说刚才他还给我们敬酒呢 没想到这会儿将人给杀了 什么人胆大包天 干这种事 不行 我是开封府的办柴关 这案子我非得亲自经手 把凶手捉拿归案 单说老太师庞吉 哭得死去活来 最后他头脑保持了清醒 他想光哭不行 我得把事情调查清楚 这才问儿父 究竟怎么回事 一开始李玉秋也吓傻了 脸色苍白 知冒冷汗 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后来大家再三安慰 新人这才仗着胆子 把刚才发生的经过 讲说了一遍 老庞吉就问 儿父啊 那个人 你可认识 我太认识 他要强行无礼 跟我面对面 五官貌相 我记得非常清楚 多大年纪 二十挂灵 他 他说没说他是谁 说了 啊 他是谁 他说 他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 玉面小达摩 白云瑞 啊 儿父 你没听错吧 千真万确 一点都不带错的 哎哟 老太师庞吉眼珠子都红了 眼望人宠之中就问 白云瑞将军 白云瑞将军 问了三遍没人回答 因为白云瑞没在人群呢 老庞吉点点头 好小子 我望你脸上贴金 你不往人道上走啊 闹了半天 你是杀玩儿的凶手 老夫妻能与你杀吗 哎哟 来人哪 赶紧给我顺教 我要赶奔八宝 今天搞他一撞 旁几哭着 带着儿父上教 赶问八宝今天 方淑安听得真真的 本来他那脑袋就大 一着急 这脑袋就 比原来还大六圈 方淑安一想 妈的妈 我真老的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 老叔啊 老叔啊 我说你上哪儿去了 闹了半天 你跑到新房里 都做案去了 哎哟 白云瑞 你可真不是个人 我方淑安 岂能与你 善罢甘休 我 方淑安想得一半 脑袋又清醒了 把自己臭 骂了一顿 方淑安 你混蛋 你混蛋加三级 你老叔是什么人 你不清楚吗 人品素肠 那小伙子一步俩脚印 那是 那是何等光明磊落 能干他妈这种事吗 你就不应该这么想 哎呀 不是我老叔 究竟这凶手是何人 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太师庞吉的三儿子 庞虎 在洞房花竹的这天晚上 被人家给杀了 新娘子李玉秋 一口咬定 杀三国舅的凶手 就是玉面小达摩 白云瑞 人命关天 这是闹着玩的 所有来祝贺的人 全都知道了这件事 刹那之间 这消息在京城就传开了 老太师庞吉 为了神众起见 把儿妇 让着内书房 进行个别查问 宇秀啊 说话 可得有把握 你怎么敢断定 杀死你丈夫的 就是白云瑞 要是他自己说的 他长得什么模样 这 我没太看清楚 不过人 长得不难看 八九尺高 五官端正 面白如玉 二十岁化灵 长得是够样子 儿妇 我切完你 倘若这凶手 要站在你的面前 你能认得出来吗 能 那太能了 好 你方才还说 你身上的宝物 全都被他挪走 一一将来 都叫他抢去了些什么 是 李玉秋哭着说 庞吉提笔记 一共丢失了二十一件宝 开列了个详细的清单 老庞吉心中暗响 白云瑞啊 白云瑞 我跟你一无冤 二无仇 过去你爹在这的时候 我们之间发生了不默 我总觉得 冤仇一解 不一解 到了你这辈儿上 我打算跟你亲近亲近 把过去 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冲淡了 故此 才下请帖把你给请了 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是贼性不改 见着财色起贼心呢 我岂能饶你 趁此机会 连你再包黑子 我是一切告导 医学当年之汉 他打定了主意 命人 把户部尚书李天祥 给请来了 这李天祥是他对门亲家 李玉秋的爹 李天祥也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了 哭着来到太师府 先到新房 看了三国舅的尸体 然后见着太师庞吉 又安慰了女儿 这两个奸臣坐在一起 商量对策 庞吉要求李天祥 跟他赶问八部金殿面见四笔仁宗 去告白云瑞 然后咬住包黑子 李天祥那是庞吉的死党 平日跟包的人水火不通炉 现在可抓住借口 烟能放松啊 因此点头同意 他们好不容易盼着天四亮四不亮 在府门外上教是赶奔八宝金殿 简短结束 今天正是四地仁宗生坐早朝的日子 文武百官朝贺之壁 分立两乡 仁宗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 文文当当 望九龙口一坐 问便头观 小玉群臣 有本早奏 无本卷连朝散 是 万岁口旨 众人有本早奏 无本卷连朝散 臣有本上奏 随着这声音 就见老太师庞吉 颤颤巍巍 来到金阁之下 跪到身躯 陛下在上 追我呢 皇上一开 非常不高兴 心里说 老岳父啊 你这么大岁数呢 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 你贵为太师啊 位列朝班 你朝着你又哭又豪的成和梯土 朕给朕丢人 但是又一想 庞吉可能是受了什么委屈 不然的话 也不能这样过分 想着这人宗把火望下压了一样 庞吉 有何本账 从速走来 陛下如纵 我三儿子庞虎 被人杀了 好 人中就实际了 庞吉 那三国舅 昨日洞房花竹正办喜事 朕也曾派人送去贺礼 你怎么说被人杀了呢 速讲详细经过走来 是 陛下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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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文武百官拔的朝臣 九卿四项十三刻道 在朝堂上的官员听完之后 头发根都发大 人们一听还有这一段事 一看老庞吉 哭得那个悲惨的样子 不像是说瞎话 人中的脸也变了啥了 听完了好半天 他没上来这口气 呜 呼呼呀 庞吉 我且问你 所奏是否 陛下 我儿失手 未离寸地 不信 陛下可以派人去查看 人命观天 我怎敢胡言乱语 不信 您问问其他的人 就知是这么回事 庞吉说完了 李天祥跪到 一边哭着 一边说 把他目睹的情况 也讲述了一遍 人中听完更傻眼了 为了慎重其见 他又查问了六个曾经到太师府贺席的官员 结果这几个人说的都一样 这证明这是真事 人中心中暗想 白云瑞啊 白云瑞 你真干了这种事吗 不能 那小伙子一表堂堂 如今他又做了高官 怎么能是那种人呢 假如他想要做越轨的事 可也得慢慢的来呀 难道这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 为什么 大家告他呢 白云瑞又到哪里去了呢 皇上啊 这事又糊涂着 但是他又一想 案情重大 不能不及时解决 怎么解决呢 他想起来 这事必须得交给包的人 原因有三 你白云瑞是包的人的人 让他问比较合适 第二 第二 对包爱卿表示重视 如果交刑部或者三法司 显然见着就不相信包卿家了 第三 包的人办事认真 一丝不苟 我相信他肯定把此案能够杀情问明啊 因此 因此他穿着 选包爱情商量 其实包的人 在朝班之中都听得清清楚楚 包的人就像架了云了似的 头发重 脚发心 心里飘成了一个 只是皇上没问话 不敢出班启奏 听皇上这一传旨 包相也提带撩跑跪倒在金决之上 趁包整 参见万岁 万万岁 包情 称赞 方才太师所奏 你可听见 趁全听见了 好 人家状告小达摩白云瑞 说他搅闹心房 刺杀死三国舅 调戏亲人 抢走二十一件贵重宝 看来 白云瑞是罪在不赦 朕 命你查问此案 一定暗律至尊 切记 不得冤枉好人 也不准逃掉一个歹徒 成君子 包的人嘴这么说 心里感觉到为难啊 这阵他也判断不清 究竟这凶手是谁 只好领值下殿 包的人回到开封府 往书房里一坐 两个眉毛就拧到一起了 长须短叹 是坐立不安 开封府的半柴官 上太师府去的只有房树庵 问问房树庵就知道 这阵房树庵呢 叫大伙就给包围了 大家七言八语问长问短 房树庵晃着大脑袋 王各位别问了 是真的假的 是假的 他也真不了 我老叔根本就不能干那种不是人的事 说呢 有你这句话我们可放心了 他上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 奇怪就奇怪到这了 如果我老叔在场 什么事都好办 他叫一个人给找走了 到现在没回来 谁知道他跑到哪国去了 真酿了命了 正说这包兴来的 方老爷 相爷叫你问话 哎好嘞 我正要践踏了人家 方树庵跟着包兴来到书房 众人不敢进屋 在窗户外的听着 方的头 把衣服归整归整 躬身实礼 你参言相爷 平身 说呢 昨天是你一起 跟着云瑞赶奔太师府 贺喜的吧 你脸都不脸 你不必掩瞒 要实话实说 究竟太师府 是怎样发生的事情 是 大人如明 他是 这么这么这么 怎么怎么回事 你看方树庵说话 嘴没把门的 唯独对这件事 他可不敢胡说 说的是一点都不假 当包的人听说 白云瑞正看戏 被一个自称叫 梗寺的人 给找走了 到现在没回来 他就知道 这个案子肯定不是白云瑞 插头就在这儿 但是这只是设想 那白云瑞究竟哪儿去了 哪儿来那么个梗寺 这也不能说 白云瑞就不可能做案 这样说服不了人 包的人正在详细问方树案 李财从外边进来了 回下眼 太师庞吉 户部尚书李天祥 带着苦主李玉秋 来到开封 说奉了万岁的旨意 前来听唐 包的人一听明白了 什么叫听唐啊 分明是来监视自己 真叫包的人猜着了 自从四弟仁宗做出决定 让包的人审问此案 老庞吉和李天祥就不痛快 但是皇上做的决定 他们不敢违背 马上他们又揍了一本 要求敢问开封平堂 食指 就是坐在包的人的身边 监视包的人问案的经过 心说你要胆敢勋思 包匹白云瑞 那讲不了说不起 我们就得本参与你 非告你不可 皇上准本 就这样他俩奉旨来的 包的人一掰手 让方树案退下去 赶紧整理功夫 到外边应接 把庞吉李天祥 李玉秋接进书房 彼此刻套了几句 分兵主落座 庞吉说 包的人 本太师奉使前来平堂 请包的人 秉公处置 太师请放心 包拯一定执法如上 绝不寻思情 倘若太师要发现 按包拯寻思无弊 你尽管到万岁那里去告我 一状 包的人说的哪里话来 您铁面无私 人人皆知 我来听堂可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儿死的意外 我要亲眼目睹 看看那凶手白云瑞 怎样正法 好给我儿报仇 包的人点点头 让他们少做片刻 这才分析一声 来了 传点 生堂 扎实 大人的唐鱼 传点 生堂 三痛 鼓响 开封府 就立刻准备啥 再看 八班六房 翻力两乡 小七杰 小五义 三峡五义 各位校尉 护卫 满身官服 派剑 悬边 战力两乡 汤口下 一百二十名战堂军 亏名甲量 各拿兵刃 排摆战好 在大堂的左右 排摆着各种刑具 上面供着上方天子剑 下边摆着龙虎犬 三口扎刀 这时 包的人陪着庞吉和李天祥 来到大堂 在公案的旁边设了两张毒桌 让他们二位落座 然后包的人这才归座 大堂之上是鸦雀无声 包的人手黏胡须 往左右看了一看 来人 在 蒋平是代班的 赶紧攻身失礼 带原告 李渔秋 是 李渔秋在书房呢 人家这个原告 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是太师庞吉的儿媳妇 忽不上朱李天祥的三姑娘 因此得格外照顾 人家就像客人是在这等着 蒋平派人去请 时间不大 李渔秋来了 一上堂把他吓得倒吸一口冷气 你看李渔秋虽然是千金小姐 可没到过这个地方 一看这大堂上好像阎落殿似的 腿肚子有点转筋 可一看他爹 和他老公爹都在座 心里头多少 要安稳了一些 就在这时 老庞吉站起来 晃着胖大的身躯 来在李渔秋进前 儿父 不必担心 这是讲理的地方 该怎么说 就怎么说 不要害怕 一切都有我和你爹给你做主 儿父明白 庞吉嘱咐了几句 这才归座 李渔秋这心更有底儿呢 赶紧双喜跪倒在堂口之下 参见包大人 包的人虽然知道他是谁 那也不行 在大堂上这是立心公事 比如家住哪里姓子名谁 生年月日 祖宗三代 还得重新说一遍 有四名记录的师爷 提着笔记录口供 这些人都是非笔啊 你那说着他这写着 一字不太差的 不信四个人的口供 合在一块是分毫不太差的 要不然怎么叫铁笔杆子呢 李渔秋在那一边说 这会儿一边记 说完之后 包的人点点头 铁笔杆子呢 欲求不必紧张 也不必害怕 开一缝缝 乃是执法办公的大堂 专给受苦的人 本事 学耻 既然 你有蛮复的冤屈 就要如实的讲来 本歌给你做主 就是 谢大人 是这么回事 他要详详细细的 把洞房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他也说完了 这记录记完了 诶 正这么个时候 赵虎 从旁边 轻手轻脚 来到堂上 一转身 到了包的人身后 相爷 什么事 云瑞回来了 啊 现在何处 正在下面更衣 你看 叫他干什么 包的人一合计 这怎么办 嗯 不如叫他先归班 等一会儿再找他算账 让他归班 扎 赵虎 下去 又过了一会儿 就看赵虎在前 白云瑞在后 白云瑞一边往长城走 一边系着衣服 靠子 看着一层换衣服 他挺着急 忙活的这张白脸 泛起了红润 云瑞到了堂上 就去愣 眼神不利 往左边看看 往右边看看 急冲冲 站到队伍之中 他这一来啊 在场的人全看见了 老太师旁击 一瞅 哎 白云瑞 我心想你跑了呢 那半天你又回来了 你杀死我儿 抢走宝物 你躲哪去了 捧 你去找人给你出主意去 现在你把瞎话都编好了 你这才回来的 嘿 不管怎么说 人证物证俱在 我不怕你不承认 包黑子要不当堂定你死罪 要不用扎刀把你砸了 我这条老命我就不要了 把他气得在旁边只哼哼 可蒋平和斩雄飞众人 这心都提到嗓子眼 心说 云瑞 你小子变得什么戏法 你爬哪儿去了 想问 这大堂是哪咱呢 只是心里边着急 用眼睛说话而已 包的人继续问 听完李玉秋讲完之后 让他跪在一旁 来人 把他的口供朗读一遍 其中有位师爷 拿着记录的口供 啪啪啪从头到尾一遍 白云瑞刚到人群之中 不停便把云瑞拼完 只吓得是魂不伏体 包大人正在声唐问案的时候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回来了 西伯大头鬼 方说安心中暗想 我的老叔 你上哪儿去了 简直把人等着 都得急死 其实白云瑞 何尝不急呢 他上哪儿去了 前文书咱说了 他本来不愿意上太师府去赴宴 但是奉了包相之命 迫不得已 一看庞吉对得挺热情 云瑞满脸磨不开 就勉强在那待下来 吃完饭 跟方说安到后花园看戏 他正看着呢 有个人找他 咱们曾经说过 找他那个人自称叫耿四 这个人呢 长得好像蒋平蒋四爷 但是比蒋四爷岁数小这些 精神外露 俩眼睛哆哆之转 说话舍间嘴巧 把云瑞叫到太师府门外 云瑞不认识他 就问 耿四 你找我究竟为什么 白的将军 您有一个好朋友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非对您当面说不可 因此叫我进府去找您 这个人是谁 您一会儿见着就知道 他在何处 他 哎 我想起来了 刚才他说 在府门外 您看看这个乱劲 说话多有不便 他在四喜堂等着您呢 让我把您领到那儿去 四喜堂 那是什么地方 哎 您甭管是什么地方 那会儿说话比较方便 由我陪同 白的将军 咱们赶紧走吧 说完了您再回来 白云瑞并不傻 他一看眼前这个人 不像个好东西 眼睛乱转 说话摇头晃脑 云瑞这心里就画了问号了 心说这天子脚下 大帮之地 最为复杂呀 难道说 他们是受了什么人的主使 要坑害我不成 云瑞有心不去 怕了他们了 那白云瑞啊 跟他爹白云塔似的 那骄傲就不得了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他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不可 因此云瑞冷笑了一声 好吧 头前带路 是 您跟我来 就是这样 梗寺 领着白云瑞 离开太师府拐弯 磨角 到了东城根 这有一条街 叫库当胡同 第三家 就是四喜堂 其实云瑞 没到过东京 闹了半天 这地方 竟是姚长妓院 被压迫的妇女 卖淫之处 云瑞就去皱眉 但是已经来了 为了把事情闹个究竟 只好压着心里的怒火 跟着这梗寺往里走 这四喜堂 灯光明亮 红蓝绿女 冲出近近 说说笑笑 是大情骂俏 这梗寺一进来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迎面就接出来了 叫梗寺 我言您来了 来了来了 来晚了吧 可不是吗 等了您半天了 水都凉了 赶紧楼上请吧 这梗寺一回头 白的将军请吧 就这样 把白云瑞请到二楼 那五十多岁的妇女 把一个房间的门帘撩开 给他们二位让进去 云瑞一看 这屋很高雅 熟识的富丽堂皇 桌上 茶壶 茶碗 点心 水果 都在这摆着 云瑞 盎然而坐 这梗寺 在旁边陪着 问那个女人 我来那位朋友呢 她在这坐了半天 等着你 你也没来 她一转身出去了 她说一会儿就回来 好吧 那谢谢掌柜的 您先忙着去 这女人出去了 梗寺一回头 冲白云瑞说 您瞧 咱们紧赶慢赶 还来晚了一步 要找您的这个人 等不及了 到外头溜弯去了 可能一会儿都回来 请您等一会儿 说实话 给云瑞满了杯水 云瑞倒要看看 那个人是谁 可这时候水也喝完了 耿四现出着急的样子 白大将军 我到门口照应一下 看看他来不来 你这人办事 怎么这么拖泥带水的 您满身功 哪有功夫在这耽搁呀 我看看他 不等白云瑞说话 耿四也走了 好嘛 白云瑞等着 这耿四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头 把云瑞急的 一直等到三更天了 这耿四也没回来 云瑞用手 你拍桌子 来来 五十多岁那妇女 又进了屋了 大爷你用什么 我请问你 耿四到哪里去了 耿四 您就说刚才陪您来这个人 他到哪去了 他 他把钱给了 他走了 他说有人在这等我 那个人呢 咱们可闹不清 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您等谁 白云瑞一听这糊涂劲就崩皮了 压住火 他问这女人 我请问你 那耿四把我领了 言说有一个人在此等我 究竟有没有这些事情 那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哎呦 我说 这位啊 您听我说啊 我们这四喜堂 是姚长妓院 是接待玩乐客人的 您瞅瞅 这一天到晚 来人不断 咱能记住谁叫张三 哪位叫李四 不过呢 就是陪您来的那小个 他说他姓耿 叫耿四 人们都管的叫四爷 所以我们也就带口答音的 管的叫四爷 谁知他是哪的 他昨天就来了 就把这房子给包下了 说要在这接待客人 另外交了二十两银子的定钱 不准咱们把这屋子租给别人 您看我们是为挣钱 能不听他的吗 所以这屋一直就闲着 就这样他把您给领来了 开始呢 我还问他 是不是要几个姑娘陪着 他说不用 就这样也没给您派姑娘 方才我还记得 他又给了二十两银子 他说那位大爷在楼上休息呢 他夺针走 就叫他夺针走 我把钱先给了 就这样他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 云瑞听明白了 看来这是用的文君记 把我骗出太师府吻在这儿了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看来我还是毛愣的 我上当了 要是我三哥徐良 断不会上这个当 云瑞急忙站起身 甩袖的往外就走 这个女人在后头送着 一直把他送出四喜堂 云瑞一想 三更天都过了 到了半夜了 我还回什么太师府 不用问 书安等不及 早回开封了 干脆我回去睡觉吧 就这样云瑞除了裤裆胡同 一拐弯到了棋盘街 准备回开封 就在这么个时候 突然在他眼前 穿出一条黑影来 这条黑影 小个不高 动作十分敏捷 是快似圆猴 李德白云瑞 相靠在一百步左右 看不清无关 就见这个人 带着七成挑衅的样子 插着腰 冲着白云瑞一边手 云瑞心说 刚四 好小子 你把我吻得四喜堂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非把你抓住 问明白 不可 你适合军心 云瑞一低着腰就追他 可没想到这个人 身法的快劲就甭皮了 往下一大腰 施展陆地 飞腾法 直接奔正东就跑下去了 这不是斗气吗 云瑞追得急 他跑得快 云瑞追得慢 他跑得慢 就这样 把云瑞的活给倒上来了 两个人围着开封府 这城就转开圈了 最后这个人 仰看被白云瑞给碾上了 没有办法上了东城 一回头一看云瑞到了 这位头朝下 从城上就蹦下去了 等云瑞到了夺口这 你看 这人到了城外了 插着腰晃着脑袋 点手换白云瑞 云瑞不服气 把腿一瓢 撑 也跳到城下 接插追 一直追的大天亮了 潜的是一片树林 这个人踪迹不见 和把白云瑞给气 哎呀 云瑞累的蒙灯转向 新生化这一宿连觉都没睡 好小子 有账不怕算 咱们走着敲 又想 我没跟我跟你扯了 一晚上我没回开封 大家不定得怎么议论 相爷要知道这件事 不定多担心 我赶紧回去了 就这么云瑞 找了河沟洗了把脸 这才回开封 等他回来的时候 尘石已过了 日子都多高了 云瑞走到小狮子街 进了风秋门 旁边有老马家茶糖果 云瑞一想要在这吃点早点吧 反正已然晚了 谁不认识白云瑞 马掌柜热情款待 云瑞喝了两碗茶糖 把钱付了 这才回开封 没想到刚一进开封府 一看相爷升了糖 是开封府的人 亏名甲量 穿袋整齐 都在那伺候着 云瑞心里暗中叫苦 其实我可太不对了 我在开封府任职 这是第一次 头一天就迟到 这给大伙的印象多不好 我小名叫二品的将军 但是他一看赵胡在汤口下 因此他跟赵胡打了招呼 赵胡这才秉明包相 云瑞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回到屋里赶紧更换 郭恩福 更换完了 赵胡告诉他 归班 因此他站在人群之中 这口劲儿没等喘过来 他听着师爷 一朗读这原告的供词 说他是杀人的凶手 云瑞的脑袋就 吴峰的一声 哈 白云瑞心说 这怎么回事这是 怎么把我给绕在里头去了 云瑞扔在想着 就见包的人 啪 把胡打一拍 白云瑞 在 白云瑞赶紧走出人群 跪在汤口之下 卑职参见相爷 哼 你可知罪 大人 小人何罪之有 你还敢巧言 狡辩 巴掌 蒋瓶展昭 咋咋 拔掉 他的帽子 拔掉 关头 就这么两句话 白云瑞的官 罗了 这就成了白身了 法纪披萨 永瑞就预感到情况不妙 口喊冤枉 大人 被之何罪之有 有人已经把你给告写 你竟敢搁闹三国旧的心房 调戏新人 强走宝 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三国旧 你还不从此地讲来 说 两旁众人齐声咬喝 云瑞赶紧望上叩头 相爷 我不明白 冤枉了 冤枉 小人并未做此事 好 既然你没做此事 你到哪儿去了 还不从头讲来 是 白云瑞 就把刚才我说的那番经过 从头至为讲述一遍 云瑞没说瞎话 等他也说完了 记录的把口供钱记录下来了 包的人叫他站到一旁 问原告李玉秋 原告 你言说有一人进新房去调戏于你 而且强走宝物 刺死三国旧 我且问你 你可认识他是谁吗 你仔细辨认辨认 这凶手是不是他 是 其实李玉秋都看了半天了 在这仗着胆子 来到白云瑞进前 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 冷不丁的就扑上去了 把白云瑞潜心的衣服抓住 啪啪就俩嘴子 想你 这凶是他呀 一天都不差 把白云瑞怯得眼前直冒金星 尴尬不嘴 没词 老庞吉一听站起来 包的人怎样 人正物正 不怕白云瑞不承认 请相爷攻断 包的人心里说 庞吉你急什么 我是诸神 你是庞庭 在这个场合用着你催我 因此包的人心中十分不怨 他也没理旁几这个场 命人把李玉秋 解劝到旁边 李玉秋这才把手给松开 包的人吩咐 蒋平 刘世杰 你们带几个人 赶奔白云瑞的房中 去查询赃 是 你看 丢了二十一件宝贝 不得查查吗 蒋平 刘世杰 沈明杰 大伙总来到白云瑞这屋 就议论开了 刘世杰一皱眉 我看云瑞说的是真的 我说我这江湖之中 怎么乱呢 什么人陷害云瑞 这个手段可够毒辣的 明明是用标虎离山计 把云瑞吻得四喜堂 他们做了案子 然后栽赃 这是谁干的呢 蒋四爷一阵冷笑 直里包不住火 早晚他妈得露馅 沈明杰 扣打 海上 哎 人怕出名 不怕壮 出头的船子鲜烂 你看 先有徐良 露了脸了 遭了陷害 好选别把性命丢上 现在 云瑞这刚一露脸 紧跟着又出现这事 看来云瑞 一般是这官司也抖了不清 大伙一边说着一边检查 搜寻着二十一件宝 都认为不会有 哪知道沈明杰用手一扑了 耶 就在白云瑞这铺盖底下 铺盖就是他的行李 有个包 拽出来打开一看 啥子 正是李玉秋 所说的那二十一件宝 一样不缺 怎么办吧 蒋平啊 狗油壶都搭了下来 哎呦 我这张可安的真结实 甭问 咱开封府内部有了间隙 不然的话 是谁跑到云瑞这屋给安的葬呢 哎 大伙一看 这事不敢隐瞒 你看来这么多人呢 能说为了包皮白云瑞 不说实话吗 谁也不敢呢 只好心里的教苦 带着起的葬来到公堂之上 把赃物往公安上一放 据实说明 老庞基一看 包小爷 这还有何说呀 哈哈 白云瑞 你小子做事情太缺德点了 抢了我儿父的东西 杀了我儿老父我跟你拼了 这老家伙就想过来撕打云瑞 让大伙给劝住 把我的人一拍桌子 白云瑞 这怎么回事 由瑞看望上口头 相爷 冤枉 我并未见过这些东西 不知是何人藏在我的房中 李天祥站起来 这家伙咬文嚼字 特别有两下子 不慌不忙的一晃脑袋 相爷 哈哈哈哈 我查两句啊 方才您声唐问案 我听了白云瑞的供词 别看他年纪轻轻 真会编巴造谋 说的有鼻子有眼 先编造出了一个梗寺 又说梗寺把他领到寺洗汤 又说嘛 半道还遇着黑影 又把他引到城外 转了几十里地还没抓着 又说嘛 他才回来 你想想 糊弄小孩行啊 糊弄咱们在场的人 能好使吗 这纯属是胡编的 再看 人正物正 我女儿把他认出来了 脏在他屋起出来了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相爷 我看此案该结了吧 无需再拖延了吧 包的人扁进头 好 这事包的人脑袋也热了 心说白云瑞 这可别怪我了 人正物正俱在 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 包的人吩咐一声 来啊 扎刀刺好 扎实 狗头扎 扔在堂口之下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 身皮大红望上一床 是抓住白云瑞 四个人的心呢 都要碎了 能舍得下手吗 但是没有办法呀 包的人说了话了 不敢不听 刚在抓住白云瑞的时候 就听旁边 拉开边了 方叔安晃了大脑袋 蹦出来了 大伙一听什么味儿这是 方叔安越着急 越说不出话 拉了半天边 这才缓过这口劲 大人留情啊 冤了 冤了 宝相爷一摆手 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退在一旁 用手一指放缓 你有何冤枉 从速讲来 我大人的活物冤啊 我老叔冤啊 玉面小大魔肯定不是凶手 大人要草菅人命 岂不使我老叔冤沉了海底啊 而且笑死真正的凶手 坑死了好人了 方叔安 你说白云瑞不是凶手 有何证据 有 当然有了 请大人思想思想 如果说 白云瑞说的都是胡编的 那就说找不出证据了 我请相爷马上传唐 把四喜堂的人找来 问问有没有这么回事 倘若四喜堂的人 愿意给出证 说有这么回事 那白云瑞说的就是真的 这案子就有出路 就不能断定是白云瑞 就是杀人的凶手 因为白云瑞在四喜堂呢 他怎么会分身法 跑到新房去杀三国舅呢 请相爷明断 包的人点点头 心说这方叔安 真说的点子上 一点不讲 马上把非千望下一扔 叫张龙赵虎 带四喜堂的人 实际上不大带来呢 四喜堂的人 可吓坏呢 来到上头 赶紧叩头 参见包的人 包的人详细一问 那五十多岁的女人 你别看害怕 但说话赶紧利索 从头到尾全讲了 说的跟白云瑞一般不二 而且他一口咬定 白云瑞是三更以后 离开四喜堂的 包的人 尝出了一口气 回过头来问 庞基 太师 你可听得清楚 这 太师 你而死 你痛心 这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 我想那白云瑞 不会分身法 绝不会跑到新房去杀女儿 呀 包的人 要冲你这么一说 你就把白云瑞的凶手给否了呗 嘿嘿 我看出来了 你们互相包皮 一个鼻子眼出气 我飞到殿上 告你一撞 包大人 一听 方淑安 说的条条是理 就知道 白云瑞一案 错综复杂 绝不能草率的下结论 因此 当堂决定 把白云瑞 定轴收监 听后处理 此案 要深入调查 包的人 做出决定 拂袖退堂 老庞吉可不干 站起身来 用手贬指 包的人 你断的不公 太师 本歌 怎样不公 嘿嘿 人证物证俱全 你因何不处决 白云瑞 反而 把他压在监牢 还要继续调查 我问你 有这种必要吗 包的人把脸望下一尘 太是 此案 南万岁皇爷 命我神 本歌 自由主张 请太师 不必 多虑 包的人 言下之意 你这叫多词一举 你管得着吗 老庞吉 听 好好好 包整 既然你包皮 白云瑞 可羞怪老父 无情 拉牙顺教 手下的跟班 把八台大教 准备好了 他带着户部 尚书 李天祥 儿父 李玉秋 怒气冲冲 离开开封 声作大教士 赶奔 八宝金殿 这老家伙都要气疯了 来到皇庭 下轿之后 左面是景阳中 右面是凤阳谷 中谷要是一想 皇上就得升殿 但是 朝廷有严格的规定 没有特等特的大事 这种忠骨 不能轻易动 老庞吉现在是又急又气 又羞又恼 也顾不了许多了 他抄起鼓唇来 对着凤阳鼓 然后 撅着胡子又去撞肚 可吓坏了 值班的太监 太师爷 太师爷手下留情 你 你怎么了 私动中午 掉头之罪啊 你难道 忘了不成 嘿 老夫有十大的冤屈 我也顾不了 许多了 请众位 赶紧请陛下 身边 五朝门外就一阵大乱 但说四弟人组 今天他的心情 不太好 退殿之后 到了阳心宫 往安乐乙生 一躺时 闭目扬身 他心里头 就想白云瑞这个事 一开始他挺生气 心说白云瑞啊 你年纪轻轻啊 出入宫门 你怎么能做这种 惨无人道的事呢 哎 难道说 朕 错看人了 你跟你爹白云堂是大不相同啊 假如此事查实 朕 绝不手软 可是他又一想 不见得吧 从哪个角度来看 白云瑞也不能干这种事 但是又找不出有力的证据 最后他想 这件事交给包爱卿了 相信他一定能调查清楚 因此这个心啊 他叫的挺沉闷 闭着眼 硬在这养神 时间不大 他睡着了 正在熟睡之时 听见中古的声音 把仁宗就惊醒了 来人 奴才在 什么人 私动中古 赶快查清 是 这太监刚跑出去 报式的太监进来 起奏圣驾 私动中古者 乃太师庞吉所为 哦 他有什么事情 太师庞吉说 他有十大的冤屈 要求见陛下 请陛下登殿 哎呀 人总更不痛快 心说我这个老岳父 越老越糊涂 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了 光给你办事 我让你上开封府厅堂 怎么片刻之间 你就要见我呢 可又一想 大概有紧急的事 不然 老太师 不至于这样实力 因此皇上决定 立刻升殿 太监们帮着 穿好了 官袍带领 坐监狱 赶奔巴巴进殿 这时 在京的文武 也都忙坏了 本来这事 不是皇上登殿的时候 文武各在衙门至宫 听见景阳中 凤阳鼓的声音 知道有急事 文官上教 无教 上马 急冲冲 赶奔朝房 大家见面之后 一个个默默无语 正在此时 皇上升殿了 温东武西 排班站立 山呼万岁 然后归班 人宗生坐 九龙口 轻轻把龙胆一拍 悬庞吉 太庞吉上帝 老庞吉舔的大肚子 哭着就上来 哎呀 无火万岁万万岁 陈温啊 人宗面沉似水 没理他 等半天这才问 庞吉 陈在 有何冤屈 从宿走来 陈阻止 陈下圣明 我儿庞虎 死在心方 那凶手 明明是 玉面小达摩 白云内 陈下 为了神重起见 让包整 审问此案 哪知道 那包黑头 匹护 白云内 明明有人证 物证 狄赖是狄赖不了的 可是他 却把白云瑞 投入监牢 要从长计议 说什么 还要详细调查 分明是 浮衍 唐赛 有意 包皮 罪犯 臣看着 实在 不公 当面向他 提出 质问 那包整 反而 满横 无礼 因此 臣 求见 陛下 从 公 而 断 此 此话 当真 一脸不假 不幸 您问 李天祥 这个李天祥 本来是 庞吉 一党 当然他向着 庞吉 赶紧出班 跪在 庞吉 身后 吾皇万岁 万万岁 方才 太师 所奏 君属 事实 包的人 确实 包皮 罪犯 白云瑞 是这么 这么 这么 回事 皇上 点了点头 好吧 朕 也不能 听你们 一面之词 来 选 包整 其实啊 太师 庞吉 前脚走 包的人 也就 起了身 他 看出来了 庞吉 是恶人 先告状 皇上 肯定 得找自己 言辞 他早早的 就在这 等着呢 裹不出所料 皇上 一穿 口纸 包的人 出班 跪刀 任宗 把脸 望下 一沉 包整 沉 炸 太师 告你 包皮 白云瑞 可有 此事吗 还不 从事 把 经过 奖来 陛下 圣灵 太师 所奏 不是 据臣 所知 白云瑞 所有重大嫌疑 还不能定为 他就是凶犯 也已修下本章 而且 把他的口功 记录 在案 请陛下 炉木 预覆 预览 说着 把供词 承受 行 四弟 人总 并不糊涂 挺耐心的 筑条 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 一皱眉 包 请 臣 在 据 原告 李玉秋 所告 调戏 他 是白云瑞 杀死 三国旧 也是白云瑞 他 亲眼目睹 存属是被害人 记录上记载 又在白云瑞的房中 搜出二十一件丢失的宝 看来 人正 物正俱在 铁正如山 此案 还需要什么深入调查呢 因何不作结案 笔下圣明 臣有本上奏 如果光从此案表面上看 万岁所说不假 但是 有重要一环 万岁您忽料了 那记录上写得明白 昨夜定更之时 有一字称叫耿四之人 把白云瑞找出太师府 零到四喜堂 据四喜堂的长班 所顾 白云瑞是三更天以后 离开的四喜堂 国舅被杀 是在二更天左右 陛下请想 白云瑞身在四喜堂 怎么能到太师府前去作案呢 莫非他会分身法 不成 因此 这是个重大怀疑之处 臣需要认真调查 就出于此 皇上听着 报的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是吗 这个作案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这上面有口供 四喜堂长班的 怎么说的 这上面都有 要这样说 白云瑞 在这段时间确实在四喜堂 而没在太师府 那也就是说 有另外一个人冒名顶替 做了此案 那白云瑞 就是冤枉的 但是 这长班的说的是真是假 那个耿似又是谁 仍在悬案 因此包公提出 要认真深入调查 也不算不对 人族正在思考的时候 老庞吉一党 三十三个大奸臣 全都跪倒了 以兵部司马孙秀 无称兵马司孙真 以他们二人为首 跪倒了一大天 吾皇万岁万万岁 臣等 由本上奏 请将由本奏来 万岁 方才老太师所奏 纯属事实 包的人确实有意 包皮罪犯 请陛下绝才 当机立断 这帮人多少年 就跟随老太师庞吉 庞吉干什么 他们干什么 庞吉说什么 他们说什么 结成了个死党 跟包的人是针锋相对 与这个机会 他们是绝不放过 因此连成一弃 攻击包的人 他们的意思 既要了白玉瑞的命 通过这件事 也叫包的人 是温风扫地 现在包的人 再有礼 一张嘴 对不过这么多的人 皇上 皇上也有点犹豫了 这 正在这时 文官之中 有人攻身实力 陛下 臣 有本上奏 皇上 沈默一看 说话的 非是旁人 正是八王千岁 赵德方 那八王 从来也不上朝 今儿个高兴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到的八博金殿 因为他受了黄蜂了 上殿 不见君 下殿 不辞君 乐意来就来 乐意走就走 因为八王 是皇上的亲叔叔 要把皇上 将养大的 跟他父亲 差不了多少 如今 就是大宋朝的 太上皇 一个人 吃着八个王子的丰禄 皇上亲口家风 一天王 二帝王 三财王 四喜王 五德王 六晋王 七贤王 八大王 皇叔说话了 皇上敢不听 仁宗 欠身离坐呀 皇叔 你什么时候来的 赶紧落座 写坐 这时太监 把朝王椅 搬上来 赵德方 在旁边一坐 四弟仁宗 是最孝顺 就被杀 果然是 惨不可言 这凶手 心狠 手黑 也罪在不许 如果将他抓住 一定要从严 惨着 但是 据我在旁边听 要说凶手就是白云瑞 恐怕还并不下来吧 方才 方才他们两方面 琴都听得明白 我以为 包的人 暂时把白云瑞压起来 要深入调查 不算 不算不对 太师 庞吉 告得好像 没有道理 因此 愿陛下 开恩 准了包拯的本 应该 为白云瑞 负责 为咱们 大宋朝的 法律 负责 八王爷一开口 皇上半点犹豫都没了 是是是是 汪叔说的在里 跟朕想到一块了 包庆成菜 你做得非常对 朕就准了你的本 战把白云瑞压在开封 要深入调查 切记 不可露掉凶手 也不准冤枉了好人 要急早破案 给三国旧报仇 成谢不隆恩 包的人心里这个痛快 心说八王爷 你算救了我呢 不然的话 太山家顶 我浑身是嘴 也辩不过他们 云瑞这条小命 考学没交代了 老庞记一条 心里这个汗劲就崩皮了 心说赵德方 你就在安庆宫待着得了呗 你今儿子怎么这么高兴跑这来溜达来呢 好 让你两句话 把我们整着给端回来 老庞吉不甘心 继续望上口头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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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与安庞啊 我看白云瑞就是凶手 没有什么可深入调查的 愿陛下开恩给我报仇才是 他来个破裤子 蝉腿 皇上把脸一沉 叮 啪 击 放肆 朕方才说的清楚 讲的明白 我之所以这样安排 就是给你儿报仇 你还口喊什么愿吗 况且朕 旨意一出 焉有更改之理 不必多说 下电去吧 这儿吧 老庞吉一听 老庞又端回来了 后来他心里一想 绝不能就此善罢甘心 这老家伙往前跪爬了半步 陛下 臣还有本上奏 讲 陛下 既然您做出决定 臣感恩不敬 但是我想到 夜长梦多 实则生变 这急需调查 也得有点规定啊 如果 没有规定 就这样拖下去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凶手跑了 怎么办 我要求陛下 限定个日期才好 人宗一听 老庞吉说的 这个不是没理 嗯 请所奏甚善 包拯 再 听见了吧 太师所虑 不无道理 不能长期拖延 在 限你一个月之内 破获此案 捉拿凶手 如果 一月之内 不能破案 就把 白云锐 正法 听见了吗 臣 臣 臣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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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白云锐 可交给你了 在一月之中 如果白云锐 要逃跑了 为你试问 臣臣臣臣 包拯 包拯人一想 这皇上啊 不管怎么说 还是向着他老丈人 这么一拐弯 两架大山 又压到自己头上了 这么复杂的案子 一个月 能破得了吗 但是皇上的话出口 就是法律 绝不能更改了 包的人只好当便谢恩 人总有点累了 龙袍一斗 退了点 文武百官各自归府 不说旁人 但说八王赵头胖 拉着包的人先进了东朝旁 看看左右没人 八王爷就问了 包的人 我可在众人的面前 给你打了保票 既保白云锐 也保了你了 我去问你 就你审问此案 你看白云锐究竟是不是凶手 我看不像 嗯 那就好 不过一个月的期限眨眼就到 你要抓紧 办案才是 另外 有什么消息 速报我知 称遵命 他们俩分了手了 包的人回到开封府 三峡 五一小五一小七节 全跟着包的人 进了书房 江平 江平 仗着胆子 详细询问了万岁生殿的经过 包的人口大嗨声 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展胸飞问 相爷 那下一步 您打算怎么办呢 遵旨照办 深入调查 要抓紧破案 另外各位 就得辛苦辛苦了 从现在开始就分头行动 江平啊 我可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相爷放心 要抓不住凶手 破不了此案 我等事不为人 翻江书 江平 南峡 展胸飞 领了包的人的唐玉 回到前院 校卫所 这两个人牵头 开了一次紧急会 把三峡 五一小七节 小五一拆官校尉 一百多人 全找来了 蒋平当众宣布 阳君千日 用在一时 现在包的人为难了 云瑞命在旦夕 为这件事 连八王爷都牵连到里边了 现在包的人 让咱们在一月之中破案 各位 是骡子是马牵出了溜溜 大伙要大闲身手 现在就分八路人马 正东正西 正南正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四面八方 蒋平做了安排 众人化妆改办 开始调查 说容易 做起来难 当时的京都 户口百万 每一天流动人口 就多达数十万 难来的 北往的 什么人没有 要想抓真正的凶手 真好比大海捞针 头一天 这样过起来 一无所获 第二天照旧 简短接触 一转眼 就过去二十五天 慢说破案 连个影子都没有 老庞吉 在太师府掐着手指 都算 二十五天了 包黑头 我看到了一个月 你还有什么说的 万岁已经传了旨了 当众说得明明 到了七线 是白云锐 也得是 不是 也得是 到时候姓白的掉了脑袋 你包黑子 就得眼睛辞职 我看你有什么脸面 未灵超班 他在这盘算时间 八王爷爷在盘算 赵德方这几天 在安庆宫是坐立不安 心中安详 包的人 你可不对 那天散朝 我在朝房之中 千叮鸣万嘱托 有什么消息 及时给我送信 一转眼二十多天了 你也不派人来一趟 这个案情究竟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八王又一想 大概没好消息 要有包的人不会不派人给我送信 明知的这样 八王爷也不放心 叫了个值日的太监上 开封府去问问 这个姓李的太监 骑着马到了开封 见着包的人 说明来意 包的人一皱眉 知道八王爷着急了 一想跟这太监说 没什么用 最好找一知情人 赶奔安庆宫 见八王爷说明 他让李财 到校围所 看看今天谁值班 李财去不多时回来了 相爷 今天是方叔安 方的老爷值班 叫他见我 李财答应一声 推出去 时间不大 方叔安晃得大脑袋进来 你参见一项你 叔安 其他校围哪里去了 都分头办案去了 哦 有一事需要你办 你随着李公公赶奔安庆宫 面见八王千岁 要把最近破案的情况 向八王爷说明 以免塌了人家店面 是 方叔安穿好了官衣 骑着马 跟这姓李的太监 到了安庆宫 他长这么大 也没到过这地方 等进了安庆宫 方叔安翻着母狗眼一看 嗯 这里边真气派 这不就是皇宫吗 五步一楼 十步一可 斜山转角 金碧辉煌啊 方叔安到了这儿 都有点蒙灯转向 越过一层大殿 又是一层大殿 最后到了一个院子 给姓李的太监 叫他站住 然后到里边送心去 时间不大 姓李的太监出来 冲着方叔安一乐 方老爷 八王爷在御书房等你 随我进来 一听说见八王 方叔安心有点紧张 赶紧把帽子挣一挣 衣服归整归整 逼着头 跟着进了御书房 头眼望上一看 正中央坐着个老头 花白虎 剑眉大眼睛 面如姜王 非常威严 他就知道这是八王千岁 一国的太上皇 方叔安赶紧双膝跪倒 王家千岁在上 陈房叔安参见千岁 千岁千千岁 八王爷一听 这什么味儿这是 傻怒望下观瞧 就见脚下趴这个人 抬起头来 谢千千岁 方叔安望上一仰脸 八王爷一看 乐出来了 要按理说呀 不应该这么办 但是八王实在忍不住了 陈一瞅这位可太可笑了 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 脑子大的好像窝窝 饼子里面肉杠子没毛 母猪眼搭了嘴角 还没鼻子 又滑稽又可笑 挺大的脑袋 还戴个小帽子 你说人不人鬼不鬼 是在哪儿洗完来的 那是 八王忍不住这才乐出来 一乐呀 把房叔安笑得有点摸不开了 赶紧把大脑袋低下了 八王爷尽量控制着自己 把嘴又吴 好半天这才说 你是何人 臣姓芳 你就是盖房子的房 他都不知道的 都管我叫姓芳 管他圆了扁了芳了的 都那么回事 我叫房叔安 官居何止 万岁亲口家风 无凭带刀 御前校尉 哦 方校尉免礼 一旁落座 哎呀 在千岁爷的面前 我哪敢坐着 不 越随便越好 坐下来 说话 方便 看坐 有人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 老方受宠若惊 规规矩矩 往椅子上一坐 头低着 两手扶着磕膝盖 多敢仰视 八王一看他受拘束 这样谈话 谈不好 因此 八王才说 方叔安 陈在 不必紧张 我们这是私下里谈话 你到了安庆宫 就是我的客人 我们越随便 越好 你看好吗 是 多谢千千岁 方叔安 翻着小眼睛 一看 八王爷没架子 平易近人 哎呀 这心里都宽松多了 经八王爷这一说 确实 他这胆子 也就长起了不少 这才把腰板挺直的 方笑呗 最近 白云瑞一案 有什么进展 回王爷 毫无进展 哎呀 时间都过去二十五天了 要照这么说来 白云瑞 够呛 可不是 不但您老人家着急 都把我们急死了 请王爷想想 那作案之人 既然杀了人了 他还能在这待着吗 早他妈觉得 一把逃之夭夭了 或者 他找个地方 捫起来了 他在暗处 咱们在明处 您说上哪儿找的去 这么大的东京 户口百万 要想找他 真好像海底摸针 贪何容易 方笑呗 方笑尾 要这么说 这案子是破不了了 哼 话倒不能这么说 不过一半时 恐怕破不了 说呢 方才我倒想起点事了 既然 本王给担了 保了 我就 有脱不了的责任了 因此 我也打算 帮着你们破案 不知你意下如何 方叔安一听好 学没乐呢 心说八王爷还要帮着破案 你懂吗 但这话他嘴不敢说 王爷 但不知您是怎么打算的呢 本王打算化妆私房 你陪着我 你看怎么样 喂 喂 方叔安一听好像没趴去 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 名归为八王一国的太上皇 这样私房倘若出点事 我服得了责任吗 因此方叔安把大脑袋晃得好像波浪谷 什么呢 使不得呀 王家千岁乃万成之尊 怎么能轻易化妆私房呢 臣 我可不敢保驾 哎 方叔安一想 我头上没贴着贴 脑门上没赞着字 谁能知道我是八王啊 我平日又不出宫 有几个能认识我的呢 咱们速去速回 如果能找着凶手 其不更好 找不着 也就了了我的心愿了 不然的话 本王坐立不安 我连觉都睡不着 你 王爷 那咱说句丑话 我万一出了事 我负不了责任 哎 用不着你负责任 既然皇上加封你无品欲钱 戴刀的校尉 想必你的武艺十分精通 有你 再有我 我们又不疯又不傻 多方面加减点 我想也不至于出事 此事就这样定了 我马上就化妆 你在此等候片刻 问 王爷 你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八王爷站起身 那本礼物了 时间不大 化妆出来了 方叔 一看喝 这八王爷真有两下子 化妆的 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 头上戴着宝兰杜一字巾 顶梁门 安着快美 身穿蓝袍 腰剂丝带 白布袜子 千层底的撒鞋 手里拿着一把折纸上 不注意看 真认不出来了 哎呦 王爷 你真心 没想到 你还会这两下子 怎么样 这回你心有了底了吧 你也赶紧回府前去化妆 我在此等你 咱们不见不散 好嘞 切记 此事不准张扬出去 是 方叔安一溜烟 骑着马回到开封 把官服脱了 换好便衣 方叔安一想 你看八王爷 有很多人不认识 但是认识我的人可少不了 我经常在街上溜达 尤其这个要命的记号 没鼻子 走着哪块 都容易被人发现 今儿个 我也稍微化化妆 从丑侠里 他拿出一贴膏药来 把这膏药化开 夹击 贴在这小黑窟窿上 自己照着镜子也不敢乐 就这样吧 贴完之后 把帽子戴好 暗藏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 怀里带着龙边信票 起身赶奔安庆宫 八王爷一看 他多了一贴膏药 更乐了 方校尉 你化妆的也不错 反正我就望脸上 偏零碎 王爷 咱什么时候起身 现在就走 这件事情 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八王爷离开安庆宫 只有几个太监知道 为首的就是命总管 因为他是四十八处都总管 八王临走 告诉他们 日末掌灯以前 我指定回来 要不回来 那就是遇上特殊的事 你不必着急 这 把命总管急的支棒 信说我的王爷 这不要我的命吗 您要是随便离开安庆宫 倘若遇上三长两短 我服得了责任吗 但是又不敢劝 眼瞅着八王 在方硕安的保护下 出了后门 赶奔棋盘大街 到了街上 八王一看 好热 这时候刚过赏 街上人正多的事 尤其这棋盘大街 是商业中心 两旁边都是金字牌匾的买卖 车水马龙 红蓝绿女 拥挤不动 八王在前面 方硕安稍后一步 低着头 在这儿保着标 四只眼睛 观察着往来的行人 那调查案子 心里也有点数 怎么访啊 八王想好了 我就找那年轻的漂亮小伙子 长得像白云瑞那样的 就有作案的可能 如果发现可疑 就叫方硕安把他抓住 然后就审问 不是就拉着火 要是那就碰上了 他想的也太简单了 那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 漂亮小伙子也有的是 看见哪个都像 又哪个都不像 八王爷头上就有点冒汗 从棋盘大街的东头 走到西头 从西部又拐回来 来回十六里弊 就有点累了 方硕安一看 日头有点往西部转 往前紧走两步 凑近八王就劝 王爷 到时候 你应该回宫兴兴去了 不 我觉得经历挺旺盛 再走一段路 没有关系 那 这趟街咱都溜的两遍了 还上哪走 哎 说 我听说大相国寺 乃是无方杂地 你陪着我到一趟相国寺吧 也许到那 咱们能打探出什么情况呢 喂 王爷 那相国寺可不是好玩的地方 那会儿什么人都有啊 一旦爱不必怕 随我来 是呢 方硕安不敢顶嘴 只好陪着八王到了大相国寺 这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 说书的 唱戏的 打把是卖艺的 耍狗熊的 卖大理丸子 唱野牌子戏的 料地的 干什么的都有 他们在人群中 穿来穿去 这个八王 有时候陪着皇上 到大相国寺烧过香 也认得大相国寺的长老 一目了然僧 但是今儿个 是为了化妆访案子 因此他不想见熟人 也不想瞻仰神像 他围着这相国寺的门前 转了那么几圈 面对着人山人海 他心里头这个乱劲就甭提了 八王心说 嘿 想的容易坐着难哪 光说这调查私访 哪那么容易把案子就破获了 拿我来说 在宫里想的挺好 这一出来傻眼了 我能看出什么来 这一天白耽误了 他就有点灰心 可正在这时 就听左面 有人高声贺财 好 恋的好 那位说这是什么声音 掌声跟贺财声 因为人太多了 所以就发出海潮一般的声音 把八王和方树安就给吸引住了 君臣二人往旁边一凑合 挤到人群的外边 敲着脚往里一看 是个练舞的 你看古往今来练舞的最吸引人 八王爷一瞅 就一个人在里边练 好吗这位 光着个脑袋 这脑袋是赠名耍亮 不知道是个秃子还是个和尚 光着个膀子露着一身黑肉 腰里沙的腰里硬 穿着东当滚裤 当着双抓地狐快靴 在他的眼前 放着锤子 钻子 鹅卵石 调石 方木 铁齿 铁鞭鞭 另外旁边有个破络 里边还有不少铜钱 大伙就是给他鼓掌 八王就注意的看着 一瞅这练舞的人呢 能有四十左右岁 说话是山东口音 但是听的挺真 就见这位 嘴鸭帽子白墨子 正在里白混 各位 多谢 多谢多谢多谢 这不算什么 不值得您抱好 咱们天子脚下大帮之地 藏龙卧虎 那有能为的人呢 有的是 我是数不上数 学徒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 我学的一瓶子布满 半瓶子逛的 无非到这 开开眼 求求帮 蒙大家如此台爱 看来我是不须此行 既然众位这么给我喝彩 那我再练一手 请众位上演 我练练用气功 这家说着话 把铁锤子捡起来 他在手里头 变量变量 众位看见没 这可不是纸壳的 也不是木头的 这乃是生铁铸造的锤子 不信 请几位进来检查检查 看看我说的是 真的是假的 有几个年轻的好胜 就跑进来了 我看看 把锤子接过来 变量变量 哎呦 这锤子没四斤 也差不多手 那位接过去 变量变量 可不是吗 真是生铁铸造的 这几人检查完了 推出去了 练武这个人 手里拿着锤子 各位看见没 这可真是铁的啊 今天我练练油锤灌顶 拿着锤子揍我这脑壳 看看我筋奥不筋奥 不过众位咱可说清楚啊 这可是玩命啊 一下练不好 就去把脑袋刮砸漏了 我不求别的 既然学徒玩了命了 我求各位 你好财买脸 要值个好 您多给我 扔下俩钱 我就感恩不尽了 那位说 我没带钱了 怎么办呢 没关系 家有万贯 还有一时不便 您呐 站脚给我助威 给我赫赫彩鼓鼓掌 学徒也感恩不尽 说练我可就练了 众位上眼 房书安在旁边一看 这小子长得是满脸的横身肉 俩黑瞎的眼睛放着贼光 心中暗想这小子绝非善类 我可要多加留神 注意 八王千岁 赵德方 带着细伯大头鬼 房书安 便衣私访 在东京大相国寺门前 被一个打靶式卖艺的人 把他们君臣吸引住了 房书安发现 此人满脸横肉 耳目 贼光四射 对他就引起了怀疑 因为房书安出身武林 对这些人 有深刻的了解 知道他们走南创北 无拘无素 大多数的都是陆林出身 不干好事 现在为了破获 杀三国就一案 对待许多可疑的人 都得多画几个问号 所以房书安 站在八王的身旁就没动 咱们单说 这个打靶是卖艺的 把一套江湖话说完了 手中拎着把铁柱的锤子 骑马蹲当是站好 冲着寺外喊了一声 父老乡亲们 我可要玩命了 请诸位上言 说着 他把掌中的铁锤 对准他自己的徒脑门子 就是一下 把八王爷吓得一闭眼 心说这下非砸楼了不可 结果睁眼一看 没事 这位并没打一下 把胳膊轮圆了 对着脑门子 啪 啪 啪 一连就垂着旗下 看热闹的人 无不惊骇 哎呀 这人真有真功夫 这脑袋 比铜达铁柱的还要 因此是掌声如雷 再看这个练武的 把铁锤子放在地下 拿了个手劲 把徒脑门子擦了擦 冲着四外一乐 呵呵呵 想起来 方才我练的这手 叫油锤灌饼 说起来 这不算什么决意 一般的人 要下上几年功夫 也能练得这个模样 但是呢 这可有一定的风险 比如说 我一口气没闭住 就须把脑袋瓜子砸碎了 可为什么我要这么办呢 就是因为啊 被穷困所破 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 都张嘴等着吃饭 我没办法 就得玩命 咱们闲言少叙 相信们 刚才我说的清楚 讲的明白 只好您给我报个好 然后 如果方便的话 赏给我几枚铜钱 我是感恩不敬 各位 我可厚着脸皮 向诸位求帮了 东边的 各位财神爷 我这行礼了 这些人呢 你看叫好的时候 声音都喊得很高 要弹得给钱 一动真格的 就有点舍不得了 就拿东边来说 站着上百人 也就有那么三五个人 给扔了几个铜钱 其他的人 无动于衷 这个练武的人 就不太痛快 没办法 转过脸 冲着西边 我西边的财神爷 好财买脸的 各位 高高手行个方便吧 再看西边的人群 骚动了一阵 有那么五六个 往里扔钱的 看来也不多 南边 北边的 也有少数的人 往里扔钱 亮武的人 看了看地下 这三十来枚铜钱 苦笑了一下 哎呀 这天子脚下 大帮之地 挣点钱可不容易呀 不怪别的 怪学徒 没练好 我呢 再玩一次命 或许 众位就发了 怜悯之心了 哈哈哈哈 说练 咱就练 他也没捡地 这点钱 他一伸手 抄起一块 鹅卵石来 这块石头 没五斤 也差不多 再看他 拿这块石头 对着 徒脑袋 后脑勺 太阳穴 以及两肋 两肩 他就拍什么 这可是 真打实走 啪 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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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这位 也是堵着气 这一口气 能排领一百下 最后 把这么大的一块 鹅卵石 都打碎了 石头面子 撒了满地 死人一张手 歇了 碎石 全扔到地上 光看热闹的人 又是一阵激烈的掌声 再看那个人 把身上的石头面子擦擦 把头上的石头面子 也擦净 冲着四外一抱拳 各位 这回没说的了吗 就冲着我耍狗坨子 豁出我这条命去 整个的还换不出 您两个铜钱来吗 各位 我可求帮了 哎 您别说 这次给钱的人 比方才多的不是一点半点 有不少人 大把旺地扔铜钱 哗哗 啪啪啪啪啪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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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会地上的钱呢 没有两调也差不多了 练武这个人呢 还不甘心 一转了 冲着南边 南边就是防树安和八王站的这边 他一抱拳 南方饼丁火 指定有大富大贵的人 我不求多了 我就求五两银子 如果能讨下来 我揭茶还得玩命 还有最精彩的 在诸位面前献丑 各位 告诉手吧 我这坐一了 说着他拿这个婆子 就在人前 身来身去 八王穿的是最好 长得也出重 非常引人注目 所以这练武的人呢 就奔八王来 老先生 甭问 您一定是一位百万富翁啊 您看您长得 三山德佩 五官断正 长得多富 老先生 您赏给我俩钱吧 八王也脸一红 对这个人也很同情和怜悯 不住的点点头 好好好 说着从怀里一伸手 八王傻眼了 什么原因 急于化妆私房 没带着钱 嘿 八王爷信说 人有尸首 马有漏皮 我怎么忘带钱了 幸亏没进饭馆吃饭 不然的话 分文皆无 这有多难看 回过头来 他小声问房树安 你带钱 房树安呢 也没带钱 那又说 他也疏忽了 没有 说房树安这人 尖的有点过分 他心说 我保着八王私房 还用我带钱 那八王爷敌果之父 我跟着他走 用不着我花费 所以他多个心眼 没带 没想到八王爷 也没带钱 这君臣二人 全土在这儿 八王爷很歉意的一笑 壮神 我临行之时 有点荒诉 未带零钱 实在是对不起 改日 我一定派人 把银子给你送来 我给你五十两搬银 你看怎么样 其实八王说的是真的 但是呢 这练武的人错疑了 认为这老头拿自己开心 他把婆罗啪往地上一睡 嘿 我老先生 刮风下雨不知道 兜有没有钱不知道 要说 要说您兜里头没银子 没点相信 您可不应该拿我打铲 张嘴许给我五十两 你给我五百多好 那钱在哪呢 老先生 人上了年纪 应当积德 可不应该缺德 这话呀 就说得有点过分 方说安一听太刺耳了 八王爷哪受过这个 方说安往前挤了一下 你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 你吃过人汗没有 我告诉你 你练得是不错 或我们给你钱呢 是人情 不给你钱 是本分 况且 我们老爷子确实忘了带钱了 你就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 你说谁缺德 你再说一遍 可这位呢 是山东老哥 气比较粗 方才没求些多少钱来 他就憋着一肚子 跟方说安这一口脚上 他脑袋一热 也忘乎所以了 他把胸脯一拔 眼珠地瞪 怎么的 我就说你缺德 你再说一句 我说了 你缺德 你缺德 方说安火望上转 他说哪有这么大把是卖义的 你这不成了土匪了 老方脚着手心去刺养 往前去凑 给这位来个嘴巴 这下可痛了麻风我了 这位用手一无脸 你小子他妈敢打我 我拨得你干啪 往上一蹿 把方说安的潜心的衣服给抓住 可把八王爷吓坏了 这 说 说 方说安心说话 老爷子你别怪 你就躲到旁边去得了 就在这时 练武的人使了个历批花山单壮掌 奔方说安脑门子就劈下来了 方说安知道他有两下子 会一定的硬弓 那要排到大脑子上 说得了吗 再看方说安 左脚往旁边一跨步 右腿为轴 往后一甩 伸得低流一转 此人一掌拍空 方说安顺势就躲到此人的身后去了 再看老方 使了个阴阳跺子脚 骚怕 这一脚正踢到麦翼人的屁股上 麦翼的这位 刚才使的劲也过猛了 脚底下收不住步 再加上方说安这一脚 这乐子可大了 哭哭哭 摔了个狗啃屎 在场的人 哇 全乐的 方说安你补了脑袋 你 听说他瞎毛碰死耗子 我记得我活这么大岁数 没打过胜仗时代 可今儿可这怎么回事呢 哎 你这一腿踢的个漂亮 甭文 我长能耐了 嗯 肯定长能耐了 你想我跟着我干脑多少年了 最近又跟着我老叔白云瑞 我能不长能耐吗 方说安正在得意之时 练爬式的人 你哭了声从地下站起来 你我回头的眼珠子都红了 好小子不给钱 你还打人 爷爷跟你拼了 噢 使了个双风棍耳 两只拳头奔 方说安的左右太阳穴 方说安一看来势什么 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 哎 身子望下一搓 同时老方把大脑的一滴 使了个黑狗钻当自流 从打把是人这卡不当底下钻过去了 然后把细脖子一挺脑瓜 往上一顶 正顶的这人屁股蛋子上 把这位顶的呱唧 又摔了个狗坑屎 在场的人又乐了 方说安心里这个买劲就甭提了 市长能耐了 嘿嘿 罢了啊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方说安也不是不可造就 老了老了 够了剑侠的身份 本来嘛 人常说 鸟虽乱凤 飞腾远 人半贤凉 品格高啊 爱什么人 学什么人 我竟跟侠客 剑客在一起 我能不长能的 哎 你看 这黑狗钻当 这招玩 玩的多漂亮 连我自己都愁着那么喜欢 乐得他连北都找不着了 等打把是卖艺的这人 二次从地上站起来 在人群之中 蹭蹭蹭蹭蹭 穿出欺负条大汗 这些人就张嘴 也是山东的口音 怎么的 欺负外来人呢 打他 打他 废他 废他 包括那个打把是卖艺的 八个人 把方说安给围困了 全打脚踢 就下了死手了 在场的人一看 这乱子 闹大了 都躲出多远 那个说 蹦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闹了半天呢 跟这打把是卖艺的 是一伙的 他们都是亲师兄弟 这次从山东来 他们来了二十多人 分成好几拨 这帮人呢 确实也不是太徒 但是也没干过 什么太好的事情 浪迹天涯 就靠着打把是卖艺为生 通过多年 他们摸索出一条经验来 叫人无头不走 所以呢 当师兄弟在里边炼 他这几个伙计呢 分散到老百姓当中 假装观众 领头叫好 领头给钱 这是一种江湖买卖 一看这块真的少了 当师兄就吃了亏了 这帮人不干了 因此这才蹦出来 前来助战 要到一往 方船就吃亏了 今儿个方船还真不在乎 老方把大脑挂一步了 二臂齐腰 实展出 闪斩藤魔的本领 就练了一趟大红拳 再买这趟拳练的 跟全山相似 挂定风声 老方使了个大鹏 单斩 只还要怕 打倒左面那个 使了个巷子 踢来 还怕 要打爬下一个 一个通天炮 打倒两 一个倒踢紫金关 把那打靶似的 又踢翻载毙 方船晃着脑袋心中暗响 我真有能力 真够健客 哎呀可惜啊 三峡五一小五一小七节 他们都不在眼前 要在眼前 叫他们开开眼看看 我说能力 怎么长这么快 今天这场搏斗 好友一笔 真好像 虎入狼群啊 打 方船一高兴啊 把八王给忘了 一开始 他打得挺顺手 那帮人有点守怯 毕竟是外来人 后来叫他给打击了 这帮人玩了命了 五望上一闯 楼腿的 抱腰的 拽脖子的 把老方给摁倒了 仰看方舍安要吃亏 五成兵马司 瘫压地面的军队赶到了 像这样的小队子 在东京不下几十波 就因为东京太大了 流动人口太多了 随时都可能发生案件 所以各衙门就派出巡逻的小队子 今儿个来的是五成兵马司的 一个队官 领着十八个人骑马赶到 一场大象国寺的门前 都滚成蛋了 老百姓围着上千人 就知道出了大事了 这个队官 把牛角号往嘴里一塞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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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这就叫警报 老百姓一看 官人来了 官人来了 望左右一塞 巡逻小队子 赶紧甩登立安下马 拿着戒齿 劈鞭就扑过来 打穷仗这帮人回头一看 坏了 合字 冰尖子 鹰爪孙来了 扯户 哎 他们还会点行话 鹰爪孙是指官府的官人 扯户是快跑 就这样 他们也不要破落了 也不要地下的钱了 嗡一声 钻进人群 是逃之夭夭 可方树安呢 刚被人家摁趴下 弄得满嘴都是沙子 仰看要吃亏 被劫了 被劫了 老方赶紧一掘屁股 从地下站起来 那个队官呢 还是个金色眼 你倒看看这位是谁 他也拿方树安 当了方才打穷仗那伙人 跳过来就是一鞭子 正抽到方树安后背上 把大头鬼疼得一次牙 咦 这个队官还说呢 你们他妈吃饱了 撑的 光天化日 跑到这打群战来 哎 把他抓去 当兵的拿着绳子过来 刚要拢 可是认出方树安来 这位 听说这不防老爷们 开封府的 队官大人 这捆不得 咱们俩 不管这是谁 把他抓去 不行 这是开封府 无品带刀的校尉 防树安防老爷 他问 是吗 这位隆隆目光 往前凑合凑合 也认出来了 哎 心说 防树安今儿 怎么鼻子上贴块膏药 你这不是一场误会 我还抽了一鞭子 吓得脸也变色了 防老爷 对不起 小人该死 小人该死 哎呀 防老爷恕罪 防树安把身上的尘土 打了打 我说你这位真心啊 见面不分青红皂白 先闪了我一下 哎呀 我实在是罪该犯死 来日 你这过福 敷惊请罪 算了算了算了 不知者不怪 年轻人太茅草了 我方才正在这儿抓财办案 让你们这一来 让你们这一来可好 把贼都吓跑了 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是啊 那你看怎么办 算了算了 没你们的事啊 该巡逻 你们巡逻 你看看 找的这么多人 这何苦的 我还另有公目 最好咱们少说几句 就这样 巡逻的小队子 表示了感谢 上马走着 方说 安想啊 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 这一打 不禁引起多数人注意了 看来今天的化妆私访失败了 保证八王爷回安秦宫吧 想到这儿他一转身 我说张 哎 他一看八王没眼了 喂 心说妈的妈 我的老了 我这老爷子哪儿去了 方说安就围着大相国寺 就转开圈了 院外东西南北四面八方 把腿都抛弃了 也没找这八王 这一阵房说安这个汉子 就好像鱼骄的似的 心里就跳成了一个 王爷 你哪儿去了你 哎呀 莫非发生了意外呢 刚才我光顾高兴了 把八王爷这茬给忘了 又一想 何必一场虚惊呢 肯定八王爷害怕了 先回了安秦宫了 对 指定是这么回事 哎 等我回去一问就知道了 方说安一口气跑到安秦宫 从后门进来 英明正好遇上命总管 命总管一看是方说安 方爷回来了 哎 王爷呢 啊 王爷没回来 没有啊 哎哟 方说安眼前发黑 就知道八王发生了意外 八王千岁 赵德方 失踪了 吓坏了 大头鬼 方说安 天黑以前 他跑进安秦宫 见着宁总管 一问 没回来 他就预感到事情不妙 方说安折回来 又跑到大县国寺 摸着黑寺外 寻找 没有 大头鬼一想 别耽误了 快回开封送信 就累死我 我也找不着了 就这样一口气 他又跑回开封户 一进前院的校尉所 他就喊上了 哥们呀 不得了了 八王爷丢了 了不得了 推门 他进了东面的校尾所 这个地方 就是供抓差办案的人 休息的地方 东面有十间房子 西面有十间 这屋里十分高大 大厂量 有桌一盘 开封府的半差官 基本都回来的 有躺着的 有坐着的 屋里的空气 非常沉闷 没有一个人说话 樊江署 坐在八仙桌旁边 俩手 鼓着腮帮 正在这发愁 什么原因 他们调查 刺杀三国旧的凶手 为白云瑞一案 腿都跑卸了 如今 是第二十六天 仍然此案 秒无踪迹 怎么 到了时候 白云瑞的掉脑袋 所以人们都发了愁了 正这时候 房书安跑进来 你中文要变贤 这呢 八王也丢了 蒋平也没听懂 他喊的是什么 一看房书安这个样子 不由得火望上座 把小眼珠一瞪 你瞧着什么 哎呦我的四爷爷 八王爷丢了 去你妈的 响 小平给房书安来个嘴巴 你胡说什么 八王爷丢了 你怎么知道 哎呦我的四爷爷 你都把我急死了 我这一肚子话 没法往外道 是这么回事 房书安把这一天的经过 以至方才在向国寺发生的事情 讲述了一遍 半柴观众人一听 全都傻了 江四爷急得一跺脚 轮切巴掌 给房书安就削了五六下 混蛋 混蛋加三机 你没想想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装什么能耐梗 你为什么保着八王爷私房 你说 八王爷丢了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四爷爷 你就把我打死 也没用了 他也不怪我呀 八王爷非要去 我敢抗制不尊吗 我他妈打死你 转男侠过来 四哥 这何必 书安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咱们赶紧分头寻找才是 刘世杰 沈明杰点头 四叔 别着急 你也别宅备书安 快点大家找吧 开封府的人全撒下去了 找到定更天 把相国寺周围 五百多家的门 全砸开了 一找没有 他们原以为八王爷 一胆小 不定躲到哪家去了 或者是哪家 把他留下吃晚饭 或者是把八王爷吓傻了 可是这没找着 大伙沉不住气了 赶紧率队回来 秉民包相 因为这个事情可闹大了 包的人文凭一坐脚 嘿 心说福不双至 祸不担心 一波不平 一波又起 云瑞的案子还没有头绪 八王又失踪了 这可怎么得了呢 为了神众起见 包的人命蒋平 二次返到安清宫 问问八王回来没 一问 没回来 安清宫也乱了他了 这些太监急得囤囤乱 问包的人怎么办 包的人说 此事暂时保密 不能让皇上知道 人总是大孝之人 听说王叔丢了 急火往上一升 背不住就有个三长两短的 咱们尽量还是找 简短皆说 这一晚上 谁也没睡觉 找到天亮 也没把八王找着 包的人一看 再不能捂着了 这个事 既然找不着 就得奏鸣天子 他赶紧坐着大叫 来到秦宫 求见仁宗 当他把这个事情一说 仁宗二话没说 俩眼望上一翻 顿时就吓死过去 大家七手八脚 把仁宗皇帝抢救过来 四弟仁宗是顿足吹凶 放生痛哭 汪叔啊 倘若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 这绝不独生 皇上一想我也不活了 包的人跪倒在皇上面前情罪 最后大家苦劝 人宗头脑冷静冷静 对包公说 包亲家 既然发生如此大事 您就应该早报政治啊 这样吧 我命你三天之内 必须把八王爷找回来 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回来 就休要见仁 包的人赶紧领旨 回到开封府 心说三天 三个月我也找不着 既然事情发生了 就说明他有一定的复杂性 肯定在东京城里 或者围着东京不远 要打在一窝子 有一批凶恶的贼人 有计划的 有步骤的在这做案 不然的话 开封府破案 从来就没费过这样的劲 但是事情 逆来顺受 包的人 只好抖擞精神 令蒋平 展昭众人 继续寻找八王 头一天 什么收获也没有 第二天 照旧 到了第三天晚上 包的人就傻了 晚饭没吃 坐到书房 两眼发直 一句话也不说 但他心里很清楚 明天是最后的日子了 既然找不着八王 我就犯些实质的罪 皇上说的挺清楚 找不着八王 我们君臣就不必见面了 那个意思叫我自寻方便 干脆 我不是抹脖子 就是上吊 以尽臣之 蒋平 南霞 各位英雄 谁也不敢喘粗气 黏溜溜在两旁站着 一个个的心 跟开了锅了似的 你看这帮人着急 方树安比大伙还着急 虽然说皇上没摘怪他 包的人也没摘怪他 他组织的这事完不了 八王也真找不着 就该找他算账了 方树安心中暗想 我算倒了八百五的血没了 怪不得我打胜仗 这他妈叫回光返照 临死临死了 让我露了脸 我刚升了个无品官 就落了个灭顶之灾 看来我们老房间的人 竟做他妈缺德事 把这点毒火都积到我身上 哎 他又想起徐良来 心说干老干老 你要误会山西有多好 你老人家要在开封 破这案子 我相信不费摧毁之力 可你老这一走 我老叔又被投进大牢 剩下一大帮 全他妈是饭桶 哎呀 这帮人就知道说别人不行 没看个自己是什么变的 我得怎么办呢 明天是最后一天哪 看这意思 包的人 大概做了最坏的准备了 包的人要出了三长两短 我都妈也不活了 我就得找个地方磨脖子 或者尿泡尿 把我自己淹死 哎 哎 房转就脚这个肚子 怎么那么难受 凝肠那么疼 肚子还坏了 老房心说你也跟我闹别扭 啊 这玩意还治不了这口气 赶紧上茅房 他到消费所拉开抽去 拿了一打手指 提着裤子就奔后院跑 可这边谁注意他呀 房属安蹲到后院这个茅厕里 蹲起来就没完呢 心里都想着事 这只屎还拉不出来 这两天一股急火大便还干燥 哎呀 哎呀 正在犯个事 房属安就脚着眼前 呱 呱 什么啊 是我眼差了 撞过一只大猫去 不对 猫没有这么大个 房属安正在胡思乱行 呱 又一条黑友在他面前一顿 这回他看清了 是人 老房心说这是谁呀 吃饱了撑的跑这撒花来 又一项不对 开放府的人都愁坏了 哪有工夫跑这烂蹦来 看这一丝鬼鬼祟祟 莫非是谁 呱 老房眼前一亮 他就把拉屎这茬忘了 赶紧把裤子提上裤腰带系好了 从毛房出来了 避住呼吸 躲在墙角 睁着母狗眼仔细看着 按现在钟表说 腰带三分钟左右 这两条黑影 从短墙上 就穿上高防 这回方出案看得是非常主 啊 贼 老房高兴了 这些日子 他就盼抓贼呢 要抓住 能敲开嘴巴 就能把这个秘密弄清楚 不然的话 这案子没个破呀 房主案一想 莫非这案子到了头了 该这出能的时候 不然的话 怎么来了贼了的 难道这是真的 他这个心呢 就跳成了一个了 后来他稳定稳定 脉步从墙山转出来 头头摸摸的穿上短墙 然后一换腰 他也跳上高防 像猫子往防坡上一啪 注意观察 就见对面这两条黑影 趴了片刻之后 奔包的人的书房 这个动作这个快劲就甭皮了 房主案一直在后的跟着 一看这两条黑影 上了包的人的书房之后 趴到前坡不动了 房主案 这才从房上跳下来 闭上眼睛 心里念佛 诺弥陀佛 菩萨保佑 可别让这俩贼跑了 放出来 眼睛追转 打定主意 一边系裤子 一边往前边走 嘴里头还瞎叨咕 哎呀 这肚子这疼 哎呀 人吃五五杂粮啊 妈没有不闹病的 哎呀 明儿得找个先生看看 说着 他就进了书房 樊江鼠一看他 嘴里的胡刀 气得狠狠瞪他一眼 房主案心说 你甭瞪我 我向你来禀报 最主要的事来了 可是那蒋平 把脸转过去了 没瞅 房主案 老房往旁边一看 靠着里屋门呢 站着南侠 他恐怕被房上的贼发现 因此房主案假装进里屋喝水 拽了一下南侠的衣服 咔咔咔 南侠就知道有事 很激进的 进了里屋 回手把门关上 什么事 展爷爷 有情况 好 什么情况 来贼了 是吗 在哪 在咱们头顶上 俩 你看出了吗 一点都不错 现在在房上趴着 观察咱们 展爷爷 可不能让他们跑了 这又跑了 这案子可没发破了 好 说话这功夫 一辖太保刘世杰 日月分行小太保中林 从外边进来 俩人口渴 清无喝水 南侠赶紧 把他们俩拉到面前 轻轻的 把这件事 对二小说了一遍 二人一拼 眼睛就瞪圆了 好 您说怎么办 你们两个人假装溜达出去 切了 不要打草惊蛇 转到房上 一定要抓活的 最好从房上把他们撵到院里 院里的事由我来安排 哎 好吧 注意啊 要放走了他们 唯一你们俩是 我存命 存命 刘世杰跟钟林 也感到非常紧张 俩人装作若无其事 喝了口水 从尔方出来 推开门 离开包的人的书房 往后走 刘世杰故意提高生计 说 上厕所去吗 走吧 我也正想去 哎 两个人表现的挺自然 顺着蹲胡同往后转 但两人又想 这能是真的吗 方说安说的 难道没有水分 又一想不能 方说安到了现在 绝不敢胡说 就怕他看错了 但愿这是真的 两个人真敢问 厕所 他那假装 比比样子 等了一会儿 又出来 二人把外衣 又甩掉了 紧大戴 T靴子 避住呼吸 脚尖点地 啪啪 飞身上发 您想刘世杰 那能能有多高 在开封府来说 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 日月飞行小太宝 钟林 那受过高人的传授 名人的指点 要讲究飞檐走壁的功夫 那也是不含糊的 因此两个人跳到房上 是声息切勿 就像猫抓耗子似的 轻轻地 他们往前移动 等到了包子人的书房 往后破一看 没人 因为南侠说了 这俩小子得前破 哎呀 这俩人的心呢 就提到嗓子眼 恐怕这段时间 他们在跑了 二人轻轻地爬上房脊 掌身往前破一看 果然 前破呢 趴着俩人 这俩人都穿着夜星衣 不注意 根本看不出来 这俩人都在天沟趴着 扁扁呼呼 每人背后都背着空刀鞘 手中都提着明慌慌的鬼头刀 头 往下低着 看那意思观察屋里的一切 根本就没注意到刘世杰和钟林 二小点了点头啊 为了要抓活的 现在可不能慢的 要再往前出流 就容易被贼发现 所以 他们二位使了一招叫猛击夺素 或者叫狸猫扑鼠 用脚一灯防击 把两个人就射出去 正好扑到俩贼的身上 把俩贼的脖子给掐住了 这四个人 在房上就摔一下 把房檐的滴水瓦给带下 吃了多快 落到台阶上摔个细碎 可是刘世杰也好 钟林也好 虽然说手里掐着贼 这把从那么高的房上摔下来 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安全 摔个好点怎么办 所以在半圈空中 两个人就发了手了 护住自己的五官 元宝壳的跟头摔到院里 可两个人也站起来了 这俩贼也要逃走 这俩贼的功夫真不含糊 刚才完全出乎意料 俩贼刚摔在地上 腰眼一叠气 嗨嗨啪啪 李渔达平站起身的 一个笨东一个笨西 就想跑 可是南侠 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能让他们俩跑得了吗 孝敏郎君沈明杰 超水燕子旅人杰 蒋昭小义等人 早就做好了准备了 望上一双 走不了了兔子 给他骚啪啪啪啪啪 把俩人打翻在地 拧胳膊给捆上 哎呀大家尝出了一口气 像憋宝似的可憋住了 原来一乱惊动包的人 包的人一听这怎么回事 外面 外面何人喧哗 回像爷 抓住贼了 抓住贼了 正是 这时南侠进来的 像爷 刚才背着 布下天罗地网 抓住俩贼 如此身豪 多掌灯球 把他们带起来 这阵包的人的书房 变成了工堂了 所有的人 全都挤到屋里和院里 点起一百多盏灯笼火把 把俩贼推进来的 接着灯光一看 这俩人还都年轻的 有个个儿稍微高一点的 红脸 留着小黑胡 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 住眉毛大眼睛 小伙长得还挺俊 个儿小的那个 是个白脸 脸呢 刚才强迫的 滴滴答答 往下支汤血 这小伙子胸脯 一起一伏的 支唇粗气 看这样 二十一二岁 都是青色夜星衣 寸牌骨头钮 背着空刀鞘 刀 已经被人家搅和了 这两个人进了屋 先是一斤 往四外看看 又瞅瞅正座的包的人 然后 把胸脯一拔 眼睛闭上 包的人冲着蒋平 点了点头 那意思 叫他问 蒋四爷 晃着小脑袋过来 背着手 先给他们 向向面 朋友 哪来的 受何人的主使 到了开封 所为何故啊 你们的同党 还有多少人 说吧 说吧 你们别忘了 这个地方 要想不张嘴 是办不到的 哎 哪来的 说 哪来的 叫什么名字 众人齐声 吆喝 这两人 把眼 又睁开了 看了看 蒋平 又往左右看看 冷笑了一声 又把眼闭上了 干脆一句话 你怎么问 他俩就是不言 把蒋四爷急的 也冒汗了 扭回头来 请是包的人 想呀 这种人是贼皮子 不动横着 是不行 好 切记 要留活口的 不能要他们的命 更不能叫他们受重伤 卑职明本 来人 既然这俩小的顽固不化 就让他们尝尝苦头 翻江淑 讲评 审问两个贼 但是这两个家伙 把嘴一闭 音语皆悟 尽管讲评 怎么说 怎么劝 甚至怎样问 他们也不说话 后来把蒋四爷可气急了 孙悟一声 把这俩小子给我带院去 叼起来 小弟兄答应一声 像拖死狗似的 把他俩架在院里 这院啊 有两棵树 有人上去 拴了两条绳子 把这俩人就 吊在上去 刘世杰 沈明杰 江小义 中林 站着四级角 每人手里拿着条 盲边 江平扬着脸问 说不说 叫什么名 谁派你们来的 夜叹开封 所谓何故 说不说 再要不言语 我们可不客气了 这俩贼闭着眼 咬着牙 还是不言语 江平没办法 冲着刘世杰一点头 这四个人就开大声了 你想那鞭子抽在身上 那个滋味能好受得了吗 没几下 把两个人的衣服就抽开了 直打的是 贫开肉战 鲜血崩溜 这俩家伙 真有点横骨头 把牙关咬的 咯吱吱吱吱吱吱 连横也不横 哈也不哈 后来 把这俩小子打的 顺着脑门子 滴滴答答 往下 躺汗 还是不言语 这时候天哪 就放了量了 包的人一想 别打了 打的时间过长 再把他们打死 可就不好办了 最主要的是 撬开他们的嘴巴 掏出他们肚子里的话 因此包的人 吩咐一声 煮炒 告诉蒋平 把他们两个人从树上系下来 给上上最好的刀商要 供他们吃 供他们喝 千万 千万要把他们看住 容我奏明皇上 在揭察审问 包的人上了教 赶奔八宝金店 但说四帝人总 就这几天 他怎么挠过来的 眼睛都红了 是吃喝不下 坐卧不宁啊 一件包的人上殿 皇上张口先问 包请假 可找着我那皇叔了 陛下 还没找着八王 啊 朕限你三天的时间 既然没找到我王叔 你上殿何故 陛下息怒 臣 有本上奏 虽然说八王爷尚未找着 但是昨天晚上 情况有点变化 臣 在开封府 抓住两名 责寇 哦 抓住贼了 对 审问没有 臣也一审问过 但是这两个人 闭口不言 到现在什么也没问出来 臣恐怕陛下担心 特来上殿起奏 哦 人宗点了点头 他心里一想 虽然说没把八王找回来 但是起码来说 抓住俩贼 这个事情就有了希望了 还可以容其还限 因此人宗告诉宝的人 赶紧回府 继续审问 一定要把他们的口供问出来 宝的人这才灵直下殿 回到开封府 先问蒋平 这两个贼压到什么地方了 回大人 在校尉所奸压 让他们用过饭了 他们不吃 哼 上过药没 药都给上了 您放心 这俩家伙死不了 身体非常棒 可惊奏了 一会儿大家休息片刻 继续审问 万岁有止 必须撬开他们的牙关 炸 时间不大 众人休息完了 把俩贼又提上来了 白天 揭插问 当然不能光打呀 包括展胸飞在内 掰开揉碎 给这两个人讲道理 鸡一致 善一致 软一致 硬一致 哎 你有千条妙计 这俩贼有一定之规 哎 就是不说话 眼看又长得瞪了 还是一无所获 讲平没办法 纷飞一致 含飞一声 吊起来 结查 打 那块打着 方速安晃着大脑袋 两只眼睛不住的转动 才突然 他想了个主意 把讲平 叫进耳房 四爷爷 我看咱遇上 棘手的事 可不是吗 我问过这么多案子 就没遇上过 这么骨头硬的贼 四爷爷 有道是 关断十条路 既然此路不通 咱们应当改变方法 你说吧 你有什么主意 我听听 爷爷 我打算定一条苦肉计 您看怎么样 苦肉计 小贼真有你的 详细说来 是吗 我打算如此正般 这么这么这么 您看行吗 四爷听完了 就就皱眉 好啊 那可危险性 太大点了 你得吃多大的苦头 哎呀 我的爷爷呀 我自知 我自知罪孽 深重啊 你想想 我前者陪我老叔 上太师府祝贺 结果出了事 结查陪八王私访 又出了事 虽然说不能都怪我 但我也有一定的关系和责任 真是最该万子 因此 我才出了这么个主意 即便拦点风险 甚至死了 我也是最有应得 所以 干脆您就答应了吧 说安啊 你的心 我很受感动 不过事关重大 我得请示了相爷之后 再做决定 你等着啊 就这样 蒋平见着包的人 把方才方树安 定的苦肉计 这个方法讲述了一遍 包的人问听 就皱眉 这个 哎呀 此计随妙 说安可以吃苦受罪 是 我已经跟他讲过了 他说了 宁愿把性命都搭上 也在所不惜 最后包的人一咬牙 点了头了 好吧 就一计而行 是 蒋平出来 跟方树安一说 方树安给蒋平一个劲做一 我谢谢爷爷 我谢谢爷爷 这样我才搅着心 安理得 那位说 这苦肉计 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 你就清除了 说话的时候 蒋平一掰手 都打这俩贼了 把他们压下去 找郎中 调治伤症 包扎伤口 不吃饭 就给他们灌汤 好 保住 他俩不死了 大家 该用饭 用饭 蒋平 向众人 一一做的交代 众人一听 无不挑 大指 称赞 方大头 没想到 他居然能 出了这么一条主意 看来 行之有效 并更天的时候 包的人 生作二 堂 把俩贼 提上来的 揭插审问 反来伏去 就是那几句话 姓什么 叫什么 从哪来 受谁主使来的开封 究竟你们想干什么 可这俩家伙 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 最后把蒋平气急了 好 我看看你们俩的嘴硬 还是我的行剧硬 来呀 上铁捞铁 时间不大 三班人一端了两个大碳火盆 那碳烧得正红的时候 里头有六把铁烙体 把手拿麻布缠着 烧得这个烙体 层层之末 火星了 离着多远都烤人的脸 蒋平用手一指 二位看见没 这点先尝尝不 嗯 我可跟你们说清楚 先烙你们的背 后烙你们的胸 接着就烙你们的脸蛋子 既然你们俩不张嘴 今儿个我就叫你们成了烧饼 穿不上 这俩人先是一惊 接着 不压过一摇 还是不说话 蒋四爷气急了 亲手抄起把烙体来 好小子 我亲自动手 说着拎着烧红的烙体 奔那个红脸的又来了 那位急咬压关等着哀烙 正这时候 方树安 从人群之中出来 你等等 你等等 蒋四爷一回头 什么事 我说蒋老爷 手下留情 这箭可烙不得 为什么 你想想水火无情 这样烙到肉上 这肉就熟了 要烙个三下四下的 这小伙子命就交代了 您可不能下此毒手啊 您看抽他几鞭子 揍他几拳头 甚至揍他一顿棍子 把板子都行 唯独这玩儿 五行之组 这可不能随便动用啊 四爷 您高个手吧 放你妈的紫花蹄 方栓 我在这儿 诸神 你算个什么东西 撒鼻子眼 你多出这口气 快 退到一旁 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哎 我蒋老爷 话可不能这么说 就是你官大 我官小呗 你也不能出口伤人 我说的哪点不对 你包皮这俩臭贼 不对 我可没那点意思 我是怕你把他俩唠死 一无所获 您别错理会我的意思了 傻他妈废话 滚 蒋平过来 照方栓 光光就两脚 这下把方栓 踹击了 他把大脑子一步了 姓姜的 别这么不讲情面 我小明 也是无品 带到御前的校围 你对待国家的无品 命官就如此无理不成 我怎么着 啊 你还觉着你是无品官啊 方树安 这屋梅外人有什么 咱说什么 你就当了一品官 你的根底也不正 你是拆了 茅房盖楼 臭底子 赶紧给我滚到旁边 俩人越说 吵得越激烈 最后蒋平把铁烙铁放下来 吩咐一声 把他给我捆下 小弟兄往上一闯 把老方给捆下来 方树安生 大骂不绝 姓方的瞎了眼睛 我怎么跟你们 这么帮人混在一块呢 哎 可心呀 我一腔热血 我都撒得不是地方啊 事到如今 你们也没拿姓方的当人看 他妈爷爷不干了 这碗饭我不吃了 蒋平也气急了 也不管这俩贼了 超起鞭子了 楼头盖屏 这顿揍 南侠也拎把鞭子过来了 四哥 你谁 叫我 这小子他妈贼性不改 咱们当初就不应当收他 可不是 大 这方树安嘴挺硬啊 大放厥词 不服不愤 因此被打的是 皮开肉战 这俩贼在旁边 瞪眼看着 你看他们俩挨揍的时候 他没太注意 等别人挨揍 他俩在旁边看着 可有点害怕呀 一瞅着鞭子下去 就是一个口子 鞭子一抬起来 血就躺下来 把方树安打得血肉模糊 这俩贼心里都想 哼 活该 你就是方树安啊 我们早就听说过 你这小子吃里爬外背叛了陆林道 这是应得的下场 打死你才好呢 可是俩人又一想 开封府太欺负外来人了 你看看 在关键时刻 就显出亲 显出缘来了 人家三峡五义的人 到时候抱成团 对外来人就欺负 其实方树安方才说的话 没犯病 就换了这种烫躁 这玩意太不讲理了 最后一看 把方树安打得背过气去 蒋平转身 请示包的人 相爷 您看对他如何处置 包的人拍一拍桌子 像这种臭贼 绝不困大 展现收尽 把他压起来 一关后叫 展示 相爷 这俩呢 把他们也先压起来 就这样 把他们仨 关进开封大牢 还都压在一个号里头 今天呢 方树安替他俩挨揍着 这俩小的上了最好的刀伤药 一点痛苦也没有 他们俩倒背着双手 靠着强几脚 眼睛贼光四射 瞅着昏迷不醒的方树安 一瞅大铁门关上 落了锁了 一会儿牢房恢复了平静 这俩贼 这俩贼彼此看了一眼 谁也没眼 就这样 昏昏沉沉 到了后半夜 方树安 脑瓜子一不冷 把眼睁开了 深胳膊抬腿 没有不疼的地方 他跟这俩贼不同的呢 他没捆着 就像房树安非常吃力的 从地上爬起来 往后退了多时 后背靠着墙上 啊 杨平啊 詹兄妃 我他妈跟你们亡不了 就我变成了鬼 我他妈也得掐死你们 哎 哎 方树安偷眼看看这俩贼 这俩贼无动于衷 还是不说话 在四更天过了 牢房的门开了 灯光一闪 斩雄飞 带着刘世杰 钟林 五六个人进了牢房 没理那俩贼 直奔房树安 别人提灯照着亮 南侠一只手堵着鼻子 蹲到方树安面前 方树安 你想的怎么样了 你认为你说那些话都对吗 方才我们请示了相爷 也再三解劝蒋四爷 只要你承认个错 赔个不是 就算完事了 马上把你放出牢房 你看怎么样 我姓展的 赏他妈来给他 姓方的哪说了 我没错 冲什么叫我赔不是 你们不讲理 反过来还叫我服软呢 没门 我姓方的 宁愿脑袋不要了 我绝不服软 方树安 要这样事情可就闹大发了 这条路可是你自己走的 你服个软 你能吃多大亏啊 在这些人面前 你就说两句好话 你对你人格又有什么侮辱 我姓展的 别往下说了 我这日才感觉到人格的可贵 我是绝不能说好话 好好好 算我白说 方树安呢 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 南下一转身走了 卡巴肚 不大锁锁声 转过来到第二天 外边喊 提方树安 这俩贼小眼睛瞪着看着 就见楼门一开 把方树安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了 这大牢上面有个窗户 因此顺风的时候听得非常真 他们就听着方树安呢 连喊在叫的祖宗奶奶的妈 紧跟着就听见哀大的声 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两个人的心呢 就缩紧了 要有一个多时辰 再看 有两个人把方树安架回来 浑身上下 没好地方 哭头 往地下一推 转身把牢门锁上 人家走了 俩贼往前凑合凑合 完了 死了 他们拿磕膝盖换换防树安的脑袋 一看多少还有点知觉 还没咽最后一口气 又到了晚上定更子 防树安明白过来了 哎呀 那条骨蛇了 骨头蛇了 这回这俩贼呀 实在憋不住了 看看没人监视 那个红脸的往防树安跟前一凑 怎么 他们又打你了 防树安点点头 心说话 哦 你俩不是哑巴 终于会说话了 哎 虽然这话无关紧要 毕竟 他是张了嘴了 这红脸的街叉说 方爷 虽然咱没见过面 你的名 我们早就听说过 哼 没想到 你们当官的内部 也耗子动刀 窝里反 哎 我们认为 光打我们 动真格的呢 闹了半天 你们内部人 也受此酷刑 防树安本亭 打了个嗨声 你说错了 人家 三峡五义 小五义 小亲戒 人家不能这样 这是对付外来人 我怎么瞎了眼了 骑走一步错 难盘 军事哭开 方树安哭开了 这俩贼 又半天没说话 当方树安哭 骂指住悲声 那个白脸的也凑过来 我方言 你估摸着 他们得怎么收拾你 你这官司 什么时候能了结 哼 我跟你们哥俩一样 啊 咱们怎么能一样 你都得哀悼 我把包黑子气急了 他说了 明天正当武士 要把咱们三个人 推到云阳市口 开刀 问咱 传道 那还假得了 这包黑子亲口说的 他们说得出来 就办得出来 什么可黑呢 方言 那怎么说 咱们仨就得等着挨刀呢 那我等着那怎么办 正在说就听见牢狱外的一阵大乱 开铁门 插尖喽 三个人温庭 同时大吃了一惊 西伯大头鬼 房书安 正跟这俩贼闲 闲闲 插尖的来了 但见红灯一闪 蒋挫子 从外边进来了 你看蒋平个不够 真好比凶神 恶煞一半 穿着一身官服 舔着肚子 挂着绿裤子弯刀 瞪了一眼 房书安 三人谁也不言喻 那俩贼 又退归到墙角 蒋四爷一阵冷笑 问这俩贼 怎么样 这两天想的如何呀 是张嘴呀 还是不张嘴呀 今儿实话对你们说吧 不张嘴也没什么了不起 明天就打发你们 去找你太老了去 说完了 又来到房书安面前 想房的 你想的怎么样 是想死啊 是想活 房书安仰着脸 冷笑一声 嘻 问这话怎么解释吧 想活好办 承认个错 爬到地下 给我磕仨想头 然后 给包的人 三峡 五亿 小五亿 小七杰 都赔个不是 承认 你犯了犯上的罪名 这事就算拉倒了 可你小子要命 你跟他们俩一样 明天 你可就是最后的日子 听懂了吗 行家呢 我早想好了 脑袋掉了 玩大个八 再过这么些年 还这么大个 有错 好承认 没错 没什么承认的 想叫我俘虏 还是那句话 没门 哎哟 你小子真是贼性 不改呀 你到底认错 没门 不能认 好 你认为你明天一死 你想来个痛快 今天晚上 我还得跟你 熟熟皮子 带走 蒋平说着 一伸手 把方淑安的衣服 领子抓住了 望外就脱 方淑安就往下坐 就不走 两人在牢房里 就撕打起来 也不知怎么弄 方淑安这一步了 把蒋平这弯刀霸 给抓住了 他也是一股鸡劲 把刀抽出来了 蒋平一回神 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他妈 你要豁出去了 你这样走 这房淑安 双手捧刀 奔 蒋平就抓来了 也许这屋太小 蒋平也没躲开 这一刀挣扎肚子上 啪 就见蒋平俩眼一翻 是仰面摔倒 这地都叫血染红了 俩贼在墙角看着 真真的 吓得一波了脑袋 就见方淑安把刀撤出来 就好像疯了死他 贱人就杀 把几个老头吓得把灯笼也扔了 聊不着了 蒋平也叫人杀了 方淑安要炸鱼啊 往外奔跑去送信去了 就见方淑安一转身 来到这俩贼近前刀光一晃 把他俩的绑绳给挑开了 二位快随我跑 这论什么 你们不跑我可跑了 这俩人一听 不跑可就没这个机会了 所以站起来跟着方淑安 冲出牢房 可能由于这牢头 情急之下 也忘了关门了 三道御门都开着 他们很顺利的 逃出开封大牢 方淑安自流一拐弯进了西胡同 这俩人跟着就到了大牢窃进 方淑安晃大脑的脚尖 脸地望上一纵 呃呃 啪 又摔下来了 他这功夫根本上不去 这大牢都有一丈五六尺高 那俩贼赶紧过来 一个在左 一个在右 架着防树安的胳膊 发言 你家把劲 咱仨一块往上蹦 一二 哎呀 费了九牛二虎劲 把大脑袋架到墙上 然后三个人一鼓都跳到墙外 这就出了开封府了 三个人是头也不回 傻崖子就跑 刚到胡同口 就听神后 喘啰声 喊叫声 连成了一片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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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得了 有人炸鱼了 防栓安跑了 咱也跑了追 扶你走 走完了咱神也活不了 他们呢也没无目的地往前跑 撞过棋盘街再一拐弯 到了顺城街 钻进胡同 到了城墙根 仨人很快地顺着马道上了城 但是往城外一看有点傻眼 黑乎乎 身不见笔呀 那京城的城墙都似乎仗高 方栓手扒舵口 打了个嗨声 完了 这算跑不了了 出了龙潭还得进胡无血呀 放开 没关系 我们二人保护你 咱们宁愿摔死 也不能叫他们抓回去 我们二人架着你 咱们一块往下蹦 不行 那咱咱一个也活不了 最好有一个先下去试一试 然后咱们再想法票成 那个红脸的一拍凶途 看我的 这位一顿劲儿 这位一顿劲儿 双腿一飘 噓 落到城外 说来也巧 他们跑这个地段呢 城外堆着不少垃圾 这垃圾是比较松软的 所以这个贼摔在上面 没怎么地 他一鼓的声站起来 二位 快下来就往这跳 没关系 摔不着 那个白脸的第二个蹦下去 房属安一咬牙 闭成牙 也嚷 啪 也下去了 三个人站起来 劫插跑 这块的护城河还没水 很顺利的越过护城河 就奔了西山树林 这一口气儿 大概跑出来没二十里地 也差不多少 回头看看 没人追 三个人这才放心 等进了树林了 三人谁也跑不动了 仰面朝天望地下 一探 哭通哭通哭通 光顾刀气儿 要么有很长时间 三个人这口气儿 才喘 均匀了 那两个人毕竟年轻一些 香菇了手坐起来 凑到房属安进去 发言 你脚是怎么样 完了 我他妈是活不了了 那条骨大概也舍了 几两骨大概也断了 不能 绝不能 要那样的话 你跑不了这么远 那是你自己觉着 等有药的时候 吃完就能好 方爷 你坚持点 坐起来 哎 哎 方说 俺点点头 从地上爬起来 这俩人架着的 靠着棵树坐下来 听了听外边 什么声也没有 三人更放心 再看这个红脸的 跟白脸的 耳语那一阵 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 方爷 我们忽料了一件大事 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们还没给您磕个头呢 恩人请上 受我二人一拜 别 算了 算了 我也不光是为救你们 主要是为我自己 不管怎么说 方爷 你是我们的恩人 没您 我们说什么也出不来啊 磕完了头 脸儿又坐下来 问方说 方爷 你打算奔哪去 方说 俺问听 晃晃大脑袋 哎 我也不知道 这我跟你们二位说 我现在是走投 无路 至于那样 怎么不至于 自从我背叛了 陆林道 投身到官府 我把陆林人都得罪透了 我心里轻痛 这帮人要见着我 都得把我砍了 你说我能上哪儿去 八宝叠晕风 回不去了 轻松狼牙剑 去不了了 阎王寨更没有我容身之地 哎呀 可也是 二位啊 咱们也算有缘 我看 分道扬镳吧 你们俩还年轻 从哪儿来 你们就回到哪儿去 快走 是非之地 不可久留 说不定 一会儿 官兵就注意来了 好吧 这俩贼站起来 方爷 如此说来 青山不老 露水长流 咱们后会有期 你走 快走 这俩人说吧 一哈腰出了树林了 方说俺这心就凉半截 心说话 合着我白折腾 遇上吃生米的了 这俩小的连点人情都不懂 你们倒客气举举 就这么就走了 方说俺正着急呢 这俩人又回来了 方爷 要实在没地方去 你跟我们哥俩走得呢 方说俺一听这个乐就甭提了 要求的就是这件事 但是他不能这么说 要这么一说 引起对方的怀疑 方说俺一拨了脑袋 我已经 我跟你们上哪儿去 嘿 自然是有去处了 方爷 跟着我们哥俩去 吃香的 喝辣的还不说 还有人保护咱们 也慢说 翻江书 讲措子 南侠 羽毛 斩胸飞 就是大侠 白呀 没 玉面 打磨白云锐 也不敢 沾咱的边 再说句过头的话 就是徐良 白云锐的老师 他也白给 我说二位啊 往后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太有点过分了 什么时候你们还吹 不不 方爷 我们一点都不吹 您知不知道保护我们的是谁呢 谁呀 他 这俩人说到这儿把话又咽下去了 当然 方爷 将来你就知道是谁了 你就知道我们俩没吹 不过 我们把您扔到这儿一走 脚子不够意思 您是恩人 受了这么重的伤 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儿吗 方爷 如果你同意的话 跟我们去吧 我谢谢二位 我说 如果你们二位不疑心的话 得把底交给我 就这么呼啰啪吐 我可不敢跟你们去 我先得打听打听 你们是谁 咱们把丑话说前边啊 你们怀疑 我问你们的口供套你们的实话 你们就别说 你们要觉着信发那够意思 从湖口把你们救出来了 愿意心换心 那你就说实话 我这人向来不勉强 嗯 好吧 方老爷 事到现在 你也不可能套我们的实话 那红脸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 我人送绰号 陆地空棚 我姓赵 叫赵天林 他用手一指这白脸的 这是我亲兄弟 人送外号 叫闪电白元 赵天亮 哦 方说安这才明白 这是赵氏弟兄 就见赵天林说 方爷 既然我们跟你说的真名实姓了 对你是一百二十个相信 另外再把实体告诉你 我们哥俩不是孤立的 我们身后有的是英雄好汉 你就跟我们去吧 准梅坤吃 到哪儿去 不远 说这话 从这往前走 不超过三十里地 咱就能到家 什么地方 京西 西山澳里边的莲花冠 方说安是牢牢记在心里 啊 莲花冠 对 我听说有这么个地方 哎呀 方说安心说 我们这帮人要不说怎么都是饭桶 清查户口 寺外找贼 就限制在东京周围 谁也没想到西山澳 就没想到那会儿能有贼 闹了半天 贼窝子在那儿呢 我听说 东京有两大名胜 头一坐就大姓国寺 第二就是莲花冠 就因为莲花冠在西山里边 道路又不好走 并又非常笨 所以很少有人去 但是要提起来 没人不知道 这帮贼全在那儿聚会 我总算把尸体摸着了 但是方说安又想 谁能保证这俩人说的不是瞎话呀 倘若他们声东击西 有意的糊弄我呢 不行 我得必须亲自去看看 方说安点点头 那真是个好地方 那那莲花冠 有咱们的什么 有 敬咱们的人 我们就说出一个来吧 飞剑仙诸亮 你认得不 你太认得了 我竟跟那老头打交道了 飞剑仙就在莲花冠 金掌佛禅 知道不 你知道吗 就那那贾徐良紫面金刚 王顺的老师 对呀 禅于寺的老方丈 也在莲花冠 再跟你提个人 莲花门的祖门长 飞云道长 道天真人 郭昌达 也在那 方说安一听脖子之帽 凉气 哎呀 郭昌达也露了面 我听了说 这老家伙能力才大 难怪赵氏弟兄口吐狂言 郭昌达真要是露了面 也慢说徐良白云锐 就是他们俩的授业恩师 也未必能讨到便宜 看来这个事 越来越严重了 方说安心这么想 表面上不露声色 方言怎么样 跟我们去吧 二位呀 你们的心 我是一百二十个感谢 不过你们这一说 我更不能去了 为啥 可别人不知道 我你们还不知道 我背叛陆林道 投靠开封府 这帮人都把我恨死了 一见面就得把我吃了 我哪敢去 我除了龙台 又进虎穴 我自己这不自讨苦吃 不能 不能啊 方言你放心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知错必改 乃为俊杰 虽然你把道走错了 现在 你又重返陆林道 而且 你亲手扎死 蒋泽长 你这就算给陆林人除了害了 你这就算立了功了 况且还把我们哥家给救了 见着总门长郭昌达 我们会说的 一定保你平安无事 是吗 人家不相信你们的话呢 不能 郭昌达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是我们的亲师爷 可喜欢我们哥俩 我们说一半 你放心 我们可以打这个宝票 要不 我就跟你们俩去试试 哎 请你再来吧 谁要敢杜你一根寒毛 我们哥俩就不答应 我相信 不过那老朱亮可不是东西啊 那老家伙一瞪眼六亲不认 还有佛禅的小脑瓜 我一见他脑袋都疼啊 过去我把他们得罪苦了 就怕不容分说 他们就先下家伙 不能不能 家有牵口主事一人 我师爷不发话 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 走走走 快走 就这样三人结伴而行 离开树林 赶奔欺杀 他们刚离开这儿 就有几个人进了树林了 谁 蒋平派来的人 你想蒋平 能被防刷扎死吗 苦肉计苦肉计 那都是言戏 那蒋平啊 那是扣个衰跑 外子用衣服一盖 为防备万一 贴着肉皮质 还包了块铁板 不然的话 方川使劲过猛 真给扎成怎么办 所以假戏真唱 把俩贼给骗过去了 他们仨在前边走 开封府的人 在后就盯着 非要把贼窝子给找着不可 安下他们咱不说 单表二兆带着防树安 一口气进了西沙 翻山越岭啊 天四亮四不亮 就来在莲花棍的门前 方说还真没来过 光听说有这么古刹蝉林 头刺见着 他一看 这座庙比香国寺不小 尘风吹着精秒铃 鸿鸿鸿鸿鸿之响 五道山门紧闭 周围都是原石森林 庙前是片空地 立满了两六十杯 也不知什么年头 什么人修的 杯文是什么 也没工夫去看 光看见刺剑莲花棍 这块大扁 看那意思 这块扁得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二赵把防树安领到脚门这儿 往左右看看没人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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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节奏的敲了五下 门开了 从里边出了一伙小小道 谁啊 我 你 二位 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 你们要再不回来 老门长就要派人去救你们去了 正在里边商议这件事 把各位英雄都要急死了 说着二赵领着防树安进脚门 到了头层院子 顺越来门洞一拐弯先奔东跨院 这东跨院十分宽大 院里都是古松脆白 诶 正面有十间房子 由于这个天四亮四不亮 屋里边还长着灯呢 就见灯光晃动 人眼摇摇 传出来高谈阔论的声音 二赵平身站住 叫防树安在外的等着 他们俩要到里头先见郭昌达 防树安脚的心里没底 二位啊 我怎么讲这事儿悬得糊的 不是该我寿终正寝的时候呢 我看算了 我把你们二位送到家 我另头踏住 别别别别 防树安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朋友呢 你放心 你不但遇不上风险 我还敢保 祖门长的热情款待你 稍后片刻可别走啊 就听屋里说话 天临天亮啊 在在 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 说话间两个人一条链笼进去了 他俩怎么说的不知道 时间不大两人又回来了 方爷 里边请 我行吗 还没说的 你跟我们进来吧 方叔安 你想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方叔安 和赵氏弟兄 来到莲花怪 这哥儿俩 先到里边去见郭昌达 时间不大 转身回来了 方爷 往里请吧 细拨大头鬼 脑袋是嗡嗡之响 心头咚咚之跳 心说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舍不得孩子 就套不来狼 这回啊 我倒要试一试 是龙潭 还是胡穴 大脑袋把胸脯一拔 甩大刹 走进房中 借灯光一看 这屋子里是十分高大 常亮 灯火辉煌 摇着面 放着一张床 床上放着铺团 在上面坐着个老道 这人年纪可不小了 眉毛 胡须 耍白耍白的 面似淡金 一张大长脸 眼皮低吹 大狮子鼻 黏鱼嘴 两耳吹尖 头上戴着 蓝断色道棍 金簪别顶 身穿蓝断色道袍 妖记姓黄 水火丝掏 手拿浮尘 在背后 背着一对特殊的兵人 叫梁天尺 在这老道的身后 站着八名年轻的老道 一个个二目发光 再往两旁看 上吹首 是个出家的僧人 身材高大 最特殊的 脑袋太小 跟房淑安呢 正好相反 别看小脑瓜不大 一对眼镜 闪着寒光 脸上还有十几个 浅白马子 往那一坐 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 在他身后 站着四个和尚 都背着双戒刀 尖头上 给扛着一条 日月龙凤 方便连魂铲 方说 你还认得 正是蝉鱼寺的主赤僧 王顺的寿业老恩师 金掌色蝉 往下推手观看 坐着个老头 面四迎喷 鸭围巾 剑绣 外批英雄厂 手里的 煮着五金的拐杖 并法 接白 方说 你看 飞剑仙 卓亮 再往两旁看 八宝 跌云风 轻松 狼牙剑 漏网的裙贼 阎王寨 逃跑的贼寇 以及 绍华山的 黑水湖的 陆家 土的 等等等 足有 好几百人 要想挨个 看清 那是不容易的 也没那个时间 老方 平身 刚站住 这屋里 就开了锅了 头一个 就是 飞剑仙 朱亮 这老家伙 把拐杖 轮圆了 哇哇 爆跳 啊 我当是谁 原来是你 姓房的 天堂有路 而不走 地狱无门 自来头 该着我们 给死去的 陆林人 报仇 血汗 他一闪电般的速度 跳到 防树安养前 上着一晃 底下一个 扫堂腿 骚啪哭 把大头鬼 蹬倒在地 轮拐杖就要咋 那帮贼 甩大衣 就好像 胡铁乱飞 各拿刀剑 哇 全过来 剁了他 剁成饺子下 砍砍 方说 安静闭眼 心里一方个 这 这算 玩完 可这 这也来不及 考虑别的了 与此同时 赵天林 赵天亮 哥 两个可不干了 这两个人 把飞剑仙 朱亮的拐杖 给抱住了 等一等 老剑哥 刘青 各位 都不准动手 你们要干什么 赵天林 拦着朱亮 赵天亮 用两条腿一刹 护住 防树安 这帮人才没得下手 赵天亮 粗脖子红脸的说 总文长 你给批评理 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这是干什么 难道起哄不成 不允许我们讲话吗 正中央做这个老道 就是莲花派的总门长 飞云道长 郭长达 也就是说 他是这儿的总负责人 他不发话 别人没敢下手 郭长达把大眼皮望上 一撩 放出两道寒光来 手脸淫然 看看躺着的防树安 他思索了片刻 把扶尘往左右刷刷一晃 你等 退在 一旁 站上 熊贼 这才分开 赵天林 赵天亮 气得呼呼之喘 从地上 把戏部大头鬼防树安 给招起来 方爷 您受惊了 不过您放心 有我们哥俩给您担保 万无一失 哎呀 我这也不讲点理 我说不来 你们哥俩非请我来 这多好 一进门 先给我来个开花炮 方爷 这是误会 您等他 如我们建祖门长申诉 赵天林 赵天亮哭通 望云床前一跪 望上叩头 总们 方才我们哥俩都讲了 我们俩之所以能活着回来 全仰仗着防树安 没人家舍死忘生 从胡血之中 把我们救出来 咱们祖孙是不能见面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呢 当然了 方爷曾有一度十足 把道走错了 背叛了咱们陆林道 给开封府当的鹰犬 但是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谁敢保这一辈子 不做错事 那么知错必改 乃为俊杰呀 放下秃刀 还立地成佛呢 人家犯了错了 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改吗 把道走错了 就不允许人家往回走吗 真是岂有此理呀 师爷 您听我们详细讲讲经过 那天晚间 我们哥俩奉您所拆 一夜探开封 不幸落入魔掌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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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把详细的经过 如实地讲完了 屋里的气氛和缓下来 就见郭昌达 尝出了一口气 哦 哦 原来如此 师爷 半字虚假都没有 人家房也不来呀 是我们哥俩把人家圈来的 人家就预料到 咱们对人家不太好的 既然我们哥俩担保了 难道师爷 你还不相信我们吗 天临天亮 别往下说 方才 纯属是一场误会 你们要不详细讲 连我也不相信 说着话 不够身份 不够身份的 你上旁边站着去 在这坐的人 没几个 除了是剑客以上的身份 起码 也够个门掌 为什么给方叔安一把椅子呢 这是报他救徒孙的救命之恩 另外也拿他当尊敬的客人 赵天林 赵天亮 这阵才高了性了 满脸是笑 方爷 放心了吧 我师爷说话了 平安无事 快请坐吧 方叔安 这才坐下 有小老道 给捧了一碗香茶 赵天林 赵天亮 跟郭昌达说 师爷 我们满身都是伤啊 方老爷身上的伤 比我们还严重得多 不信您看看 最好 先给上点好刀上药 以防毒火归心 是吗 待频道观看 郭昌达亲自下了云床 来到房处安进前 亲手把衣服给他扒掉 你看可不是 这后背打的是血肉模糊 前心左一条子右一条子的 美好地方 郭昌达就一皱眉 方爷 你真吃了苦头了 稍后片刻 频道这有最好的刀商药 郭昌达一转身 叫过一个小老道 耳语了几句 这小老道转身走了 片刻之后 拎了个兜子 郭昌达把兜子接过来 亲手打开 里边有完善高丹 郭昌达 亲自把药配好了 先给方处安 治好外伤 又给他扶着七星散 解毒丹 这样伤很快就能好 方处安是千恩万谢 感动得 屁类横流 我说个嘴说 您老就是莲华门的总门长 郭老建客吗 不错 正是频道 哎呀 久闻大名 轰雷贯耳 我听说您是个了不起 而要了不起的剑客 今日得剑尊严 我死了也闭上眼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不应该错走了一步 鬼迷心跳 非要当官不可 年轮给开封府三峡五义的人 当了鹰犬 当了走狗 背叛了咱们陆林道 现在想起来追悔不及 我老门长啊 倘若您大发慈悲 闪门大开 还能允许弟子从返鹿林 我真是无限感激 方爷别难过 方才天灵天亮说的不假 人非圣贤 福能无过 不算什么 你能迷途知返 频道我就欢迎 我可以代表莲华门 以及陆林的央雄 欢迎你归队 哎呀多谢 总门长 方爷坐下吧 坐下之后 郭长达跟他闲谈 但是房处安是倍加紧闭 说闲谈 谁敢保 他不是套自己的话 别看坐在一起 说说笑笑 那心里都有借意啊 房处安表面上装的还若无其事 大脑子是高度紧张 就听郭长达问他 方爷 你有回武林的心太好了 不过频道想问问 你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的 两个多月了 哦 为什么呢 还别提了 我老县长啊 我这人说话 嘴可没有把门的啊 说深了 说浅了呢 刮着谁碰着谁 都别挑我 谁让我是个粗人呢 原来我一心一意想当官 皇上还挺大方 亲口加封我 无品带到御前校尉 要不知道的 看我穿着官服 拿着国家的银子 一定很自在的 实则不然啊 我算他妈落到后娘手里了 我跟开封府的人凑得一块一看 人家穿一条腿的裤子 拿咱根本就不当人 打过来 骂过去 在他们面前就挨着三成 别看我是无品官 连人家那酒品 我也赶不上 就这样弟子 我就有点憨心了 后来我一想 既然已经保了开封了 哪能还改变主意呢 就是吃点亏 受点委屈 也得忍着干 可是最近一个时期 我一看 实在没法忍 我是个人 他我得说话 不管我说的对 或者是不对 指定的挨骂 动不动的挨打 尤其他妈那个讲锁子 最不是东西 这小子最失恋了 赵氏弟兄可以见证 他们拿我当人吗 明明我说的是好话 他也认为我胡扯 张嘴是祖宗奶奶 大放厥词 我说老门长 人有脸树有皮啊 我方叔安再窝弄 我是个人 什么苦我都能受 这个气我受不了啊 因此我才依然的 扎尖烦 被判开封 重返武林 这是我发泽肺腑的实话 我相信 你说的很真实 是吗 为什么我们跟三峡武艺 小武艺的人 截下不解之仇呢 就因为我们看出来了 他们就是官府的英权 咱们跟他是属于火 不能相容啊 方爷 现在你有亲身的体验了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叫陆林的朋友 放弃其他的想法 只有通过你说 我想还是有效力的 是是是 多谢老门长指点 方爷这样吧 方才频道发现 你的伤可不轻啊 天灵天亮的伤也不轻 你们连夜之间 从东京跑出来 身体过分劳累 我看你们先休息 等恢复了经历 咱们再谈也不迟 多谢门长想的周到 来人啊 安排住处 有专门一个老道负责 把方叔安 赵氏弟兄领下去了 把他们安排到一间房里 可这屋 好几张床 铺得喧喧喷喷喷喷 被路都是干净的 给摆的点心 漆的茶水 三个人把门关上 赵氏弟兄乐了 方爷 你看我们总门长怎么样 好人 天大的好人 不但人好 能耐还大呢 方爷 你早晚你能看得见 这回我们总门长这一出头 管教开封府 这帮人现世吧 你瞅他们怎么丢人吧 我们总门长早就下定决心 要把白云剑客 吓喉人 什么风僧罪 菩提灵空 有什么什么的 全都把他们收拾 至于那个徐良啊 也白云瑞呢 谈不到话下 那都小崽子 不值一打 是吗 太好了 哎呀 这么说 我这步算走对了 可不是了 方爷 休息吧 咱们好好睡睡觉 养足了精神 咱们有话再说 那好了 就这样他们躺下了 方叔安把头一蒙 心里开了锅 心说 人事之间 无奇不有 嘿嘿 没想到我深入虎穴又跑至卧底来了 通过初步脚量 我把郭长达等人骗住没有呢 从眼神 女气 倒看不出毛病了 但是 知人知面 不知心呢 不管怎么说 我还得多加防范啊 我对人家有怀疑 人家对我肯定也有怀疑 别弄个前功尽弃 想着想着 他头一沉 还真睡着了 其实他也确实太累了 身上的伤也不轻 就这样 他们仨呀 这一觉 睡到晚上长灯 有个老道进来 给他们换水 把防范安给惊醒了 抬头一看 灯光明亮 哎呀 问什么时候 方爷 夜一掌灯了 哎呀 掌睡了一大天 哎呀 睡足了 他这一说话 赵氏弟兄也起来了 三个人敬完面 梳了头 换了衣服 起身赶奔跨院 再看以郭长达为首的裙贼 人家都在座 方叔安他们进来 彼此见过 郭长达照样赐座 方爷 休息的怎么样 哎呀 太好了 睡得足足的 把多日子这点乏 全缓过来 那就好 伤还疼吗 强多了 您要不问 我都把这茬忘了 好 今天晚间再换一次药 明天就保你平安无事了 来人 摆焰 素燕摆上来了 这可没有肉 虽然说素燕 那比药性还丰富 一色都是过油的 方叔安真饿了 胃口大开 不过使他奇怪的是 说百言 就四把椅子 我发现想这么多人怎么个做法 后来才弄明白 方叔安坐在客位上 有郭长达 飞剑仙 朱亮 金掌 佛缠 仨人 陪着 别人 只能在旁边 看热闹 没有资格入座 方叔安心中 暗想 这些贼的规矩还挺严呢 就见赵氏弟兄 围着桌子转来转去 针酒不菜 郭长达一笑 方爷 我先敬你一杯 祝你重返武林 一帆风顺 见老见客的吉言 那我可就喝了 不打 这一杯他喝 赵氏弟兄又给满上 不过方叔安发现 这朱亮 眼珠的瞪子一弯大 老冲着自己运气 转过身再看佛禅 这对小眼睛闪着鬼火 可能手心有点刺痒 老冲着方叔安比例 方叔安脖子就有点冒凉气 心说 这俩狡猾的狐狸 我就说出天官赐福来 他们对我也不会相信 哎呀 我来不能白来呀 有两件大事 八王爷的事 白云瑞的事 我必须得摸清楚 可怎么个摸啥呢 哎 眼睛一亮是记上心头 哎 西伯大头鬼 王叔安 之所以挺身走险 有三个目的 一 想要把贼窑摸清 贼窑就是贼窝子 究竟在哪 如今这目的达到了 闹了半天的惊喜莲花怪 另外还有俩目的呢 八王失踪了 是不是在这 八王是死了 是活着呢 这个事必须得摸清 第三 有个人冒名鼎屁 陷害白云瑞 那个人究竟是谁 现在这个人在哪 也必须摸清 好让云瑞出开封大牢 因此说 这个担子可不清 方叔安深知 飞剑仙珠亮 金掌佛蝉 白莲花雁峰 小韩姓张的莲 小粉底田环等等等人 根本就不相信他 现在只有郭长达 对自己好像挺相信 赵氏弟兄挺相信 除了他们爷们之外 现在是直身在湖口之中 随时随地都可能出危险 但是 明知山有虎 偏向湖山行 事情还得办 可怎么办 就得讲策略 方叔安一边喝着酒 一边唠着 就冻开了心计了 突然有主意了 他把酒杯一放 冲着郭长达一抱拳 哎 总门长 方爷 有事吗 弟子 有件事 不知当讲 不当讲 哎 说呢 你看出来 我对你很器重 咱们都不是外人 有话你尽管说 我谢谢 总门长 我想打听打听 你们这些人就在这莲花冠 离着东京不超过六十里 倘若要叫开封府的人知道 对你们可不利呀 我老门长 我的意思是说呢 你们做好准备 没做好准备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一旦 开封府调来军队 咱岂不被动呢 哈哈哈哈 说的对 问的好 不过方爷 你放心 频道早就做好了准备了 你尽管放心 他总然来了千军万马 频道也不拒 是吗 那总门长 您怎么那么放心呢 您有什么把握 就不怕他们呢 书安 频道不是自夸其得呀 要讲究武艺 我让他们开封府的人 混得一块 我也不惊 何况还有在位这么多英雄 另外你还不知道 你看表面上就莲花冠这些人转来转去 在必要的时候 频道 发一道 发跌 立刻调动千军万马 哦 是啊 那你有那把握 弟子就放心了 另外方爷 我再告诉你 我们手里还有一件法宝 就更不怕他们了 他们要不来是便宜 倘若他调动国家的军队 以多为胜 我就利用手中的法宝赢他 总文长 您说这法宝是千昆圈呢 是翻天印 哈哈 你真能开玩笑 我根本没有这种法宝 就有 我也不会掐绝念咒 我说的法宝 是个人 我手上就 人质 方川一听 醒了 有门了 他赶紧往前去探身 接查问 您说这人质 是什么意思 哎呀 你怎么还不明白 难道你在开封府 没听说吗 八王千岁 赵德方丢了 他没落在别人手里 落在贫 到我的掌中 赵德方在我手里抓着呢 我怕什么 官军不来 他不是便宜吗 打击了 我就把八王赵德方先拿着开刀 咱怕什么呢 方叔安一听 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 也说不出是高兴啊 也说不出是紧张 我说总门长您真是活神仙 闹了半天赵德方落在您手里了 不错 我您怎么把赵德方弄到莲花罐来的 我可真有点糊涂 这个事本不奇怪 既然咱们是自己人了 无话不谈了 我也不怕你泄密 你也不能这么干 说起来这件事是偶然的 在原计划当中 我们没想抓的 你想赵德方软弱无能 抓他不抓他有什么用啊 但是他自己送到门上来的 他无缘无故 要化妆私房 这不是吃饱了成的吗 神识鬼差 他到了大象国寺 在大象国寺的时候 是不是你保的价 一点都不行 那是他逼着我去的 是啊 跟你没关系 咱就说这赵德方 当你们发生争斗的时候 赵德方有点害怕了 随着人群呢 躲到马王庙去了 看他那意思呢 在那闭会儿风 挡着你 嘿 事情巧了 马王庙的灌主 叫马田园 乃是我本门的徒指 正好看见赵德方 就这样把他让进庙中 给他喝了碗迷魂汤 赵德方人事不行 我那徒指马田园 用口袋把他装在里边 用辆车才送到莲花罐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是啊 我老门长啊 我老门长啊 这招可真够 把开封府那帮人急得活了 屁股呀 上至皇上 下至半柴官 眼珠子都脑红了 那么这马田园在场吗 我想见识见识这位了不起的高人 可以 田园啊 就在人宠之中 卖步走出个老道来 这老道五十岁挂领 黑灿灿的面皮 一把大胡子 好像钢针相似 沿路凶光 周身上下一身黑 背后背着桑门剑 手拿浮沉 卖步出来 来到郭长达身后 吴亮天尊 参见总门长 田园啊 方才我跟房爷提到你的头上 你们彼此见一见吧 方叔安 这就是捉拿八王的马田园 是啊 方叔安站起来 一抱拳 道爷 您可给咱们陆林人打腰提气了 你能抓住八王 就算给陆林人立下不是职工 可喜可贺 来 我敬你一杯 不不不 方爷 我可不敢当 来来来 哪能不喝呢 我赞成你是个人物 马田园不敢喝 偷眼看看郭长达 郭长达撂微点点头 他这才敢把酒杯接过来 方叔安暗中咬牙 心说马田园啊 马田园 咬到 你他妈损透了你 就因为你把八王爷盗走 给满朝文武 给开封府带来多少麻烦 看来你是罪在不赦 迟早要算清这笔账 我把你这模样记清了 我必然要亲手拨了你的 呸 方叔安心里恨 脸上还假装乐着 一看这老大把酒喝完了 把酒杯放到桌上 规规矩矩 退回原位 方叔安就抱拳 老文长 您这一说我全明白了 哎呀 还得说咱们陆林人高 净出状元 咱们料失小计 就弄开封府个麻洋人番 我太痛快了 哎 哎 总文长 也许我喝多了 肚子有点发热 我打算把我不明白的事 我都说出来 请说吧 我总文长 我前些时 我陪着白云瑞 赶奔三国旧府 就是奔太师府 我那天晚上发生事了 有一个人 裸走了二十一件宝 杀了三国旧庞虎 就因为他这一壮个的功夫 使白云瑞身陷大牢啊 不是这位是谁啊 是咱莲花馆的人吗 我也想开个眼 见识见识 哈哈哈哈 好 今天呢 我都让你认识认识 来来 去把小西请来 是 方叔安一听小西 这是谁 过去没听说过 可能这个人没在乎 叫人的人出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 那老道回来了 后边跟那个年轻的壮士 这一进五方山就认出来了 肯定这小子冒名顶替 装白云瑞 因为个头 跟白云瑞相仿 穿仗打扮 也相差无几 借灯光这照 跟银娃娃似的 头上带着月白段杂金 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骨叶 并插英雄球 穿白挂素 外配灰色英雄场 水红仇子挂领 上绣牡丹花 左肋下 佩戴一口钢刀 打冷眼一看 真像白云瑞 但是再看 他就不像 人哪有那么一样的呢 这个人虽然像白云瑞 跟白云瑞有本质的不同 那白云瑞多正啊 那小伙子眼角眉梢 身前身后 带着一团的胀气 而这个人 多少有点青眼圈 眼光发贼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就见此人慌慌张张 来到郭长达进前 辽姨跪下来 总门长在上 弟子给总门长叩头 小夕啊 起来起来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你认识他是谁 认识他是谁 他不是戏伯大头鬼 方叔安吗 对呀 方爷 这就是刚才你要询问的人 此人姓张叫张小夕 人识绰绰号 遇面小如来 是啊 哎哟兄弟 今日一见三声有幸 方才我听总门长说 杀死桑国舅的是你 给白云瑞栽赃的也是你 使白云瑞蹲奸作狱的还是你 我对吗 啊 不错 有这么回事 嘿 高 太高了 一花节目 借刀杀人 这种巧招 真叫人可亲 可配 方叔安嘴这么说 心里 恨死 心说你年纪轻轻 他妈不走正道 干这缺八倍无损得的事情 你哪学的这些坏点子 你未曾做这个事以前 你就不讲这良心有愧吗 好小子 我算把你记住了 你跟那老道马田园一样 早晚得算这笔总诈 但是方叔安呢 为了进一步了解怎么回事 所以拉住张小熙的手 假亲假尽 兄弟 来来来 挨着老哥哥坐下 喝一杯 不不不 我不敢坐 来吧 不不不 有总门长和各位老健客在此 我不敢坐 郭长达点点头 小熙啊 既然房爷一片热心 确之不公 来着呢 下把椅子 真是特殊的照顾 给他加了把椅子 张小熙很受拘束的 双手一锤 坐到房叔安旁边 房叔安亲自给他满了杯酒 兄弟 哪儿的人呢 浙江人 啊 家里是干什么的 发言 我们一家也是出身 陆林呢 是吗 你的先人是哪位 我父亲早不在了 我有个叔叔 大概你能熟悉 此人叫 病太岁张华 当初保过湘阳王赵诀 是谁 病太岁张华 哎呦 嘿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啊 哦 张华是你亲叔叔 一点不假 我跟你叔叔多头之后 我们哥俩过命的交情 可这怎么说的 哦 你是他侄儿啊 我小夕 我房叔安可不是叛大啊 要从这么说 你可得矮一辈 你就不是我兄弟了 你是我侄儿了 你应当管我 叫一声伯父啊 因为我跟你叔叔 交情太好了 小夕阳 你这能耐跟谁小的 哎呀 绝我的人多了 我跟乌山三首学过能力 哦 另外我打算打听打听 你怎么想起这么个招来了 方伯伯 有话我就跟你说吧 我看出来了 门长拿你也不见外 咱也没瞒着 也没藏着的事 就因为我们老张记的人 恨透了白玉瑞 也恨透了死去的锦毛鼠 白玉堂 我们算了 我们老张记的人 三亲六故 死在白玉堂刀下的就十八口 但是白玉堂 这仇我们始终没爆料 有道是负债子魂 白玉堂欠的债 白玉瑞就应当魂 我跟乌山三峡 学好了能力之后 本来想找白玉瑞报仇 后来我听说这白玉瑞能力太大了 我这要是公开找到报仇 恐怕不济于事 怎么办呢 我有个好朋友 梗寺给我出了个主意 利用移花节目之法 巧妙的就达到了目的了 故此我们寻找机会 终于在到太师府祝贺那天 我们才得以下手 啊 房轩一听真有这么个港式啊 我你说你这个蒙兄 现在何处 也在这呢 四哥 请出来一趟 在人宠之中 走出个小个子 打冷眼看 像蒋平 浑身上下 穿着一套黑 房轩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就他 那天晚上在太师府后花园看信 就是他找的运论 这回全响起来了 就见这家伙公身实理 先见过总门长郭昌达 又见过飞舰先朱亮金长佛禅 而后跟张小夕方书安打招呼 方书安拍拍椅子 请坐请坐 您就是四爷 不敢打 因为我们家哥们多 我大排行在四 所以 人们都管我叫港四 大家尊敬我 就叫我一声四哥 啊 请问您是哪个门户的 黑虎门 哦 咱俩谁大呀 我今年四十六 那你是兄弟 嘿嘿嘿嘿嘿 问你 真有点子啊 你这一花节目这招 果然是使得不错 方爷您过奖了 这是实在没有法逼出这么个道理 因为方才我兄弟跟你说了 我兄弟想给他们老张记人报仇 但是心有力不足 我这当朋友的也无能为力 咱们就得有力使力 无力使之 后来我才给他出个主意 其实啊 我们哥俩到了东京不是一天 围着开封府转了好几趟 想行刺没敢下手 可巧 遇见小达摩白云瑞赶奔太师府前去祝贺 就这样机会来了 我这才给小夕出的主意 到四喜堂 我包了个房子 花二十两银子 交了并钱 然后 我们两个人就混进太师府 等等 那你们怎么混进去的 太师府让你们进吗 当然不让进了 我们打着京城镇西标局的旗号 也打着给三国舅祝贺的名义 上了一百两银子的贺喜签 所以才放我们进去的 然后我们哥俩分道扬镳 到了定更天之后 我去找白云瑞 把他找到外边 然后带到四喜堂 用并身法 就把他定在那儿了 我呢可没走 我躲到四喜堂门口 暗中监视白云瑞 三更天以后 白云瑞坐不住了 从四喜堂出来 我恐怕的回太师府啊 因此 故意的三晃两晃被他发现 领着白云瑞开始在城里转圈 哎呦没想到白云瑞脚底下真有功夫 好学没把我追上 没有办法 我又越成而出 又把白云瑞带到西山这儿 转了四十多里 后来我一掐算这时间 我兄弟小夕可能也得了手了 我这才不领着白云瑞留的呢 白云瑞果然上当 第二天恢复 我们这个计策都成功了 我兄弟那方面呢 利用白云瑞不在的机会 进了新房 调戏新娘 挪走二十一件宝物 又杀死三国就盘虎 哪知道被人家发现了 我兄弟这才逃离太师府 非常巧妙的 到了开封 把这二十一件东西 藏到白云瑞的行李底下 而后我们哥俩全撤了 遗憾的是呢 白云瑞并没死 在包黑子的皮肤下 逃入大牢 看来呀 这个一花结木 还不算成功 谁知道白云瑞 将来能得个什么结果呢 如果他要不死的话 我们还得另想 别的主意 行 你们这一说 我听懂了 太高了 方淑安心说话 奶奶的 你们俩他妈损透了 一个好饼都没有啊 方淑安又想失口而止 别问了啊 一旦说话有失口之处 就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 所以方淑安拿酒盖点 又敬酒又敬菜 这两个人勉强吃了两口 不敢多待 站起了告辞 退的原来的地方 这是冲着方淑安 不然就凭他们俩 敢在这说什么 方淑安又一想 行呢 基本把情况摸清了 但是美中不足的呢 没见着八王千岁 这玩意儿还有点不放心 郭长达说八王在这儿呢 在哪儿呢 我们的想法都 八王千岁救出虎口 这个事儿我得弄清楚 可怎么个问法呢 哎呦了 我总文长 我这话匣子一打开 还没完来 说吧 我爱听你说话 还有什么事 我挺担心 总文长可把赵德方看好啊 一定要把他看好 别小瞧开封府那帮人 要叫他们闻着发 就去把赵德方给救回去 哈哈哈哈 方老爷 你放心吧 我把赵德方放的这个地方 万无一须 不但赵德方走不了 想救他的人 想救他的人 也活不了 是吗 您怎么那么有把握呢 当然了 我把赵德方 压到第六层院子的九寿 朝天平 方爷你放心吧 慢说是三峡武艺 就是成了名的剑侠 也休想靠近此平一步 他们不来是便宜 要救赵德方 管教他们 他凡身碎骨 大头鬼 房书安 真有两下子 在不到一天一夜的时间 把目的全都达到了 为了 教准八王 是不是在莲花怪 究竟近况如何 因此 他转着圈 套郭长达的话 从表面上说 他向着郭长达 食指上 他要把细笔摸清 郭长达 果然中计 把这笔细 全端出来了 书安啊 你尽管放心 赵德方 被押在九寿 朝天庭 他就泪生双翅 也飞不出去 即使有人知道了 前来救他 也救不出去 相反的 谁来 谁得把性命送上 是吗 我道言 我听您说这话 可有点玄乎 果然有那么大的把握吗 开封府的人 可不吃素啊 一个比一个鬼 一个比一个精 况且 他们手眼通天 我总问长 你可不要 调无倾心 哈哈哈哈 无量天尊 书安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等咱们吃完了 我陪你到朝天庭 看看 你就知道 频道方才所说 句句事实 那可太好了 其实我早就吃饱了 如果总门长愿意 现在咱们就去 好吧 参席车下 有人 把桌子收拾干净了 又漆了湖水 郭昌达陪着 方淑安 又闲谈了几句 这才站起身来 跟着他们去的 有飞剑仙 朱亮 有金掌 佛缠 其他的人 没这个资格 身后 带了几个 使唤人 发说 安跟着 出了跨院 奔后走 大头鬼 就把这路线 牢记在心 往哪边拐 走哪个门 怎么拐弯 怎么走 这时 他查着树 就到了 第六层院子 和禁院 叫着 豁然开朗 他真没想到 莲花冠 还有这么 宽阔的地势 这个院子 占地 能有十五亩地大小 地面 非常平整 在正中央 有一座 两层的亭子 借着 灯光一看 把这亭子 显得是金碧 胡玉黄 气势雄伟 房硕安跟着 郭长达 先围这亭子 转了一圈 老房发现 这亭子分八面 正东 正西 正南 正北 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 分成八卦形 亭子的底级 分三层 都是汉白玉的栏杆 上头铺着黄绿 琉璃瓦 看来当年 修这座瓶子 没少花钱 院里 站着十几个小老道 除一手四立 真好像木雕 泥塑一般 一看郭长达来了 纷纷望后 倒退 建立 郭长达也没理他 领着房树庵 顺台阶来到东面 这东面是东方家乙木 你看离远看 门 似乎不大 到近前 这才发现 光这亭子的门 足有一丈五尺多高 真好像小城门相似 上面有狮子脑袋 叼着铜魂 郭长达 一伸手 把左门的铜魂抓住 往怀里一拽 往外拧了三颗 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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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一撒手 两扇门是自动开发 防守安闪目挖里面一瞅 合一动动的伸手不见五指 闹了半天 瓶子里他没长着灯吗 难怪他黑 郭长达吩咐一声 跟着那些仆人 赶紧点起灯秋火把 又有人先进了亭子里面 把里面的灯也点着了 防守安这才看清 等进了亭子一瞅 十分空旷 外边是八角形 里面也是八角形 地下是方砖铺着 非常整齐干净 从东门能看着西门 空荡荡什么摆设也没有 等来到里边防守安就问 老门长 您不说八王压在这吗 怎么我没看着啊 别着急 现在我就叫你看见 郭长达说这话 来到一棵明柱的前边 这棵柱子上主天下主地 是红油漆的 粗细 有两个人核抱那么粗 就见郭长达 把柱子抱住 往外边一抿 突然头顶上的天花板开了 干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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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老方望后倒退两步 仰脸一看 从天花板上 系下个笼子来 这笼子是木头的 大小好像一间房子似的 很缓慢的落到地上 郭长达用手一指这笼子 方爷 你望里看 那是谁 方叔安呢 从一个仆人手中 接过灯笼来 挑着望里照了照 这才看清 闹了半天 笼子里面有把椅子 在椅子上捆着一个人 正是八王千岁 赵德方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 两只胳膊 捆在椅子上 发连统劲都一条一条一条的了 低着头 似睡非睡 似行非行 方叔安心中安 我想这是八王吗 我怎么认不出来了呢 不行 我得好好看看 这件事可马虎不得 想着这房叔安 抖单天喊了一声 嗯 我说里边这人 你把眼睁开 脸抬起来 你看看 我是谁 他这一嗓子 嗡声嗡气的 就惊动了八王千岁 赵德方觉着迷迷糊糊的 听着耳边 有熟悉的声音 赶紧把法剂一甩 脸儿抬起来 往笼子外头观看 啊 原来是书安啊 书安快来救孤 说着话 眼泪飙起来了 就在这一刹那 方叔安认出来了 确实是八王赵德方啊 哎哟 几天的光景 都脱了相了 一看八王千岁 两塞深陷 眼窝也塌进去了 二目无神 脸上显得又干 又黄啊 嘴唇干裂 胡须都赶了 瞻了 看这意思 没少受苦啊 老方心出 刀绞一般 但是假戏的真差 不能让郭昌达 把朱亮他们看出毛病来 方叔安一狠心 把大脑子一捕了 你呸 痴心妄想 赵德方 实话我告诉你吧 我姓房的 愿意回到武林 我不在衙门当差了 我现在跟你们水火不同炉 咱们是仇人了 再明白一点说 看见没 我已经保了莲花棍的总门长 你还想叫我救你 真是白日做梦 这 八王文婷大吃了一惊 说啊 这 这不可能 这 这 不是真的 嗯 你真能说笑话 不是真的 可也是真的 你呀 就别做梦了 我告诉你 赵德方 我保你们保的有点 憨心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你跟皇上 还有那包黑子 多美呀 吃尽穿绝 使奴换背 前来张手 翻来张口 敬叫别人干活 你们得现成的 反过来呢 我们成了狗屎的奴才了 村前跑后 受你们指使 给你们办事 临危呢 还不得好 因此 我看应当翻翻课 你们应该受点罪 这人们应该想象腐 我这才回到武林 赵德方 你呀 别做好梦了 我劝你清醒清醒吧 你过去那好日子 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呀 现在就想出出气 房转说着就回过头来 我道爷 谁借我一把鞭子 我他妈非亲手 抽他几下不可 别别别算了 不行 我一见着他都帮我气死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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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懦弱之人 打他不打他有什么用呢 你说两句出气的话 也就算了 好吧 还是总门长大发慈悲 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啊 赵德方 搁着你的放着我的 咱们有算总账的那一天 总门长 您准备什么时候把他收拾了 不忙 像他这种人杀不杀都没什么大用 不过留着呢 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我没跟你讲 现在我们手中掌握他 我们有人质 就不怕大宋朝发来千军万马 他们为了八王的安全 也不敢贸然向咱们进攻 根据这情况 先叫他活个三日五日的 等没用的时候 再把他干掉 嗯 你这种意还真不错 不过总门长 咱们把丑话说前面啊 收拾他那天 你事先要跟我打个招呼 我也算一份 要解心头恨 拔剑斩仇人 拖了 说完你放心吧 到时候 我事先跟你打招呼 郭长达说完了 一拧那个柱子 就像嘎啷的声 这笼子缓慢的升起 等进了顶棚子 天花板自动关闭 亭子里又恢复了平静 灯光吹了 他们从里边出来 房书安还有件事不明白 新说话 听郭长达说 这个亭子叫酒兽 朝天亭 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呢 那酒兽都在哪呢 他有心问 又没敢 心说问得过分仔细 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 这个就得时刻而止 他们一边往前边走 郭长达一边问 房爷 这回你放心了吧 放心可是放心了 不过我总觉得这玩意玄乎 什么意思 我说这个八王就在这亭子里 这么大个院就十了个人看着 倘若三峡武艺的人来了 把人救走怎么办 你放心 表面上你看不着人 实质我埋伏着千军万拿 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们不来是便宜 要来 不但救不了赵德芳 来一个死一个是来俩死一段 是啊 那你有那个把握 我也就放心了 接着 房属安把话锋一转 说别的事了 把这茶就放下了 回到前的厅 他们又休息了多时 有些人乏累了 这才回屋休息 房属安跟赵氏弟兄 仍然住在一个屋里 这一天晚上 他心可开了锅了 房属安一闭眼 八王赵德芳 就在他眼前晃动 他心里说 老头都六十来岁了 不禁折腾 看那个样子 身体可够呛啊 要这样下去 出不了十天半月 就没人杀他 他也活不成了 哎呀 得尽早设法 把八王爷先救出去 这是至关重要的 不然的话 八王爷在他们手里的掌握着 对开封府是极为不利 他加手指他一算 明天是我到莲花馆三天头 临行之时 跟我四爷爷 我们全说好了 在莲花馆外面不见不散 也不知我四爷爷明儿个能来不能来 我好把我探听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他 方叔安想的很多很多 后来脑袋一沉睡着了 这一觉睡得挺像 第二天太阳都升得老高的了 方叔安这才起来 赵氏弟兄比他起得早一步 刚在外头亮门工回来 推门进屋一看 有方爷 起来了 你起来了 你们二位到早 可不是吧 我们养成这习惯了 到外头透透空气 活动活动筋骨 你再多睡一会儿 行了 我也恢复了 哎 哎 总门长他们起来没 早起来了 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 看见总门长也在打拳踢腿 大概这阵正在用茶呢 好 一会儿我再看望他老人家 哎 方叔安说着他遍你跟蒋平接头的事 他就到了院里了 我也活动活动 这院里不得外边空气好啊 他一边说着 一边往外边溜达 他一看莲花罐的脚门开着 就在这时候 方叔安突然听见 远处 有人卖东西的吆喝声 烧饼 新出炉的烧饼 咔 方叔安一听 讲瓶 果然来了 他的心里顿感一阵紧张 回头一看 赵氏弟兄没跟来 周围的人对他也没在意 方叔安自言自语 哎 吃俩烧饼可不错呀 这两天心里有火 吃油腻东西吃不下去 还是清淡一点的好 买两烧饼 他刚来的脚门 过来俩小老道 方爷 您用什么直观吩咐 我们替您跑腿 不用不用 我听见卖烧饼 我亲自买几个 我们去的 我自己 方叔安说着 三步变两步 就出了莲花罐 到了这 他这才看清 莲花罐在西沙澳 这地方非常背 但是呢 离这莲花罐不远 有个小镇店 这镇店的名字 就叫西沙澳 住着那么一二百户人家 大多数的 都是靠着打柴的 有人家就有买卖 所以这街里头 也有几家杂货铺 莲花罐 使用油盐了 都上这杂货店去买去 白天呢 这不太背 莲花罐的门前 偶尔也有人经过 方叔安 往北边一看 顺着道上来个人 小个不高 挑着个挑 前头是个猪篮 后边是个花筐 头上戴着个破草帽 羊都飞了边了 折着半拉脸 穿着蓝衣服 系着黑围裙 方叔安就知道 讲评 老方一点手 哎 是卖烧饼的吗 啊 正是 来来来 我挑的怎么样 是嘞 这人把飘 放下了 方叔安 假装 没事 卖着布 来得飘 窃进 回头一看 虽然跟出 俩小老道来 看这意思 他们并不是说 怀疑 想要伺候 方叔安 因为方叔安 不用 所以他们没跟来 就站在门口 往这看着 老方一想 机不可时日 时不再来呀 应当抓紧机会 把这底细 告诉我四爷爷 想到这 他头眼一看 果然是蒋平 前文书咱说了 蒋平跟方叔安 定的苦肉计 说一刀扎死了 那是演戏 蒋平连肉皮都没上着 按照他们两个人的规定 今天蒋四爷化妆改办 亲自来接头 这就得说 蒋平啊 对事情非常认真 那么谁来还不行 用得着他来吗 不行 蒋四爷不放心 恐怕别人说话 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也耽误了大事 因此 他亲自冒险来的 别看他表面上 穿着破译啰嗦 里边短一斤 小打扮 暗藏 峨眉刺 而且 在蒋平身后 不远 有几个打柴子 正是小七节化的装 在远处 在远处保护蒋平的安全 蒋平一看是防树安 眼睛一亮 拿草帽挡着脸 说 你怎么样 爷爷放心 我一切平安 好 小子 你真有出息 把事探平了 全摸清了 四爷爷 八王千岁 果然落在这儿 在第六层院子 有个亭子 叫九寿 朝天亭 记住啊 这亭子可别轻易去 据郭长达说 他寺外全有埋伏 而且满部机关呢 要随便一进 不但救不了 八王还得把命搭上 明白了 别的呢 还有 那个冒名顶屁 白云瑞的小子 叫张小夕 人送绰号 欲念小如来 他是病太岁张华的侦 就是他 安脏陷害的我老叔 现在这个小子 还有个姓耿的叫耿四 都在这儿 可这么这时候 那俩小老大就凑过来了 方少安再想多说 来不及了 他赶紧抓紧机会 挑了几个烧饼 最后问蒋平 我四爷爷 你什么时候来 今天三更 方叔安点点头 这时候方叔安 买了十个烧饼 把钱付了 蒋平赶紧挑着挑着走 小老大就问 方爷 这有的是吃的 你买这么多烧饼干什么 哎 我得意这口 晚上了 吃一口省着胃酸 说着他回了屋 把烧饼 往床头一放 方叔安心里盘算着 今夜三更天 我四爷爷领着人就来了 不用问 这是一场血战 究竟能不能把八王救出去 能不能抓住张小夕 这把心里可没底了 方叔安又想到 谁能打得过国长达 谁能胜得了金掌佛蝉和飞剑仙朱亮呢 他又一想 还是那句话 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 是死是活 也就在此一举 细伯大头鬼 方叔安 跟蒋平接头之后 心里有了底了 但随之而来的 又是担心 他不知道今天晚上啊 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他相信 蒋平办事非常有根 他也知道莲花冠的情况 一定能做好充分准备 就这样 他从屋里出来 直接过本跨院 推门一进屋 一看群贼 都在场 今早两步来到云床前边 躬身失礼 方叔安参见总门长 无量天尊 方老爷请坐 多谢总门长 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呀 非常好 我体力已经恢复了 您看 我身上的伤都好了 有的地方都接了嘎嘎的 好吧 做些讲话 方叔安有意的 跟朱亮和佛禅套近 冲着飞剑仙 一抱拳 哪见看 您早 就见朱亮 面沉似水 冲着方叔安一咧嘴 简直像吃苦瓜似 方叔安转身奔佛禅 佛禅 佛禅也是如此 仗着方叔安脸皮厚 冲着其他的贼一抱拳 各位都走都走都走 有人点头 有人不表态 总而言之 对方叔安十分冷淡 老方在屋坐了一会儿 东扯西扯 说了点闲话 叫这无聊 用手一捂大脑袋 哎呀 我脚里点头晕 我跟总门长告假 我打算回屋歇一会儿 好 赶紧休息去吧 要不要人服事 不用 我自己就行 方叔安回了屋里 到了屋里 拉床背后 连脑袋带屁股都蒙上了 方叔安是脑袋疼吗 不是 他要盘算盘算 今天晚上怎么办 他想来想去 突然有个问题 他想起来 我四爷爷三更天来 那么一来 毫无疑问 就是一场血战 真要打几眼了 八王爷怎么办 一旦郭长达脑羞成怒 拿八王爷开刀 这老头可就活不成了 这这 嗯 方叔安又想了个大胆的设想 不如啊 我提前行动 到九寿 朝天平 把他老人家给救出来 只要把八王爷救出湖口 我们什么都不怕了 可方叔安又一想就凭我这两下子能行吗 他又突然想到在大象国寺 跟那个打把是卖一比武的情况 方叔安一想啊 憋自己瞧不起自己 根据那一次 可以证明我方叔安的能力长了不少 不够剑客也够狭客了 难道说我就救不出八王来 非得长着别人不可 我不白吃饭了 胆子要大 办事要果断 今天我就大胆一试 你说方叔安胆小啊 有时候胆还贼大 他怎么想 怎么得这么干 就这样 他睡着了 一会儿醒了 日头往西转了 他干脆也没下床 一翻身 接茶碎 为的是养足了精神 好不容易才熬过了这一天呢 到掌灯之后 他起来了 照样到跨院见过郭昌达 扯了那么几句闲话 跟赵氏弟兄聊了会儿天 接着吃饭 方叔安这顿吃的还特别多 这叫饱餐斩饭 吃完了 他又回到自己屋里 倒头便睡 赵氏弟兄还真挺关心他 方爷 您怎么了 怎么睡了一天呢 是不是觉得哪儿不舒服 有一点上岁数了 跟你们年轻人没法比 你看这阵心里的什么也没有了 倒缓发了 脚着骨头紧都疼 大概睡两天也就好了 方爷 要那样我们就不讨扰了 有什么事 您只管吩咐 好好说 好好说 这哥俩走了 方叔安一直睡到病庚之后 他把背后撩开往屋看看 赵氏弟兄没回来 床还都是空的 方叔安一想再沉一会儿 第二更天之后 我再下手 他又把背蒙上了 当啊当啊 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 突然传来 更邦的声音 邦邦 方叔安这心就一方二到了十会儿 他浑身上下顿感紧张 一撩背后坐起来了 以最快的速度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 把临来之时带的那把腰刀 抄在手中 收拾完了 轻轻拉开房门 到了院里 再开院里 冷冷清清 连个人影子都没有 他转过脚门往跨院那个方向 一看 灯了 辉煌 屋里边人正在高谈阔论 有小老道出来进去 端茶送水 方叔安知道 这帮贼呀都是夜游神 越到了晚上越精神 我也不管你们白货什么 我得干我的活去留 由于他把这条路线记得非常清楚 所以没费什么劲就来到第六层院子 到了这 他紧张的停点 这个笑期就跳成了一个 嘟嘟嘟嘟嘟嘟嘟说 妈的妈妈的老老 我密托佛 无量天尊 佛爷也好 神爷也好 可多多保佑 无论如何 保佑弟子平安无事 把这老爷子给救出来 他睁着小眼 就往四面一看 哎 今儿可真方便 不知什么原因 原来在这院里 值班的小老道 是一个也不见 啊 真不如换班呢 或者什么原因 真是给我提供方便啊 防守安逸逼了 要 来到东方 加油 连脚步都不敢迈错 上次郭昌达领他怎么走的 他还照样怎么走 他恐怕中了机关埋伏 等顺利的来到门这 他听声站住 单手踢刀回头张望 一看院里 一切正常 他这颗紧张的心 多少才缓和下来点 然后他仗着胆子 一仰手 把左面的铜环子抓住 用力往怀里一带 往外边拧了三扣 咔嚼 咔嚼 咔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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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安逸逼一样 赶紧把手撒开了 老方吓得赶紧蹲起来 再回头看 还是一切正常 这时就见两扇门已经开了 里边伸手不见五指 对面不见一股冷风扑脸 老方仗着胆子 灭足浅宗就进了九寿 朝天亭 他在里边摸着黑 卖的布 所走的路线 跟那天是一点都不错 为了格外的小心 他拿这把腰刀啊 不住的探路 敲一敲 探一探 是实地 他才落脚 要脚着这个声音不对 他再改变路线 就这样 他摸到中央无击土 老方一看 是这 赶紧把刀背上 抬头看 旁边就是那颗红色的大明柱 老方过去把明柱抱住了 许劲地往外衣领 这时候他的汗子 噼噼噼噼噼噼就下来了 方说安翻着母狗眼 抬头望上看 就见天花板 裂开一条黑缝 天花板裂开之后 那个笼子很缓慢地降下来了 哎哟 真挺顺利啊 等这笼子落碗灯之后 老方一个剑步 扑到进前 龙目光仔细望里看 看着里边是有个人 是不是八王 那他可就不知道了 因为里边光亮太暗了 为了谨慎起见 方说安压低声音 王爷 王爷 里边果然是八王千岁 你 你是什么人 我是方叔安 你 你不是背叛了官府 王爷 那叫演戏啊 在那些贼人的面前 我不得不如此 王爷 我心可没变 我特来救你 别着急啊 现在咱们爷儿俩一块走 说着方叔安 就要开门 这回他傻眼了 因为上回他也看着门了 门上有一颗正名刷亮的象鼻子大锁 方叔安用手一摸这把锁 傻眼了 你 这吃怎么办 他们这个锁我整不开 哎呀 可尿了我的命了 老方用大拇指 先按按黄 他觉得有点门 浑身上下一滑了 最后在头顶上 把拴头发的啥 他拽心一咕噜来 高嘴里头用唾沫 含了含 把他敏湿了 搓了个口 瞬间锁头要是塞进去了 左套右套 最后把千金给挂住了 老方用力往外一蹬 咔 真是不幸之中的万经 把锁头给拽开了 原来像房叔安这种人 受过专门的训练 要不怎么叫贼呢 当初跟那帮贼在一起 专门研究 敲门压锁这些事 不管什么锁 什么黄 用手指他一摁 心里就有底了 因此他把大锁放下 把门轻轻的拉开 撕 穿进笼子 把刀一挥 把八王爷两胳膊的绳子给拉断 八王当时就堆在那儿 说 你能救得了姑 哎呀 救不了也得救啊 王爷快随我来 说 我两条腿都不好使了 实在难以迈步 那好 我背着你 房叔安往下一哈身 把八王爷背到后背上 一只手拢着八王的腿 另一只手提着刀 出了笼子 赶奔瓶子的东门 当来到东门这儿 把房叔安累得是通神是汗 心说 可快点出去吧 终于跨门口 出了东方家一幕 房叔安这心才放下 看来这神灵还真有用啊 真保护我了 不然的话不能这么顺利 还没等他想完呢 他就脚着尖头上 啪 被人牢牢的抓住 把大脑子吓得 红不附体 回头一看 谁呀 谁呀 正是飞剑仙 朱亮 朱亮 吃着满嘴的白牙一阵冷笑 你这出戏 该收场了吧 问你这什么意思 你心里明白 胡亮扬起手来给方淑安一个嘴巴 把方淑安从台阶上给揉到底下去 八王爷也摔倒了 他也摔倒了 正在这时院里灯球火把全都照亮 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出现在方淑安面前 身后站着金掌佛蝉以及群贼 老方一看 完了 彻底的完了 我死不足惜还把八王爷给牵连到里边来 我他妈真犯痛 我干这干什么 我要等我四爷爷来了有多好 哎 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 就见郭昌达冷笑一声 姓方的 真有你的 我就看出你小子是在演戏 一句实话你都没有啊 你就没想想 贫道是什么身份 我能上你的当吗 我无非给你点天头 我看看你想干什么 终于你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吧 环游何说 到了这时候 方淑安厚着脸皮 使了个鲤鱼打挺 他站起来了 呃 郭昌达 既然你把话挑明了 我就告诉你吧 不错 我订了一条苦肉计 其目的 就是想找到贼窝子 如今被你发现了 这新闻也不严了 是杀是我 你随便 再过这些年 你家爷爷还这么大个 好 来了 把他抓起来 正在这时 白莲花雁峰挤出人群 没费吹灰之力 又把房树安打倒在地 拿伤把他勒上了 郭昌达吩咐 把八王架起来 照样送回九寿朝天平 又锁得笼在里边的 八王爷这个懊悔劲就别提了 安协他不说 但说郭昌达 命人驾着方树安 回到东华院 等到了东华院 方树安一看 都给他准备好了 院里的戳灯 立灯 照如白昼 郭昌达没回屋 就在狼言下 准备了把椅子 要在这审问 把方树安推过来 扎上 走 走走 这帮裙贼是全打九踢 把老方揍得眼前之帽金香了 跪去跪去 方树安真上横劲的 说什么也没跪 奔奔奔直奔 郭昌达一摆手 算了 方树安 这个苦肉计 是谁给你出的 没人给我出 是你方爷自己想的主意 呵 你鬼点子真够多的 啊 你想没想到 你得漏笑 也一早他妈想好了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这叫豁出破头 撞金钟 不当黄河 不死心 莫非你就不怕死不成了 我早把生死支支度外了 我跟你们这帮贼 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今日落得魔掌之中 咬死而已 即使死了 我也是大宋朝的忠臣 呵 看来你替包黑子 还真是进宗报国呀 那贫道就成全你 来 把他给我扑了皮 把他给皮 他们怎么说的就怎么干 把方树安摁到院里 先找了四根钉子 邦邦邦定地上 给方树安捆了个大字形 把人奔好了 掌刀的是谁呢 就是小粉底儿甜荤 据说甜荤 拔人皮 有两下子 就见甜荤 嘴里他叼着匕首刀 来到方树安进前 冷笑一声 叉吃 把老方的衣服给撕开来 一看方树安呢 除了骨头架大 没什么肉 那那条都一根一根的 甜荤一笑 行方的 结个鬼缘吧 你放心 我把你这个皮整张拔下来 然后蒙一面人皮骨 到时候没事 我们就敲几下 这是你的报应 碧烟吧 要别人就碧烟等死了 这个方树安与众不同 抓紧最后的机会 他还得喊几嗓子 方树安扯开嗓子 就喊开了 救人呐 方树安要归位了 救人呐 你别看他这嗓子跟破罗似的 半夜前传出去还真圆 把甜荤气的过来 刚要捂他的嘴 突然在膝墙上 啪 就扔起一块墨玉飞黄石 正好打在甜荤的脑门子上 啪 刀也落到地上了 这一突然的变化 使群贼大吃了一惊 再抬头往墙上看 蹦下几十个人来 为首的正是翻江鼠 蒋平 蒋四爷喊了一声 说安 不必担心 四爷爷到了 哎呀我的爷爷快进我呀 他们要拔我的皮 群贼一看开封府的人来了 一战大乱 郭昌达的心 也翻了一下个 不过这很快安定下来了 因为他一瞅来的这些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心说来多少我抓多少 一个也走不了 来的是谁啊 翻江苏 蔡江苏 蔡平 南辖 展兄飞 东方辖 志华 双辖 大爷 冰哥兰 一辖 太保 刘氏杰 孝门郎君 沈明杰 超水燕子 旅人杰 小园 霸汝杰 柳金杰 柳玉杰 海底派 绍环杰 另外来的 还有盛守秀 是封渊 以及开封府的 半差官 日月分行 小太保 钟林 蒋 昭 小义 等等 因为蒋平 跟方树 安接上头之后 马上回转 开封 见着包大人 如实的禀报了一遍 包的人问听 又惊又喜呀 心里头 真赞成方树 就问蒋平 应该怎么办 蒋平说 我跟树安都订好了 今天三更天 我们必到莲花怪 不是与死 就是网破 得想办法救出 八王千岁 另外救出方树安 包的人问蒋平 人手够吗 要不行的话 我马上 跟五军都提服 打个招呼 让他多派军队 蒋平 文庭连连白手 不不不不不 夏爷明说错了 现在不能派军队 因为八王爷 在人家手心掐着呢 我们带的人就多 这贼心里 一恐慌 背不住 狗急上墙 拿八王爷 开刀啊 包的人问 你怎么办呢 蒋平说 事到如今 就仰仗我们 开封府的人了 相爷 您就把心放下 就得了 就这样 蒋平是分兵派将 带了四十六个人 来到莲花馆 这才一场血战 翻江署 蒋平 率领老少英雄 四十余人 赶奔莲花馆 他们一边走着 一边上 蒋平就对大伙说 各位 权衡利弊 这一仗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 从人上来说 不如人家多 从力量对比 不如人家壮 从能位高低 还不如人家高 但是 势在燃眉 迫不得已 愿诸位好自为止啊 能行风的行风 能行雨的行雨 诸位可得豁出去 明白不 大伙一听很嫉妒 四老爷 四叔 四伯父 您放心吧 脑袋掉了 玩了个疤 为了救八王千岁 救戏不大头鬼 房书安 捉拿陷害小达摩的凶手 我们宁愿死 在莲花冠 是绝不后退 好呀的 有道是 众志成成的 大家一条心 黄土变成金 今天我老头也豁出去了 说话间 他们就走进西山澳 没想到 在他们面前 离着不远的地方 有黑扬晃动 谁 大家全站住 赶紧浮在草丛之中 躲在树木之后 仔细观察 再看黑扬不见了 嗯 蒋平心里纳闷 这是谁 肯定不是自己的人 莫非是莲花冠派出来的暗上 要发现我们去莲花冠 这可不利 蒋四爷冲着沈明杰和刘世杰一奴嘴 那个意思给我转 两位小英雄心领神会 像离贤之剑 到了对面仔细一搜查 什么也没有 四叔 没人啊 算了 别耽误咱们的事 照样前进 他们往前走了 也就五六里弊 这种怪事又出现了 就见那条黑影 又在眼前晃动 老少英雄提高的警惕 全看清楚 望上一闯 可是再找踪迹不见 呦 大伙心说这可怎么办 莫非我们暴露了目标 被人家发现了 看来这个人是有意的 讲评一想 也可能是郭昌达使出来的人 故意把我们拖住 要真这样你休想 就是龙潭虎穴 我们也得冲 四爷一想 赶紧奋复 甭管他这套 继续前进 书说简短 在西山澳 二十里弊的路程中 这种事就出现了四次 使追 也不知这黑氧是谁 那么究竟这人是谁呢 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 三更天刚过 蒋平他们到了莲花馆了 李老远就听见房树安呼救的声音 故此大家抖身上墙 往院离开 老方要挨刀 因此蒋四爷大吼一声 这才跳进天井当院 这就是蒋平来的前后经过 窃说戏不大头尾 一看自己的人来了 把他乐得 子爷你快救我 我要归位 裙贼一看 把眼珠子都气红了 宰他宰他 不管谁来也先宰了他 郭昌达一白手 起办 留着他也没什么了不起 等一会儿把这帮人抓住 一起开刀 先把他绑到名柱上 咋是 群贼名不乐意 不敢抗命 把方树安 手脚放开 绑到狼眼下一颗名柱上 有几个小贼 提着家伙在这看着 单说 郭昌达 率领群贼 站在北面 蒋平领着老少英雄在右面 两军队员 郭昌达用手一指 对面 可是蒋泽场 蒋平回头 冲老少英雄一时眼色 后退 听我的 今天打仗 必须得遵从命令 任何人不准贸然行动 你们懂吗 懂 后退 大家倒退了几步 背靠着墙 蒋平双手提着峨眉刺 大步流行 来到郭昌达进前 他一瞅 这个老道 可够老的了 眉毛 胡须 耍白耍白的 先锋道骨 身体高大 二目如灯 他已经听方树安 跟他介绍过 知道对面这位 就是莲花门的 总门长 郭昌达呀 蒋平啊 脑瓜皮都发麻 总之都不是人家的对手 那么直到现在 只有豁出破头 撞金钟 蒋平还是经过世面的 不管心里怎么紧张 表面上是谈笑自然 冲着郭昌达一抱拳 哈哈哈哈 如果蒋某没猜错的话 您老就是飞云道长 道天真人 郭老健客吧 然 正是本门啊 这一说你是蒋平了 不是 哈哈哈哈 我老健客 弟子来的鲁莽 望老健客海寒 不必客气 蒋平啊 你少来这套 打开天窗 说亮的吧 你是不是来救赵德方 对 也不光为救八王千岁 还有几件事也要处理 那你就谈谈吧 哈嘞 我总门长啊 今天晚上 盐业到了宝贯 我有四件事需要办 如果老健客认为方便的话 咱们双方能达成协议 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那四件注意讲嘞 哈嘞 头一样 就是您刚才说过的 我们为解救八王千岁 今儿晚上这事是非解决不可 如果老门长有好生之德 大发慈悲 把八王爷赏还给我们 今天这个事就算达成协议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老门长您可是个明白人了 我蒋平得罪你了 徐良得罪你了 白云瑞得罪你了 赵德方并没得罪你们 他是六十来岁一个老头了 深居安庆宫 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说你们把他囚禁在莲花冠 岂不多此一举 让人看着 老门长心里发虚 做出这种事情 不但不能长你们的威风 还说明你们的懦怯 第二 今天晚上来 我要管你要俩人 听说 有个玉面小如来 张小夕 他是病态碎张华的汁 这小的冒名鼎屁 一花结木 陷害小达摩 白云瑞 刺死三国就 手段残忍 罪在不舍 我们必须把他带着 到开封府 暗律治罪 洗清白云瑞的冤枉 张小夕还有个好朋友 听说叫什么飞天玄虎梗寺 也不是个好东西 求先长大发慈悲 把他也得交出来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要求老门长 不要跟开封府 为仇作对 您这么高的身份 百十来岁的年纪 您这有何苦呢 我相信您是个好人 您多年没有出头 无缘无故的跟我们结什么仇呢 很显然 您是听信了坏人的谗言 有人在您面前搬弄是非 您一时不便真伪 听了他们的话 因此一口气 这才来到莲花馆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呢 老门长 这个事我们不怪您 希望您把事情摸清了 赶紧回归东海小棚来 咱们今后还是好朋友 您还是我们的老前辈 我们照样尊敬您 咱们化干戈为玉白 第四件 我希望祖门长 传接到法爹 把你身后这些人遣散 不要在这巨重闹事 这是天子脚下呀 如果在这拿刀动枪 如此无法无天 势必引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到了那时候 不但众人追悔不及 就连老门长 你也得担责任了 我不怕您笑话 三世必求 卧国昆仑僧 他也吃醉不起 横推八百 无对手 宣冤重出 无圣人 于九连 他也吃不了 得兜着走 能力再高 身份再高 也大不过王法二字 您是个明白人 顾此 我不多说了 老门长 这四件事 您答应不答应啊 蒋平 我要答应了怎么办呢 您要答应了 咱算达成协议 我马上领人退出莲花棺 您走您的阳关道 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 咱们井水 不犯河水 您看怎么样 嗯 那频道要不答应你 不答应 我相信总门长是个明白人 不会钻死牛鸡就得 如果要不答应吗 讲不了 说不起 今天就是一场生死 不答应 不答应 哈哈哈哈 无量天尊 江平啊 都说你聪明过人 我看呢 你这是奸的过分 净打如意算盘了 你看你说的多好听 这哪里是跟我谈判 分明 照着官府的势力 前来要挟于我 慢说四个条件 连半个条件 我也不答复 要想叫频道答复 不难 你们得给我拿出几手来 倘若把频道给制服了 慢说四个条件 就是四十件 四百件 我也答应 哈嘞 道爷 这么说我是白费劲了 我知道 您这叫中言逆耳啊 也罢 该打的时候是非打不可 另外我奉劝您 您别觉着您有两下子 你是莲花门的总门长 你的金连长 威震武林天下绝伦 但是您可别忘了 人后有人 天外有天 英雄背后 环游好汉 我翻江苏讲评 没有金刚钻 就不敢揽这个瓷器 既然你不听良言相劝 你等着瞧 蒋平说吧 把手中的峨眉刺一晃 帅 练了一套三十六路天岗 峨眉刺 郭长达一看 呀 他还真想伸手啊 劳道望下一撤身 甩掉外边长大的道袍 就拽出宝兵刃 梁天尺 可正在这时候 就见蒋平揉 跳回本队 闹了半天 刚才啊 这是活动活动筋骨 吓唬人呢 蒋平心里清楚 我呀 在这场合拿不出手 存属白给呀 我倒不怕死 一旦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这帮人怎么办呢 还得把我留下指挥全局呢 因此蒋平回归本队 一点手把年轻的叫过来了 过来 我说你们小哥几个商量商量 这头一阵 谁先出战 只准胜 不准败 别忘了 头一仗胜 仗仗胜 头一仗败了 仗仗就得败 士气可骨 不可谢 四叔 我去 蒋平一看 说话的正是一侠太保 刘世杰 你看咱们这个书 虽然叫白梅大侠 以徐良为主 但是 像刘世杰 白云瑞 钟林等人 那功夫都不含糊 也就是锦策于徐良 刘世杰 要用真功夫 也不赐予白梅大侠 只是他是个正脸的汉子 不会歪门邪道 没有那么多的鬼点子 因此 就显着这个人有些死板 名声就没那么大 刘世杰可是个红脸汉子 听蒋平的一说 他头一个自暴奋勇 蒋平点点头 世杰啊 好孩子 我相信你 收拾收拾 赶紧出寨 准备 再看刘世杰 摁了摁头上 六楞抽口硬撞金 勒了勒 狮子盼紧 搭带皮靴子 从背后伸手 拽出后背 尖刺 眼灵刀 收拾收拾 白宝囊 呲 就扑笨 郭昌达 把掌中这把刀一晃 算 亮了个夜战八方 藏刀室 郭昌达 你过来 小车也陪你走几趟 也和 郭昌达一看 开封府的人 真够横的 这都是哪来的 无名小辈 年轻的娃娃呀 他一瞅 这小伙 二十七八岁 黄白镜子 尖下壳 浓眉眉大眼睛 鼻子下边的上嘴唇 有两撇小黑胡 显得那么俏皮和庄重 穿青挂躁 手中踢刀 郭昌达就问 娃娃 你是何人 我乃 胡广 胡昌辅江夏县 八宝 安善村的人 姓刘 双明世杰 江湖人称 一霞太宝 哦 听说过 小七杰的头一位 哈哈 何小子 就冲一杆露面 就说明你很有骨气 频道很钦佩 今儿晚上 我就领教领教 你这一霞太宝 有什么本领 郭昌达真想要过来 在他身后转过几个人来 师父 师父留步 郭昌达回头一看 是他撒徒弟 大徒弟 公野山 二徒弟 公野坊 三徒弟 公野梁 江湖上人称 莲花派的三翁 因为公野山 人送戳号叫 长寿翁 公野山 头一个过来 师父 杀鸡烟用牛刀 您是什么身份 能跟小孩的案子一般见识吗 您过去一伸手 岂不是丢了身份 栽了跟头 您到后边传传气 把这小的交给我了 不过 你可不要马匹大义 开封府的人也不是好惹的 师父您放心吧 您瞧好 准错不了 长寿翁公野山 拎着一队 夹缸板斧 来在刘世杰进前 刘世杰一看这位啊 岁数也不小了 望少说得有六十挂铃 大徒脑蚊子 奔了头 挖口脸 翘下巴 白狐 掌中这队斧子可够个的 借着灯光一照 刷刷反光 面带凶恶 刘世杰不认识 用刀一指 来的什么人 娃娃瞎了你的高眼 我老人家 江湖人称 长寿翁 福姓公野 丹字山 招斧子们 他左手的斧子 披刘世杰的脑门 右手的斧子 奔刘世杰的尖头 刘世杰一看 此人来势甚麽 不敢大意 望旁边一闪身 哎 把双斧躲过 小伙子手腕子一翻 双手捧着刀发 往离地 奔公野山的 泪上就挑 公野山 横着蹦出 六十多远 把这一刀躲空 刘世杰脚下 使了个金灯布 哒哒哒哒 比闪电还快 就到了公野山背后了 蹦起来 楼头盖顶 就是一刀 公野山 赶紧用双斧子 望上一撩 把刘世杰的刀给架开 就这样 两个人站在一处 大伙在旁边静静的观战 刘世杰一边打着 心里一边想 我四叔啊 说得太对了 今天 我们就这点人 这点能耐都在这摆着呢 能行风的行风 能行雨的行雨 谁也指不上了 尤其是我 我打的是头一阵啊 这玩意主个吉利 我要能打胜了 大伙心情一高兴 这仗啊 就好打了 倘若我要失败了 大伙一泄气 我们算满弯 不但救不了八王 救不了方叔安 我们呢 一个也走不了 他说 刘世杰想着这 把这浑身的能力都使出来了 一伸手 他就使了三十六路 天罡刀 一招紧死一招 一招快死一招 刀光闪烁 呼呼刮风 公野山一看 哎呦 妈这小子不含糊 我就知道白眼眉徐良有两下子 玉面小大摩白云瑞有能耐 可没想到这个刘世杰也不是个赏妖灯 我可得多加谨慎 他不敢大意 皆家相混 三十几个照面过后 刘世杰一看天罡刀不能取胜 插 改换门路往地下一躺 又使出七十二路地躺刀 也这功夫最难练不过 全靠着两个屁股蛋和腰眼使劲 这人像玄方一样就地翻弄 把这把刀捂得跟刀山刀球相似 把个公野山忙得是手忙脚乱 刘世杰一看 嗯 差不多了 脱崽子 我何不用绝招 结果了你的狗命 一辖太保刘世杰 大战长寿翁 公野山 其实他这能耐 未必比公野山高 但是呢 这个精神占主导地位 刘世杰心比较重啊 他已经下定横心 他已经下定横心 非打胜仗不可 由于他信心十足 再加上又有真本领 二者合一 因此他占了上风 出奇不易 他使了个扫地 撩阴刀 刀背朝下 刀日朝上 刀尖朝前 刀霸朝后 就在公野山这卡巴当底下 这一刀就给撩上了 耳朵中就 从公野山的屁和唇 一下劈到脑瓜门 这一招叫珍珠倒卷帘 公野山死的这个惨劲 就甭提了 啪哒啪哒 分为两半 肚子里这点零碎 还呼呼之冒热气 刘志杰喷得满脸满身都是血 一辖太保使了个鲤鱼 搭挺从地上站起来 抖擞精神 心里这个痛快劲就甭提了 听说即使第二阵我死了 我也没有怨言 我算给我讲四叔 争了气 也露了脸了 开封府的人 你看 无不高兴 七声喝彩 好刀法 好刀法 劈得痛快 方淑安呢 在狼眼下绑着 看得非常清楚 方淑安的心也非常痛快 他忘了现在自己的处境 把大脑袋一晃 一个劲的叫好 你 哈 你真漂亮 看守他的小贼 啪啪给他来俩嘴巴 你瞧瞧什么 怎么的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别忘了 一会就拿你开刀 你乐什么 现在不没死呢 我看我大叔 这刀法太高了 等等 我说你管刘世杰叫什么 你大叔 他多大 快三十了 你呢 快六十了 我问你这么大岁数 怎么还管他叫大叔呢 你废话 他不是带我干老徐梁那轮的吗 人要不讲究五轮 要不会排辈 他妈还有人味 有个贼乐得都肚子疼 别跟他说 这小子半方 越说他话越多 安下方淑安在这捣乱 咱们不听 但说飞云道场 郭长达 他没想到 龚野山能死 哎哟 孩子 怪就怪我呀 我不应当叫你出战 来啊 把尸体抢回 就这样 过去几个小老道 一个人列着一条腿 把龚野山拽下来了 这玩意还想发的 对在一块 地下那点零碎 还得拿挫子挫回来 想发给他装的原来的地方 还得找个手艺好的皮匠 拿线给缝上 然后准备官国 把他成练起来 这些事咱们不必详细交代 郭长达刚想过去 没想到身后 跳过一个人去 这个人是连哭待喊 谁呀 正是常乐翁 龚野良 龚野山的兄弟 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一看他大哥死得这么惨 他都疯了 也忘了 请示组门长了 手舞双边是直奔 判刘世杰 娃娃 拿那个来 一见面 就砸了刘世杰十二边 踢了六脚 外加一个通天炮 都被刘世杰巧妙的躲开了 一霞太保 抖擞精神 刚想跟他伸手 就见蒋平的身后 揉蹦过去一个 世杰大哥 您到后边休息休息 小弟 替你打一干 刘世杰回头一看 来者非别 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 钟林 那钟林也是红脸的汉子 在这个场合 谁也不甘示弱呀 钟林一看刘世杰 大获全胜 替他高兴 但是也看出来了 刘世杰 也累得够瞧的了 再打非吃亏不可 因此 晃掌中的大棍 前来帮忙 刘世杰变面头 兄弟 多加谨慎 哥哥您放心吧 我一定跟你学 刘世杰提刀回归本队 蒋平一瞅 又孩子 快快快 给你这手机 把脸上的鞋擦擦 刘世杰回归本队 手势赞不说 单说钟林 倒背大棍 来到公野良进前 老皮肤 可认识猫家 公野良一心一意 把刘世杰打死 好给哥哥报仇 没想到坏人了 来这小伙 比刘世杰能高得半头 面如弹金 长得挺漂亮 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梁 手中踢了条大棍 看了半天不认识 娃娃 你是何人 不认识我 你听着 我父亲 就是君山的飞叉大帅 太宝 中兄 我是他老不孝之子 姓钟叫钟林 人送绰号 日月飞行 小太宝 报完名 两人打在一块 公野良认为的 那刘世杰是不含糊 可就忽略了钟林 没想到一身手 这条棍子 不次于刘世杰 钟林一身手 就使出 朱王家三十六棍 一看棍招不能取胜 插一换招 又使出三十六路白圆棍 白圆棍不能取胜 插一换招 又变成了罗汉棍 一招紧四一招 一招快四一招 这公野良那是贱客的身份 当然也不含糊了 因此晃动 场中的铁边 结架相还 两个人打的八十回合 就见小钟林 使了个二郎单山 往下一拉败 是棍子在肩头扛着 看着一次要跑 公野良可有点沉不住气了 心说跑啊 没门 你得把命留下 因此他大吼一声 蹿到中林身后是举鞭就砸 这下可吃了亏了 中林这叫虚招啊 看表面是败了 实质上 有决意在后边跟着呢 中林人往前走 耳朵听着后边 一听脑后 恶风不上 知道公野良上了当了 再看中林 左脚当周 右腿轮起来 啊 冷不丁一转个 使了个黄龙大转身 正好躲到公野良身后 公野良双边扎空 与此同时 中林肩头上扛这条棍 随着他一转个 奔公野良后脑勺来了 砸的这个准劲就崩提了 啪 再看公野良啊 脑袋没了 整个叫棍子给扇下去 把脑瓜盖 从院里都折到院外去了 死尸是栽倒栽厉 这下可开了过了 开封府的人乐得奔奔直奔 好棍子 打得漂亮 打得好 房叔安又叫上 我中林叔叔 打得好 照这样打下去 天亮以前把这帮贼全砸干净了 有贼怕他操作 拿了块破布 把西洋大头鬼 这个嘴给他堵上 公野良这一死 可气坏了公野方啊 他一看俩哥哥全完了 手中晃 双刀使直奔中林 人家中林 比刘世杰脑瓜灵活 一看打上了 把棍子擦干净 也没等谁让 回队了 中林冲着蒋平一抱拳 四叔 我可没给您丢人啊 您另派旁人出战 好孩子 您算立了大功一天 中林躲到蒋平身后 休息暂且不停 第三个 出战的非是旁人 正是蒋平的侄儿 蒋昭蒋小义 再看蒋昭 晃动掌中三魂套月 避水圈 揉一声 就敌注 公野方 这一老一小 在面前一站 公野方 低头一瞅 这孩子个儿不太高 岁数也不大 圆旁俩 俩菩提利的眼珠 就瞅着精神外露 拿的什么家伙呢 这玩意还真特殊啊 是个大圆圈 两旁边带着尖子 看罢多时高声贺问 什么人 让人 呸 我问你叫什么 啊啊 说清楚点 我先恕个罪 看着身后 那老爷子们 看长得多富太 那是我叔叔 翻江书蒋平 我是他老不孝的侄儿 我叫蒋昭 蒋小义 原来是无名的鼠位 你给我滚回去 你叫钟灵过来 可以 但是你得把我赢了 要赢不了我 你们三位就得排着队 一块儿去 招拳 这蒋昭望上一纵 蹦起七尺多高 掌中圈 立批花山 就楼头就批 跟工业方 站在一块儿 书说简短 两个人打得一百回合 没分输赢 哎呀 蒋昭 心里可没底儿了 心里说 我这两下子 真不如人家钟灵 更赶不上刘世杰 你看人家俩人都打胜仗了 我呀 非打败仗不可 阿公小方这小的能耐 比他那俩哥哥高的多呀 我今儿子怎么遇上硬敌了 这怎么办 但是蒋昭这家鬼点子都 他一看正面攻击 用硬弓不能取胜 就使了坏主音 打着打着脚底 就故意 没踩稳到 摔了个高啃屎 这圈呢 在左面的卡机窝夹着 一个尖朝上 一个尖朝下 工业方取胜的心胜 为了给俩哥哥报仇 他一看这小孩摔倒了 嗨 这可是该找啊 我抓他妈个活的 我把你劈进了 再给他双手的刀 交他单手 哈下腰来抓蒋昭 这一招叫黄鹰掐吐 说时迟那时快 五一就到了 把蒋平下了一闭眼 四爷心说话 喂 我这招 这才算交代 可没想到 就在这一刹那 蒋昭大拇指 一摁他这个兵器 他这三环掏月 避水圈 能带变化的 能短能长 那半截是锁塘的 在里边藏着的 一摁崩凰 这俩尖子 刺的 就长出 有一尺五来 龚野方 没想到这事 往前一哈腰 这功夫 就叫做胸口 热乎乎的 让这尖 就给扎进去了 龚野方 哎呀 一声 双刀落地 俩手捂着胸膛 哎呀 相当你往后躲呀 大概疼糊涂了 越疼他越往前凑合 越凑合 扎得越深 最后 在后背 把尖露出来 这家是大口喷血 绝气而亡 蒋昭一鼓的声 站起来 抬左腿 当一脚 把他死尸踹倒 把三魂套越 避水圈拽出来 抬鞋底 把伤的鞋擦净 冲着郭昌达一乐 嘿嘿嘿 我说 总门长 我认为你手下这些淫 不定多了不起 闹了半天 一看 都是酒囊 饭带 鸭马的肉 都你一个不如一个 闹了半天 你带了一堆饭桶 我看你别叫飞云道场 你就叫饭桶道场 得了 我来 小娃娃 我叫你捡了便宜 卖归 拿来 郭昌达叫奔蒋兆 还没等他过去 飞剑仙 朱亮过来了 那位说 朱亮怎么才出头啊 原来啊 他一直 拄着五金拐杖 在旁边看 哈哈笑 这朱亮 跟郭昌达之间 面和 心不和 什么原因呢 就因为郭昌达 他有点狂傲了 动不动 就摆莲花门 总门长的身份 别人说什么 他也听不进去 表面上 他很恭敬 飞剑仙朱亮 食指上 瞧不起朱亮 言语之间 都流露出来了 朱亮心里的 对他不满 他说 郭昌达呀 你是乍穿靴子 高抬腿 你刚从云南到中原 你跟那帮人 还没接触呢 早晚你得吃苦头 可这一阵 我不跟你辩礼 你不是说我饭桶吗 我承认 等将来你摆了跟头 吃到苦头 我再找你算账 你看这帮还好得了吗 他们两个人 丰富没什么 没什么了不起 你要出头 这帮人早不存在了 今儿个要你看看 是那么回事吗 你别看这帮人 年轻 一个塞着一个 你这撒徒弟 这一死 这就是抱拥 这就给你当头一巴 可话是这么说 那毕竟都是自己的人 死了撒了 郭长达要过去 朱亮一看 有点于心不忍了 心说不管怎么说 我朱亮 名声扫地 要提起我来 人家都说我是个败将 你郭长达不管怎么说 现在还戳得住 立得住啊 还是我们这些人的当家人 倘若郭长达要再趴去 我们这帮人就树刀 胡顺散了 管怎么的 我还得捧他 因此飞剑仙 朱亮过来 把他拦住了 总能挡起吧 老建哥 你拦我干什么 哎 杀鸡烟用牛的 您这身份这么高 哪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像这般刀前刀后的零碎 也只有我们来对付 老朽不猜 愿给你三个徒儿报仇 老建哥 我多谢了 好 您赶紧命人收尸 这些小老道可忙上了 上了一大帮 把两具尸体抢下去 鲜血扫干净 零碎拿搓子搓走 照样找皮匠缝 找棺材装 咱们不必细说 单说助量 拎着五金拐杖过来 讲诏 你听好呗 没想到咱们在莲花冠又见着了 蒋钊一看是朱亮 吓得脑袋 嗡力 先说我八个 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但是蒋钊这家也挺坏 跟他叔叔讲评 有相同之处 心里发虚 嘴不能那么说 蒋钊冷笑一声 朱亮啊 原来是你 我说你怎么还没死呢 怪不得人们都说 好人无常受 祸害一千年呢 朱亮 我不能跟你伸手 因为你是常败将军 人们都给你送个戳号 叫扫鼠星 我跟你伸手 我讲这有点倒霉 后会有期 再见 撑 他回归本队 他把朱亮给气了 心说要早知道这样 我不言喻就伸手就好了 蒋平心里暗笑 行 真是我们老蒋家的后代 真有随我的地方啊 用手拍拍蒋钊的尖头 孩子有出现 到后边歇着去 大伙听完也不敢乐 蒋钊回归本队不说 但说朱亮 点手换奖品 蒋梭子 我看你们也抖了不得铃了吧 凡是你们来的这些人 这几个冒奖的人都涨了便宜了 谁还行 你还派谁过来 你们大伙群殴啊 还是单打独斗 我朱亮陪他 有没有耗财买脸的 谁敢出来 这一句话真把蒋平给叫住了 圣朱亮没那么一个 大伙都上去 也未必能讨着便宜 他这 蒋四爷正在为难之时 就听见墙头上有人喊了一声 四伯父 不必担惊 小只 大了 谁啊 老少英雄扭回头望墙 这一看 嘿 这高兴劲就崩得死了 来者非别 正是玉面小达摩 白玉瑞 那位说白玉瑞 不是压到大牢里了吗 怎么上这儿来呢 一点不假 白玉瑞压的监狱啊 快一个月了 为什么来的 包的人把他放出来的 自因蒋平领着人走了以后 包的人十分担心 就在内书房里倒背着双手 来回之溜 他深知蒋平人手太单了 跟这帮贼身手 万难取胜 派大队人马吧 怕八王爷出事 不派吧 蒋平人单事故 真叫包的人左右为难 后来公孙策看出来了 公孙策给出个主意 相爷 事到如今呢 就得破例了 干脆您在监狱把云瑞放出来吧 这个 云瑞是奉旨被押的 我怎敢抗旨不踪 背着皇上不知道 把他给放了 要皇上动怒 如何是了 公孙策一笑 相爷 特殊的情况 就得有特殊的办法呀 这可不叫抗旨不尊 经房属安送回来的信 白云瑞是十大的冤屈 真正杀人的凶手 是玉面小如来 张小夕 是他陷害的云瑞 虽然说 此案没有最后了结 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 为什么还压着云瑞呢 相爷 我相信您见着皇上 能够解释清楚的 干脆不合力 先把云瑞放出来 抓住张小夕 到那时候 皇上也就无话可说了 您看这公孙策呀 足以可证了 在关键的时候 就替包的人拿主意 包的人一听对 因此再放出白云瑞 白云瑞不知在外边 发生的事 到了书房 见过包的人之后 有点傻了 一看没人 包的人心挺难过呀 云瑞啊 你坐下 听我道来时 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白云瑞一听 啊 闹了半天 老少的英雄都敢问莲花罐了 哎呀 我四伯父他们去 能好得了吗 云瑞一听可就单身心了 急忙攻身失礼 笑意 您的意思 是叫我戴罪立功 敢奔莲花罐 帮助老少英雄 对 云瑞啊 你还得从心起身 现在不知他们身手没身手 云瑞文平就更着急了 词别包的人 回到自己房中 更换衣服 背背 宝刀 才敢奔莲花罐 要大战 分剑 先 你 你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